第一章 抢救 沈浪昨晚做了个梦 梦里有一棵名为医学的参天大树 结了几十棵果子 其中一棵掉下来 砸在沈浪头上 化作海量的心胸外科经验 钻入沈浪脑海 等沈浪醒来 只感觉脑子里多了好多心胸外科的临床成功案例 沈浪 发什么呆呢 救护车回来了 急救医生陈建军边跑边喊 先帮忙抢救 沈浪赶紧回神 来了 作为急救科的实习医生 先救人要紧 沈浪一抬头 赫然发现 救护车后面 嘻嘻嚷嚷跟着一大群人 外面一圈是记者 簇拥着里面的是领导 白市长 这次高楼大火 您怎么看 消防官兵因救人而高空坠楼 社会关注很高 您不说两句吗 白市长郑重道 我们的消防战士都是救火英雄 尤其这位同志为救人而坠楼 我们一定会倾尽全力抢救他 救护车这边 门一开 血腥未扑鼻 推车上 白纱布 棉垫全部青红 病人胸口的血 依然控制不住的往外涌 陈建军毫不迟疑 搭手拉下推床 病人情况 陈建军一手推车 另一手按压棉垫止血 男 24岁 消防员坠楼至颅脑损伤 胸腔动脉破裂 伤得很严重 院前急救医生 语速飞快 白市长上前几步 紧握住陈建军的手 医生 这位同志舍己为人 是我们的大英雄 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请你 一定要救好他 陈建军郑重点头 请市长放心 记者们拍下这一幕 还想上前采访 陈建军一拦记者们 里面要紧急抢救 大家直播 快让一让 众人急匆匆的推车往抢救室里冲 这么严重的外创 一秒都不能耽搁 陈建军飞速扫了眼满脸血污的病人 拨开眼瞼 又在他耳边喊了几声 病人意识丧失 瞳孔散打 对光无反应 失血性休克 先见静脉通道 输两袋晶体液 把血容量不上来 几个护士争分夺秒 将心电监护全套设备贴片在病人身上 一开开关 立即响起刺耳催命般的警报声 陈建军忙而不乱 分工明确道 病人胸腔大出血 肋骨可能有骨折 压力气胸 沈浪 去拿无菌敷料 五支多巴胺生涯 准备进退一支肾上腺素 凭解 给病人吸氧 准备除颤移 随时准备心脏骤停抢救 收缩压到八十 平均压到五十的时候提醒我 沈浪看了眼病人 心中莫名一动 老师 病人呼吸困难 上呼吸道有损伤性出血 我再拿一个气管插管包吧 陈建军闻言 连忙查看 急性呼吸衰竭 确实有上呼吸道损伤的可能 沈浪 你观察得很仔细 很好 就按你说的做 他心中略感诧异 今天沈浪的观察力很敏锐啊 别小看一个眼光 却有可能挽救一条命 沈浪自己都诧异 换做以前的他 绝对没有这样老道的眼光 来不及多想 沈浪先去配好药具 配完药 沈浪心中又是一动 多拿了一把弯纸血钳 一把纹饰纸血钳 两根十号粗的结杂丝线 回到抢救现场 就见陈建军额头冷汗如雨 护士不停地回报坏消息 换了压迫纸血包 大出血还是止不住 已经有两条静脉通道输血 皮下 静脉也分别注射了一支血凝酶 血压还在往下降 陈建军心急如焚 病人生命体征指数一直往下掉 出血点却是迟迟找不到 大出血十分钟内再止不住 那就真无力回天了 不断往外涌的大量鲜血 让寻找出血点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沈浪摸出那两把止血钳 心中的感觉愈发强烈 这让别人头大的问题 在沈浪眼里好像并不困难 这个胸腔动脉大出血 相比他脑海里的一些棘手案子 其实容易多了 老师 让我试试 我能止住大出血 都什么时候了 你开什么玩笑 陈建军是沈浪的代教医生 沈浪什么水平他还能不知道吗 老师 我断定出血点在内肩动脉上 再不止血就迟了 内肩动脉那还得翻凶 沈浪 你知道万一失败了 会是什么后果吗 陈建军道 沈浪平静道 如果失败 可能会导致病人死亡 也可能引发严重的凶弥肿 假性动脉瘤 食道出血或破裂 你知道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还乱冒险 陈建军瞪了他一眼 老师 让我来吧 再不止血就都晚了 陈建军语气一致 是啊 再不止住血 说什么都晚了 沈浪不由分说 拿开止血棉垫 现在收缩压多少了 降到40了 沈浪眉头一溯 左手用纹饰指血钳 分离类间结地组织 右手用弯指血钳 夹住类间动脉 再将两根十号结砸线 分隔开一段距离 进行双重结砸 这一系列动作 仿佛操演了成百上千遍 信手捏来 陈建军看得心惊 目露惊疑之色 沈浪这熟练的临床急救技术 是什么时候学的 光是这份镇定 就比许多资深医生 都沉得住气了 动脉出血点 还真让你找到了 陈建军话音还没落 就听到心电监护仪的刺耳声音 开始减缓了 护士激动到 血压回上来了 平均压回升到50了 陈建军又惊又喜 一回头 就见沈浪拿了一支大号注射器 拔下针头 猛地刺入病人内间胸膜 病人的呼吸 一下变得通畅了 这是气胸紧急排气法 陈建军眼眸颤动 看着一气竖直 胸腔压力也降下来了 沈浪 你这扩张气胸的处理 也考虑得很周全 你这两手 简直像是 有几百台手术经验的资深医师 那直血手法 用得极为老道 大号针头紧急排胸器的一手 更是比他这个主治医生 还要熟人 那手法就好像是 他曾有幸见过的一位 医学态度 沈浪心中也有些兴奋 他脑海中那些医学经验 简直是无价之宝 沈浪 这次你立大功了 回头我给你表公 陈建军此刻 对沈浪刮目相看 心里暗呼侥幸 幸好沈浪会这两手 记者 市领导 都在关注这里 估计院长此刻 都在外面陪着市领导 陈建军的压力也很大 要是抢救不回来 那事就大了 陈建军拍了拍沈浪的肩膀 行了 病人抢救回来了 状况稳定 可以转到手术室进行手术 你也辛苦了 去休息吧 咕咚 沈浪狂喝了几口水 瘫软在靠椅上 他身体虽累 脑子却很兴奋 只要闭上眼睛 沈浪就能看到 脑海里那棵医学参天大树 那结满整棵树的果子 都是无价之宝啊 光是一个心胸外科的果子 就让我成为了心胸外科的资深专家 树上有几十棵果子 如果全部让我吸收 那我岂不是要成为 全科医学大师了 到那时 沈浪上学时的目标 就是成为全科医学大师 他心底里 更是有一个目标 把成了植物人的姐姐治好 沈浪的姐姐沈兰兴 早年间意外成了植物人 很多医生都束手无策 沈浪当初选择医学专业 未尝没有把姐姐治好的因素 姐 你等着 等我成了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 就把你就醒 沈浪质地有生 第二章 抢功劳 手术试炼 主任医师刘主任 主持这台手术 老陈 这是你的止血杰作吧 大有长进啊 手法不错 还是少见的 双重贯穿式截杂止血法 你可以啊 对 老陈这抢救技术 给我们手术 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不错 得推广 刘主任赞叹 其他人也纷纷出言赞美 刘主任 我哪有这手段 是我一个带叫实习生做的 说真的 要不是他这急事指大出血 和紧急气胸排气 当时这名消防员 恐怕就不行了 陈建军道 刘主任眼珠子一动 一个实习生做的 术后 老陈你先别走 来我这下 两人进了刘主任的独立办公室 老陈 你说 这是一个实习生做的 对啊 一个实习生 毕业证还没领呢 刘主任沉思片刻 老陈 你知道我最近 正在竞争医学会的常任理事吧 知道啊 刘主任 你的机会很大 资历 学历都占优 刘主任摇摇头 哎 就是名气和重点案子这方面 比竞争对手差了一点啊 老陈 现在这个消防员救人事件 社会舆论关注很高 上面重视的人也很多 正是刷名气的好时候 你去和你的代教实习生商量一下 看能不能把这抢救的功劳让出来 我向医学会提交这个案子 能大大增加 竞争常任理事的机会 什么 这 不合适吧 陈建军眉头一皱 刘主任手指敲击着办公桌 这有什么 老陈 你就是太死板了 刘主任口风一转 你最近不是正想着晋升吗 我要是成了常任理事 这全市的医院 每个医院的好差事 还不是任你老陈挑选 那个实习生 我也不亏待他 他不是正忙着毕业转正的事吗 这还不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你我他三方共赢啊 谁也不愧 刘主任呵呵笑道 听到这话 陈建军沉默了 可还有那么多护士都看见了 这都好办 护士都好说 关键是你这个急救科主之医生的态度 老陈 我也不逼你 回去再想想吧 得知抢救成功 手术顺利的消息后 白市长表扬了医院 并且指出 几位在急救和手术中表现好的的医护人员 一定要予以嘉奖 沈浪刚吃一口热饭 有人给他带话 说大外科的刘主任找他 大外科下设普通外科 心胸外科 烧伤科等11个科室 大外科的主任 那对于沈浪来说 是很大的领导了 刘主任在吗 沈浪敲响了门 进来 声音颇有威严 推门进去 这间独立办公室 很是气派 沈浪按自想 他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级别 小沈吧 坐 我听说 你还没转正是吧 你的转正申请书联席签名上 还差三个签名 沈浪文言点了下头 目入疑惑 我可以给你签字 陈医生也能给你签字 剩下最后一个签字 我也能帮你搞定 只需要你答应一件事即可 沈浪看向刘主任 这好事来的太突然了吧 抢救消防员的时候 我在场 你不在场 即使止血和紧急排气 都和你没关系 记住这一点就行 沈浪眉头微微一皱 这是抢功劳来了 小沈 这次消防员救人事件的社会影响不小 未必能承受得住这种压力 多磨练几年 你未必不能坐到我这个位置 话说到这个份上 刘主任就等沈浪回话了 如果是其他实习生 为了换取前程 早就答应了 沈浪却是直接拒绝道 刘主任 我不想这么做 刘主任的眉头便是一皱 嗯 你再考虑考虑 我想你终归会知道 该怎么做的 沈浪出去后 刘主任趴的一拍桌子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不识抬举 刘主任拿起了电话 沈浪回到急救课 真恶心 早就听说这个大外科的刘主任 风平不好 经常抢下手的功劳 没想到 今天抢到我头上来了 沈浪冷哼一声 内心毫无压力 他有这一手高明的医术 便有无视小人行进的资本 医生这个职业 归根结底是靠技术吃饭 其他 终归是小道 刚坐下 沈浪又先后 就接到了医务科长 人事科长的电话 说沈浪的实习岗位 从急救科调 到了门诊大厅的分诊岛一台 让他下午就去门诊不报道 分诊岛一台 就是给病人指路的地方 沈浪一个医生 却是连临床资格都没有了 不用说 这肯定是刘主任的手段 刘主任的手段 来得真快啊 很快 就有人替刘主任带话来了 是方便门诊的吴大夫 刘主任的亲信 小沈啊 刘主任调你来岛一台 就是想让你多锻炼 年轻人 多敲打磨炼是好事 你要是知道该怎么做 以后你不仅能转正进咱们医院 还靠上了刘主任这棵大树 往后成了他的人 你想去哪个科室 也可以随便挑 多好的事 沈浪嘴角一瞥 我知道了 仔细考虑吧 吴大夫说完走了 这刘主任 把我调到岛一台 让我知道他的手段 就是告诉我 对付我一个实习医生 他能随意容念 再给我个甜枣 给个转正的盼头 软硬结实 好手段啊 但真以为我会被下主 会妥协 低头 沈浪内心毫无波澜 只要将医术经验 吸收了 他不惧任何歪门邪道 刘主任 有记者来采访了 要采访关于消防员 抢救的事 想见见您这位主治大夫 刘主任询问 那小子答应了吗 还没 刘主任眼睛一眯 先让记者进来吧 那刘主任 那小子 放心 一个实习生 他会知道该怎么做的 片刻后 记者 刘主任 消防员救人坠楼事件 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 消防员的伤情如何了 刘主任洋洋洒洒 把自己怎么在鬼门关 抢救病人吹嘘了一遍 记者 我听说抢救的时候 有人用特殊手段 及时止血 紧急排气 这才挽救了消防员的性命 这您知道吗 刘主任笑道 没错 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我正好在抢救室 用了双重贯穿式 结砸止血法 快速控制大出血 又进行紧急排气 给气胸减轻压力 就是争取那宝贵的白金 十分钟抢救时间 治病救人 本就是我们医生的分内之事 不论病人是谁 我们都会兢兢业业 镜头将这些采访 都记录了下来 让刘主任可惜的是 市里的领导再数后都走了 没能在大领导面前刷剥脸 一哈 刘主任吩咐助理医师道 帮我把这个案子整理一下 做成材料 写上我的名字 报道医学会 第三章 车祸急救 沈浪入职倒一台后 旁边方便门诊的吴大夫 背着手过来了 小沈 出去帮我买个早餐 沈浪眉头微醋 吴大夫是刘主任的人 这是来找事修理他了 吴大夫 我现在分枕倒一台上着班呢 不能离岗 吴大夫吃笑道 有小妈在就行了 你刚入职 能起到多大作用 我早上起迟了 没来得及吃早饭 你去帮我买后像张继的油条豆浆 吴大夫 不好意思 我得上班 不去 沈浪直接拒绝 你 吴大夫冷冷道 年轻人 一点不懂职场人情事故 早晚要吃亏的 沈浪没理他 过了片刻 后勤处的主任过来了 小沈 今天我们后勤 要去吃三院拉药 缺少男劳动力 你去帮个忙吧 如果没记错 这后勤处的主任 也和刘主任关系不错 这都是来给他找事的 主任 我今天还有事 不能去 你能有什么事 不就是一天站在这里吗 后勤处主任不乐意了 主任别生气 方静连忙过来道 主任 我们去也行的 行什么行 都是女同志 谁搬箱子 后勤处主任 自己是男的 但他怎么可能 自己去干苦力活 方静说软话道 沈浪 你看静姐这边 真没个人手 要不你来帮帮忙 沈浪看事方静说话 没怎么犹豫 就答应下来 当初实习第一天 沈浪和无头苍蝇似的 就是方静帮的他 陪他入职了一天 这个人情要还 坐上车 沈浪和几个人出了医院 沈浪 你是不是得罪我们主任了 怎么他语气不太对劲 平常我们主任不太会这样的 车上 方静关心道 没事的静姐 别多想 那就好 突然 车子猛的一个急杀 众人不受控制的往前倾 方静还撞了脑袋 静姐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师傅 怎么突然停车了 司机直指前面 前面车祸了 要不是我反应快 咱们也追尾上去了 众人一看 前面两辆小车 发生严重碰撞 路中间的防护栏 仿佛飙枪一样 穿破玻璃 插入了小车里面 快救人啊 有没有大夫 有人被穿透胸部了 司机道 我们得赶紧走了 这里马上就回交通毒死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等一下 神浪出声 我下去救人 你们先走 这车上 除了他之外 都是后勤人员 只有他一个医生 沈浪 你也小心点 有什么事打解电话 方静不放心 沈浪一点头 快步跑下去 拨开围观的人群 让开 我是医生 沈浪拉开变形的车门 主驾驶的三十来岁的女人 上半身多处外创 一根铁栏杆 撞入她的胸口 把半边胸腔倒得血肉模糊 破碎的杂物 也对其胸口有多处刺伤 浑身淤血 旁边副驾的女人挺有气质 一看就是九居上尉 她伤得不重 一脸焦急 我朋友怎么样了 昏过去了 现在关键是先固定身位 不要让义武对她二次伤害 再包扎止血 有没有多余的布条 气质女人左右一看 直接将外套脱了下来 用我的衣服 这衣服 一看就不便宜 关键时刻也顾不了那么多 沈浪猛的一丝 衣服化作几根布条 包扎在几处出血末端 然后把剩下的团做一团 按压在其胸口上 不断往外冒的鲜红 减轻了一些 这时 外面响起了120急救车的声音 几个护工推着推车 脚步飞快跑来 这事是医院的急救车 全是最好的医院 伤者在哪 咦 这包扎手法 很专业吗 你们有人是医生 沈浪和气质女人 同时点了点头 气质女人道 我是医学会的 这位也是医生 还请马上送我朋友去急救 沈浪略感诧异的 看了气质女一眼 气质女边推车边道 我以前是二科出身 对于外科急救 只会点基础 上了救护车 各种便携检测设备都用上 沈浪也上了车 手就没离开过伤者胸口 持续按压止血 给伤者吸氧 拿无菌棉垫 填色胸口 脏气游外露 用湿无菌纱布包扎 心率180 养饱和度持续下降 目前85% 补充血容量 呼吸气到无阻塞 滴滴滴 急救车不停的鸣笛 但这里已经交通大阻塞 其他车试图躲让救护车 都没有地方腾挪 堵得太厉害了 一时半会出不去啊 伤者怎么样了 院前急救医生火烧眉毛 其他还好 关键是持续性大出血 现在用了棉垫填色胸口压力止血 但平均压不停的载掉 撑不了太久啊 你不行就对出去吧 司机一脸愁容 摇摇头 队也出不去 交警在外面指挥了 估计快了 再迟点 伤者怕有生命危险啊 妈的 这交通怎么回事 沈浪道 有没有弯指血钳和纹饰指血钳 急救医生一下就明白了 沈浪想做什么 有是有 但这出血点 有的在脏气后面 下面 很难寻找和结杂 再说 你是哪个医院的医生 沈浪快速道 我是康达医院的急救科医生 我有办法止住大出血 给我指血钳 5-0和10号结杂丝线 你真有把握 有的出血点很难找 现在车上没有辅助设备 有的 甚至只能凭经验进行忙操作 你不是在说笑吧 是医院的院前 急救医生不同意 沈浪争取道 快点 相信我 气质女深深看了沈浪一眼 道 我是诗医学会常任副会长谭靖雅 我相信她 就按她说的做 沈浪多看了气质女一眼 没想到关这么大 工具递过来 沈浪道 姐 你指压这里 我叫你松开 你再缓慢松开 明白 沈浪脑海里 海量的心胸外科手术经验 发挥了作用 她只看一眼 就能将出血点的位置 判断的八九不离十 沈浪让急救医生握着指血前 自己进行贯穿式双重缝合 前后总共三个大的出血点 等做完 沈浪双手满是血污 嗯 血止住了 平均压上来了 各项生命体征都平稳下来了 众人惊喜不已 是医院的急救医生 深深地看了沈浪一眼 没想到康达私立医院 也有你这么优秀的医生 人外有人啊 我算是服了 第四章 调查 是医院 急救科 救护车一停 立即涌上来一群医护人员 及各种急救设备 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大出血时间太长了 黄金一小时都快要错过了 病人必须先行紧急抢救 快快快 大家让一下 宋副院长也来了 这次救护车挽回 把市医院的领导都给惊动了 毕竟抢救不及时 会导致各种问题 甚至容易造成医疗事故 院前急救医生 脸色古怪 大出血 已经止住了 当他把具体情况一交代 急救科主治医生 宋副院长等人 就有点不对劲了 众人对沈浪点点头 带有一丝敬意 宋院长和谭静雅认识 两人去旁边说话 等抢救完 主治医生摘下口罩 过来和沈浪握了握手 小伙子 看你这么年轻 医术却很高明 真是年轻有为 你对止血点的双重劫扎 处理得很到位 很及时 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幸好 你处理得及时 如果晚一点 恐怕就糟了 我代表是医院急救科 感谢你 旁边的气质女谭静雅 也感激的对沈浪点点头 等医生走后 沈浪去清洗手上的血污 谭静雅则独自坐在 手术室外的肠椅上 刚才沈浪医生 用的那种止血操作方式 好像有点眼熟 谭静雅 有种似曾相识感 仔细想了想 灵光一闪 终于想起 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了 最近医学会 刚有人提交的一个重点案例 不正是如出一折的止血手法吗 因为上面市委都在重视这个案例 所以谭静雅多留了心 谭静雅还记得 那份材料 就是康达医院报上来的 上面记载的止血手法 和刚才沈浪医生的 几乎如出一折 但相比起材料里 记载手法的粗陋简单 甚至还有些漏洞 沈浪刚才的手法 则要更高明 更具体 更完美 仿佛沈浪的才是正版 材料里只是照猫画虎 想到这 谭静雅打了个电话 让医学会的人查了查 嗯 我知道了 材料的提交者 就是康达医院的主任医师 刘长庚吧 那我让你查的沈浪医生呢 什么 他只是一名急诊科的实习医生 现在不在急诊科就职了 你给我查一下 他去哪了 另外 刘长庚的常任理事申请 暂且不要批复 回头调查清楚再说 挂掉电话 谭静雅怒火翻滚 他隐约猜到了一种情况 令他极不舒服 他管理的医学会里 不能有这些乌烟瘴气 谭静雅能坐在今天这个位置 靠的就是刚正不阿 况且 如果市委领导将来知道他重视的这个案例里面 存在猫腻 他会怎么想 这事 必须查清楚 等沈浪回来 谭静雅主动攀谈 沈浪医生 今天真是多亏你了 都不知该怎么感谢你 我替我朋友 给你鞠躬了 沈浪扶了下 触感柔软 太客气了 谭静雅将一张名片递给沈浪 沈浪 这事解的名片 有事打解电话 对了 你这么高明的急救止血 是医院的医生都夸赞 请问 是你在康达医院学的吗 沈浪摇头 都是我自学的 那康达医院的其他医生 会你这种急救止血法吗 沈浪文言 涌出强大的自信 笑道 谭姐 这贯穿是双重结扎止血 说白了 只是一种手法 谁都能学得会 但若说是依靠经验 快速找到出血点 我敢说康达医院里 没人能比得上我 这话落地有声 以沈浪脑海里 那海量的心胸外科临床经验 别说康达医院 就是放眼是医院 在心胸外科领域 都没几个能媲美她的 谭静雅若有所思 这个事 回去一定要重新调查 等沈浪回到康达医院 就看见一道人影 气冲冲过来了 沈浪暗呼 麻烦来了 小沈 你就是这么给我 后勤处帮忙的 后勤主任来兴事问罪了 就你一个男劳力 还给中途跑了 看把那些女同志给累的 沈浪看了他一眼 半路有车祸 我去救人了 后勤主任瞪着眼睛道 救人需要那么长时间 急救车去了以后 你不能继续去 是三院搬东西吗 咱的车走了怎么了 你自己再打个车去 有那么难吗 方静过来连忙道 主任消消气 当时沈浪去救人 我们就先去搬药具了 也没多少的 后勤主任瞥了方静一眼 你回去 谁让你现在离港的 沈浪眉头一皱 这还要连累了方静 他火气也上来了 主任 你有什么冲着我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 我就想问问 你拿了刘主任什么好处 你说什么呢 这就是你和长辈说话的态度 后勤主任狠狠地瞪了沈浪一眼 下一刻 他眼角撇到门口处 脸色一变 换上了一副笑脸 院长 您怎么来了 从大门进来的人 是康达医院院长 陆公后 他似乎只是坐陪 说话交谈 都在捧着旁边一女人 后勤主任眼间 一瞬间就明白 这是比陆院长还大的官 来视察了 沈浪一看 这不是气质女谭静雅吗 谭会长 您这边请 谭静雅 脚步忽然一顿 您怎么 陆院长顺着谭静雅的目光 看到了倒一台的沈浪 谭静雅道 陆院长 这次调查 涉及到了沈浪医生 你是不是先安排他等候调查 另外 我打算吸收沈浪医生 为医学会的新会员 暗地里 谭静雅还对沈浪眨了眨眼 陆公后点点头 笑道 那可真是好事 我就先安排沈浪医生休息 等候调查吧 临走 他深深看了后勤主任一眼 眼含警告 显然是看到了刚才的事情 把后勤主任看得后背发毛 沈浪将白衣一拖 主任 听到陆院长的话了吗 我能走了吧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我 暂时没有了 后勤主任冷汗层层 他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这是 怎么医学会的领导都来了 他只是帮刘主任说说话而已 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院长办公室 陈建军医生 关于这件事 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现在你们院长也在这里 你可以放心大胆地说 谭静雅道 陆公后也道 小陈 不要有隐瞒 该说什么说什么 陈建军沉默了 谭静雅秀眉一皱 陈医生 如果你拒不交代 下次我可就要带着监察 办一起来调查了 你要知道 除了你 当时还有很多急救科的护士在场 另外 现在谁没个手机 说不定就有人录像了 如果查出来 那可就是铁证了 陈建军深吸了口气 再想想 他深深知道 一旦他松口 刘主任就完了 他这是害人 在生活中 陈建军就是个温吞 没有主见的人 他谁都不想加害 就和之前刘主任 想抢沈浪功劳时 他不想伤害沈浪 选择沉默一样 现在 他不想害刘主任 再次沉默了 第五章 有出息了 难得可以休息 沈浪去外面透透气 找了个小摊点 吃了份拌面 看来谭姐是我的贵人 如果这次能帮我证明 还把我吸收进医学会 那以后找正式工作 就简单多了 成为医学会的成员 那就成了抢着药的香波波 看来 正式工作 有眉目了 沈浪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妈 你和我姐还好吧 家里都挺好的 你一个人在外面 自己操心 沈浪知道 母亲其实是在强撑 家里只剩母亲和姐姐两人 姐姐还成了植物人 母亲得花很多时间 来照顾姐姐 还得抽空打零散工 加上零一点 救济补助度日 不过 只要沈浪一转正 他们全家就苦尽甘来了 沈浪 妈 我这工作有馅了 快要转正了 你和我姐 就等着享福吧 真的 我儿子有出息了 终于能转正了 你在单位 可要给人家好好干 勤快点 听到没 在母亲眼里 能转正 那就是天大的事情 啊 我知道了 挂掉电话 沈浪心思放到脑海里 那棵医学大树上 这两天 他只要有空 就尝试着让梦里的医学大树 掉下更多的果实 可不论他怎么努力 就是没用 隐约间 沈浪有种感觉 他需要先将心胸外科的经验 全部消化完 才能接受新的果子 否则 再来一次大量经验的灌输 会掌破他的脑子 沈浪打算 先想办法掉入心胸外科 进行大量的实战操演 加快心胸外科经验的吸收 吃饱了 想通了 沈浪便上街 六时 路过实验小学门口 此刻 正是刚放学的时候 几个小朋友 欢天喜地地从小学门口冲出来 其中一个小女孩 沈浪认识 是她的代教医生 陈建军的千金 小诺 突然 一辆及时的小汽车 快速开来 可能是没看到有小孩跑出来 来不及刹车 眼看就要撞上 小诺也吓得呆住了 瞳孔充满恐惧 脚步扎根一样 一动不动了 这样下去 肯定要撞上 后面的小朋友 老师们都吓得尖叫起来 千钧一发之际 沈浪下意识地一扑 裹挟着小诺 一起跌向旁边 嘎吱 急促的刹车声响起 拉长 漆黑的印记 在地面拖动了老长 没事吧 总算是有惊无险 沈浪拉起小诺 给他拍打身上的土 小诺这时 才后怕地哭了出来 车主也意识到 自己差点闯祸 连忙下来给沈浪道歉 兄弟 幸好有你 刚才要不是你 我就闯下大祸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 幸好 你刚才出现得及时啊 美女老师魏彤彤 也快步跑来 焦急地上下 看了看小诺 看到没事 这才放心 小诺是他班里的 如果小诺出点什么事 他这个班主任 也有连带责任 会受到校方的处分 谢谢你 谢谢你 要不是你 万一出点什么事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向学生家长交代 太谢谢你了 沈浪对两人点点头 逗逗小诺 还记得叔叔不 记得 小诺乖啊 下次不能乱穿马路了 得多看看 确认没车才能过 记住了吗 小诺也被吓坏了 乖巧道 小诺记住了 沈浪对美女老师点点头 让出租车司机也走了 出租车司机看沈浪不追究 又是一阵千恩万谢 陈建军匆匆赶来 今天爱人有事 让他来接送孩子 单位有事 导致又错过了放学时间点 心中不由的有些焦急 生怕出点什么事 爸爸 小诺一看到父亲 欢呼着跑过来 一头撞进陈建军怀里 乖女儿 一看到女儿 陈建军这才放心 来想到下一秒 小诺就啊的大哭了起来 此刻见到至亲的人 刚才的那些委屈 全涌上来了 陈建军慌了 小诺 怎么了 快跟爸爸说说 此刻 他也注意到 女儿衣服上 有许多地上磨出的白印 心中不由的一尘 爸爸 刚才过马路 我跑得太快了 大汽车差点砸到我了 哇 听着女儿边哭边 断断续续的描述 陈建军一阵后怕 头皮发麻 要是女儿 有个三长两短 他回去怎么和爱人交代 还好 身上没伤 万幸啊 后来 是沈叔叔救了我 哪个沈叔叔 你谢谢人家了吗 陈建军光是听小诺的描述 都胆战心惊 要不是半路冒出的 这个沈叔叔 恐怕小诺就要被车撞了 等回头 一定要带上礼物 和爱人一起 上门去感谢一下人家 小诺歪着小脑袋想着 就是上次来家里吃饭的沈叔叔 是爸爸的学生 沈浪 陈建军心中一震 他这两天 用默认的方式帮了刘主任 间接地 抢了沈浪的功劳 很对不住沈浪 可沈浪却不计前嫌 还救下自己的女儿 一时间 陈建军心头五味沉杂 他做的这叫个什么事 终于 他做出了某个决定 关于医学会调查刘长庚的事 陈建军想明白该怎么做了 今天 沈浪刚来医院上班 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 听说有医学会的人来了 还带了监察办 不知道这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还能有什么事 监察办来了 肯定是要有人要倒霉了呗 大家都注意点吧 别被抓住把柄 好好干活 这时 院办公室的人过来 找到沈浪 沈浪 院长叫你去一趟五楼小会议室 众人哑然 纷纷对视一眼 那不正是招待医学会监察办的地方吗 竟然是找他的 沈浪这个实习生 到底惹下了多大的麻烦 连医学会监察办都惊动了 很多人看沈浪的眼神 都不对了 避之不及 愿办公室的人带沈浪上来 留给沈浪一个好自为之的眼神 就走了 沈浪敲门进去 就看到里面坐满了人 谭靖雅在主位坐着 旁边还有两个医学会的记录人员 在旁边是监察办面 无表情的三个人 还有康达医院的院长 入宫后 阵容豪华呀 下手则是坐着脸色不对的留长庚 沈浪医生 你请坐 我们问 你答 监察办的人说道 沈浪看了谭靖雅一眼 发现后者正惊危坐 不苟言笑 沈浪医生 关于抢救消防员的时候 你当时是否在抢救室 第六章 证明 屋子里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沈浪 沈浪点头道 没错 当时我就在急救科 为抢救伤换出了一份力 旁边留长庚的眼角一抽 目光中带出一丝焦虑 沈浪医生 请问在对消防员的抢救时 即使指大出血和气胸排气 是否都是你做的 沈浪点头 是我做的 你当时在急救科 见过刘长庚主任吗 并没有 检查半点点头 旁边的记录员 也在纸上刷刷刷的写着 刘长庚额头青筋鼓起 他知道 不能在这羊被冻下去了 领导 他胡说 当时是我在现场 是我做的这些 抢救室的陈建军医生 和众多护士护工 可以为我作证 沈浪冷笑道 是吗 刘主任 怕是那些护士护工 都已经被你收买了吧 刘长庚额眼眸中满是寒意 深藏一丝恐惧 沈浪 别忘记你的身份 别乱说话 那我问问你 沈浪冷哼一声 你知道大出血点位置 在哪吗 内间动脉 胸膜后 共有两个大的出血点 怎么 这也要向你汇报 刘长庚当时在手术室 仔细看了这两个出血点的结扎 很有印象 既然知道出血点在哪里 那么 你当时是依据什么 来判断出血点位置的 刘长更愣了一下 谭静雅和监察办的人 看到这个表情 都若有所思 我 我当然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的 沈浪笑眯眯道 详细说说 刘长庚一时语色 怎么 说不出来了吧 我为什么要向你一个实习生解释 谭静雅发难了 刘主任 你能说出当时判断的详细依据吗 刘长庚额头冷汗下来了 当时他都不在现场 对于具体情况根本就不了解 万一说错了 前后矛盾 那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必须要好好想想 编一套天衣无缝的话才行 他正想着 谭静雅对门口的人道 把陈建军医生带进来 刘长庚瞳孔一缩 心中闪过不妙的预感 这个时候 把陈建军叫进来 什么意思 难道老陈叛变了 陈建军走进来 对谭静雅和陆公后点头行礼 陈建军医生 听说你要检举刘长庚主任 刘长庚瞪着冲鞋的眼睛 死死地瞪着陈建军 陈建军仿佛没看见 无视了刘长庚 自顾自道 消防员抢救时 是沈浪实习医生 做出了及时准确判断 并迅速进行了劫扎和弃胸排气 对抢救工作 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监察办的人道 那刘长庚当时在哪 陈建军道 他当时并不在急救科 直到伤患情况稳定 转到手术室后 刘主任才来 并且在术后要求我帮忙 抢走沈浪实习医生的功劳 记录员将这些都记下来 谭静雅则暗中松了口气 有了陈建军医生的这番话 算是尘埃落定了 他刚才见到陈建军 对方要求主动做污点证人 谭静雅刚开始还不敢相信 此刻总算是放心了 就是不知道 沈浪这家伙 是怎么让陈建军改口的 陈建军 你你竟敢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帮沈浪 你为什么 刘长庚也知道 大势已去 眼睛通红猛地站了起来 陈建军面无表情道 因为我良心还未泯 刘长庚 你做好别动 配合我们调查 监察办两个人起身 一左一右站在了刘长庚身边 防止意外发生 沈浪和陈建军医生的目光 对到了一下 看到对方眼中带着歉意 沈浪医生 你可以先离开了 剩下的事就和沈浪没关系了 沈浪出来 靠在墙上 长长地松了口气 谭解给力啊 不过 经过刘主任这次事件 沈浪也认识到了 这个案子的重要性 难怪谭解有把握 把他吸收进医学会 估计也是靠的这个案子 沈浪刚出来没一会儿 谭靖雅也走了出来 沈浪医生 恭喜你 刘长庚已经全招了 谭解 刘长庚会怎么样 我们还掌握 有他抢其他人功劳的证据 有这么大的污点 医学会理事的位置 肯定是不能再让他做了 陆宫后院长这边 估计也会对他做出严厉的处罚 有可能是开除 那陈医生呢 这就不知道了 要看陆院长的安排了 不过你 你的前途倒是来了 谭靖雅温和地笑道 沈浪医生 你是否愿意加入医学会 沈浪激动的心脏 都猛跳了几下 终于来了吗 当然愿意啊 谭靖雅笑道 那把你的邮箱给姐 回头我把申请书表格发给你 你填一下就好 沈浪点点头 同时也听出了 谭靖雅对她亲密的称呼 这是谭姐在向她示好 这是工作以外的私人关系 行了 谭靖雅心中暗道 要是地点也该有审浪这么大了 或许也会学医呢 没过多久 刘长庚被解除医学会理事 并同时被开除医学会成员的消息 就传来了 紧接着 康达医院的院委会 也做出了对刘长庚主任医生 进行开除决定的公告 陈建军则主动向康达医院 提出了辞职申请 很快就被院委会批复 一个中午的时间 这些消息 就在康达医院各科室传开了 大家都知道了 一个实习生 竟然把一个主任及医师给扳倒了 这是简直闻所未闻啊 当沈浪走在楼道里 一些职工看沈浪的神色都不对了 其他实习生 还在苦于干一些端茶倒水打杂的活 却是没人敢来指使沈浪了 这时 迎面走来了几人 嗯 靖姐 主任 你们又要出去搬东西啊 后勤处的几人 看样子是 又要去外面 是沈浪啊 后勤主任 眼神有点躲闪 尴尬 要不要我帮忙 沈浪笑问道 他现在反正闲着也没事 也没有工作要做 不用不用 我们这人手足够了 后勤主任连忙带着人走了 真不用吗 你们不是没有男劳力吗 沈浪嘀咕了一声 就看到后勤主任头 也不回的快速消失了 方靖扭回头来 眨眨眼 悄悄给沈浪竖了个大拇指 是领导办公室 白市长的桌子上 出现了一卷案例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还有人做这种龌龊事 他翻到刘长登的处理结果 这才消了点气 这个年轻医生沈浪 倒是个人才 以后对他多留意 多关注 办公室主任连忙点头 第七章 转正 沈浪随便走走 不知不觉 就回到了急救科 迎面就碰上了 拿着自己东西 正离职的陈建军 陈老师 你真要走吗 说实话 沈浪对刘长更狠狠 对陈建军 则没有太多厌恶感 再加上 还有之前带叫的情分在 陈建军看样子是想开了 解脱地笑道 沈浪 老师给你道歉 之前是老师犯魂了 我犯了这种错误 在康达医院 肯定是不能呆了 再加上 我本来就有换个位置的想法 这其他的医院 适合我的位置还是有的 沈浪 我也希望你能继续学习 未来在医学的道路上 能走得比我远 比我高 沈浪知道留不住他 点头道 我记下了 老师慢走 过两天 我去看你和小诺 送走陈建军后 沈浪回到宿舍 先把医学会的入会申请表填了 这可是头等大事 只要有了医学会成员的资格 沈浪也就有了 想去哪家医院 就去哪家的底气 当然只限私利 公立医院 还是得考编制才行 刚填好发过去 手机就震了下 是谭静雅的信息发回来了 你的申请表 姐收到了 这两天就给你办这事 沈浪还没想好怎么回复 信息又发过来了 沈浪 这次事情后 你有没有考虑 离开康达医院 进入公立医院 我看是医院就不错 你考虑一下 好不好 沈浪回复道 谭姐 我有考虑考入公立医院的 但是最近都没有公立医院 在招考 我就暂且先在私立医院 工作着吧 沈浪还得赚钱养家 她可做不到别人那种 休息下来全职复习 专等公立医院招考 片刻后 谭静雅回复 以你的能力 姐可以帮你要一个 是医院特聘人员的名额 你愿意吗 沈浪心中暖暖的 谭静雅这是真心想帮助她 命中贵人 特聘人员 就是没有正式编制 但因为某种特别的专业能力 特别聘请的合同工 这在正式考编之前 是一个很好的过渡工作 但沈浪仔细考虑了考虑 还是拒绝了 姐 特聘人员确实不错 但很多重要手术 临床岗位 医院并不会用特聘人员 我还是想在此之前 先在私立医院练练手 增加经验 好吧 姐依然支持你 加油 沈浪盘算了下 目前全市的私立医院 康达医院算是第一梯队 是比较好的私立医院了 而且 今天院长入工后说过 只要沈浪愿意留下 转证合同 立即就能签 沈浪做出了决定 我就先在康达 正式入职吧 好好磨练一下 我脑海里的经验 争取能早点得到 第二科经验果 第二天 沈浪就签了 康达医院的 转证聘请合同 院方又充分考虑了 沈浪的医院科室 最终 沈浪得偿所愿 被分配到了新凶外科 从今天开始 沈浪就是一名正式的 新凶外科住院医生了 办好手续 沈浪正好路过方便门诊 门口的吴大夫 看到沈浪后 就仿佛受惊的兔子 立即就要往方便门诊里面躲 之前他跟沈浪找查的是 现在生怕沈浪秋后算账 想到沈浪连刘主任 都能拉下马 自己算哪根冲啊 不光如此 沈浪一转正 直接就是住院医生 比他地位都高了 吴大夫 沈浪叫住他 笑道 早啊 吴大夫吓了一跳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那个 早啊 早 那个 沈浪医生 您吃没吃早饭 要不我帮您去买 我请客 沈浪笑眯眯的 看了吴大夫一分钟 也不说话 把吴大夫看得心中发毛 急被发寒 随后 沈浪施然走了 吴大夫这才松了口气 发根畜汗都下来了 沈浪地位比他还高 以后想炮制自己 还不是很简单的事 以后日子 怕是难过了 吴大夫一脸的苦涩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成了正式医生 沈浪先把这个喜讯告诉老妈 村里 邻居王大娘 正在沈浪家里串门 惠岚 不是我说 现在医生多难考 那能成为医生的 都是万里挑一的 你家本来就穷 还不如早点让你儿子 找个容易赚钱的工作 你看我女儿 现在城里做美容美发 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呢 沈浪的母亲吴惠岚 温柔地笑道 沈浪有她自己的想法 王大娘撇撇嘴 还不如和我女儿一样 早点出来赚钱 贴补家用 医生哪是那么容易就能当上的 现在到处都是毕业生 人家凭啥就用你 这时 吴惠岚的手机响了 沈浪打来的 妈 干嘛呢 照顾你姐呢 妈 跟你说个事 我终于转正了 成正式医生了 就签到我们医院 啊 真的 吴惠岚惊喜不已 刚刚才签的转正合同 我现在是一名 心胸外科的住院医生了 王大娘脸色微变 眼眸中是震惊和羡慕之色 趁着吴惠岚打电话的功夫 悄悄地退了出去 妈 你以后买点好吃的好穿的 不用再拮据这花钱了呀 吴惠岚温柔地笑道 知道了 沈浪挂掉电话 便去住院部的心胸外科报道 此刻 医生值班室里 恰巧空无一人 沈浪翻看了一下墙上 挂着的团队介绍 心胸外科共有22人 其中 医生10人 护士12人 医生中 有三名主任医师 三名副主任医师 四名住院医生 不知道科室情况复不复杂 沈浪听说 有的科室人员情况很复杂 十来个人 都能分成好几个派系 小团体 明争暗斗 正翻着资料 有人敲门 进来 沈浪将资料放下 一个年轻女人 在门口探头探脑的 请问乳线外科怎么走 咦 是你啊 沈浪也想起来 这不是小诺的美女班主任老师吗 那天就小诺是见过一面 沈浪笑道 你好 你在找乳线外科 美女老师脸上闪过一抹羞涩 是啊 我胸部好像有个结块 有点担心 想检查检查 沈浪文言 严肃地点点头 如果发现结块 就需要尽快治疗 否则会堵塞经络 严重后 甚至会形成乳线瘤 你看的是乳线外科门诊吧 要穿过过道去门诊楼 需要我带你过去吗 美女老师看了看沈浪 眼睛发亮 你是新胸外科医生啊 要不你给我看看行吗 第八章 新岗位 沈浪露出为难之色 我是新胸外科医生 又不是乳线外科医生 只是在实习期转科的时候 待过乳线外科 我怕给你看不好啊 美女老师 卫童童要求道 没事 我相信你 新胸外科 乳线外科都差不多了 再说 让那些陌生人摸 还不如让你摸 起码我认识你 心理压力小点 沈浪医生 求你了 沈浪没办法 只能说 那我给你做个初步检查 如果发现有问题 你就得去乳线外科开检查单 做进一步的影像仪器检查 行 我听你的 卫童童开心道 沈浪让卫童童躺下来 解开外面的衣服 露出白细的肌肤 然后取个软垫 垫在卫童童的左肩膀下 你把右手放到脑后 卫童童听话的一作 发现这个姿势 让自己的胸挺的更突出了 心脏咚咚直跳 沈浪道 这个姿势 可以使双乳的脂肪 向两边分散 可以更容易接触到乳线 你可以把这个姿势学会 回去没事了 给自己检查一下 或者给你的闺蜜检查 沈浪的手摸上去 一边检查 一边讲解 卫童童感受到 来自沈浪掌心的温热 脸都红了 嗯 右乳没事 再换左乳 卫童童羞涩地调换姿势 沈浪又将软垫 换垫在他右肩下 你在家时 也可以用枕头代替软垫 现在把左手放在脑后 再次检查了一下左乳 沈浪也松了口气 没有结块 只是里面有点硬 有一点发炎而已 都不用吃药 回去多吃苦瓜血 离清凉下火就行 不用过于担心 如果你感觉还有硬块 可以用按摩热肤的方式 预防结块 沈浪医生 你刚不是说发炎吗 怎么又是上火了 沈浪笑道 西医说的发炎 和中医说的 上火是类似的概念 苦瓜 雪梨 琵琶 都有消炎拜火的作用 哦 这我还不知道呢 今天学到了 卫童童脸红着穿好衣服 沈浪医生 太谢谢你了 客气了 等卫童童走了 沈浪师笑道 看了个病人 也没挣到挂号费 他肯定挂的是乳腺外科的门诊号 这笔钱 沈浪是赚不到了 这时 门外传来人群说话的声音 随后几个人鱼贯而入 沈浪一下就认出来 为首这位 是心胸外科三大主任 医师之一的马月亭 50岁上下 头发花白 颇有些名医的风范 马主任 你好 沈浪连忙和科室领导 点头打招呼 马月亭也上下打量了一下 身穿白衣的沈浪 微微汗手 你就是新来的医生沈浪吗 最近新入职的医生 都得选择三位主任医师中的一位 以其为首 跟随学习一段时间 往后有主任医师带着 才有进手术室的机会 看来这位 就是沈浪的新任直属领导了 说说吧 你擅长治疗哪些领域的疾病 马月亭笑问 沈浪诚实的道 马主任 只要是心胸外科方面的疾病 我大多都有所涉链 不挑领域的 这话一说 马月亭身后那几个年轻人 吃得一声低笑出来 眼神中露出些轻视 马月亭主任的笑容也有点收敛 用言语着敲打沈浪 小沈 心胸外科很大 包括心外科和胸外科 领域涉及关心病 心脏半膜性疾病等各类心脏病 还涉及时道 肺部 呼吸系统 胸腔 胸臂 食管等各类胸部疾病 这么多细分领域 你说 你都行 小沈 你倒是一点不谦虚啊 那几个年轻人 看沈浪的眼神 都有点幸灾乐祸 沈浪实话实说道 马主任 在这些疾病领域 我还真都有两手 如果您不信 可以考验考验我 一验就知道了 哼 年轻人 要借交借造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 这是什么话 马月亭脸色微怒 刚才的笑容 完全都没有了 他身后那几人 也都是低笑沈浪的不自量力 这个新来的 真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啊 就是咱们科里兹哥 最老的吴主任 都不敢说这种大话吧 树叶有专攻 能在某一细分领域 有所造诣就不错了 面面俱到 那就是面面都不行 这个新来的 还是缺少打磨呀 马月亭淡淡道 你们谁也别笑话谁 你们几个刚来的时候 拿着学校里那点东西 不也觉得什么病 都能治好了 现在不也踏踏实实下来了吗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就是缺乏磨练 在基层多待两月 就都明白了 那几个年轻人挨了顿讯 顿时不说话了 沈浪 你之前是在急诊科实习 可能确实有些亮眼的表现 但我们心胸外科不同 我们这里不仅需要 更是需要在你心里 形成一整套系统 完整的治疗方案 你现在毫无实操经验 还没有进手术室的资格 就先跟着邱大夫 去心胸外科门诊楼坐诊 积累经验吧 邱大夫是跟随我多年的资深医生 你从他身上能学到不少 马月亭说完 倒背着手就走了 邱大夫走过来 拍拍沈浪肩膀 小沈 你以后说话谨慎点 咱们马主任 喜欢谦虚的人 最不喜欢吹牛逼说大话的 沈浪有点无语 这是撞枪口上了 他真没吹牛说大话 看来想入了马月亭的眼 还得找机会 表现一下实力才行 沈浪跟着邱大夫 来到门诊楼 心胸外科门诊坐诊 一上午坐诊跟下来 沈浪少说多看 也渐渐摸清了 邱大夫看病人的流程 病情严重的 直接就开住院证明 往住院部一推 不严重的 则开各种检查单 让病人去影像楼 做完各种检查 拍完各种片 也就一天过去了 告诉病人 明天再来挂号诊断 即便是病小到 不需要吃药的 邱大夫也会给 开点保健补品 本院买不到 也会安排病人 去不远处的 私人大药房买药 也不知道 其中有没有抽成 就像刚才看完的 那位病人 只是感觉有点胸口疼 沈浪凭借他脑海 李海亮的心胸外科经验 就能看出 这人根本没什么病 只是有点气短而已 多锻炼身体 恢复机能就行 邱大夫 却是给开了一大堆 调理气血 增强体质免疫力的补药 当沈浪提出疑问 邱大夫还美其名约 病人竟然来看一次 不给开点药 病人心里也不会踏实 这样做 是让病人放心啊 至于开各种检查单 让病人在影像楼上楼下楼的 跑着去检查各项身体指标 邱大夫更是表示 这涉及到责任问题 光用眼看来判断 没病是不行的 只有出具了一期检查单 说没事 那才能确保没事 不然万一出了问题 这就是责任 这样连续在门诊待了三天后 沈浪感觉 他在门诊 几乎是在虚度光阴 第九章 批改论文 沈浪现在最需要的 是大量临床手术操作 来消化脑海里经验果的经验 所以 沈浪得想办法 让马月亭把他调回住院部 最好还能获得进手术室的资格 这天 沈浪的机会终于来了 一大早 马月亭就急匆匆地出门了 两个小时后 马月亭打了电话回来 小秋 快看看科室里谁有空 你快派个人 帮我送一下论文 我论文忘带了 在我办公室桌子上放着 邱大夫连连拍胸脯 马主任你放心 我马上就让人给你送过去 耽误不了你的事 挂掉电话 邱大夫摇头失笑 马主任今天就是专门拿论文 去求新老帮忙润色的吗 这么重要的事 还把论文给忘了 小沈 你辛苦一下 去跑一趟吧 沈浪心中一动 机会来了 好 我马上出发 他来到马月亭的办公室 很快找到了那篇论文 出门打了个出租车 坐在车上 沈浪翻看起了这篇论文 这是一篇关于心脏不停 跳微创搭桥手术的论文 属于心胸外科的范畴 沈浪快速浏览了一遍 运用脑海里的专业经验知识 很快就找到了两处错误 沈浪拿出笔来 在另外一张空白的纸上 将论文中发现不对的地方 都做出对应的批改 批改完 沈浪看着这张纸 能不能调回住院部 甚至有资格进手术室 可就全看这张纸 能不能发挥作用了 很快 出租车来到了一家医药研究所 在门口处 马月亭正焦急地走来走去 和新老约好的十点 马上就要到了 可千万不能迟到啊 新老是退休老医生 是本市心脏搭桥手术领域 最有发言权的前辈长者了 马月亭费了很大的劲 拖了不少人情关系 才请动新老给他的论文长眼 新老最不喜欢迟到的人 这次论文能否发表 可全靠新老的论色了 这种关键时候 可千万别掉链子啊 嘎吱 出租车杀 停在马月亭跟前 马主任 论文 我拿来了 马月亭心中一喜 一看手表 9点55 来得及 小沈 你来得很及时 马月亭接过论文 正要走 沈浪道 马主任 这还有一张纸 我写的 你可能用得上 嗯 给我吧 时间紧张 马月亭随便答应一声 接过纸 看都没看 往公文包一塞 就匆匆钻进了医药研究所 在电梯里 马月亭才来得及 拿出沈浪的纸 看了眼上面的内容 动脉和静脉搭桥的对比 飞体外循环的适应人群 这小子 竟然给我批改论文 马月亭哑然失笑 但他不得不承认 沈浪的这几处批改 确实有几分道理 甚至有几处难点 是马月亭查过 许多资料文献 都没有找到准确描述的 也不知道沈浪这小子 从哪里找来的论据 竟然把他模糊欠缺的地方 都填充了内容 电梯一到 马月亭赶紧收起心思 连忙快走几步 敲响了新老办公室的门 新老 我过来了 今天又要麻烦您 给润润色 马月亭还说完 看到新老白手的手势 连忙闭嘴 新老在那边做完手中的活 正好十点 这才拿起马月亭的论文 安静地看了起来 全程 马月亭都毕恭毕敬地站着 不敢出声打扰 屋里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 马月亭仿佛是 等待老师批改卷子的学生 小马 你这已经是气气搞了吧 新老从老花进边缘 看向马月亭 马月亭连忙点头 对 第七次了 上次也是您给修改的 新老摇头撇嘴 明显有些不满意 尤其看到某几处时 脸色更是难看 马月亭心中咯噔一下 那几处 不正是刚才沈浪给批改的几处吗 难道 沈浪真批改对了 他心中一动 死马当活马医了 就将沈浪写的那张纸拿出来 递了过去 新老 这是几处修改 我还没来得及在证文上修改 也请明指证 有什么不对的 您尽管说 新老接过去 只看了一会儿 眼睛便是一亮 嗯 不错 不错 越看 新老脸上的笑容越多 小马 你上次来找我 我就给你暗示过这几处错误 就是故意考验考验你 没想到你真改过来了 不错啊 得到新老的夸奖 马月亭脸上笑出了一朵菊花 不过这笔记字迹 不像是你的吧 新老突然看向马月亭 似笑非笑道 马月亭冷汗都冒出来了 连忙道 新老 这是别人帮我查出来的错误 我回去会好好谢谢人家 新老在将那张纸上的内容 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 不停的点头 小马 我不知道你从拿起的高人 这人点得非常通透 说得也非常准确 有了这人 王后也不需要再找我润色了 马月亭心中震撼于新老 对沈浪的评价 这评价也太高了吧 马月亭也生怕新老说的是反话 是介意他找了其他人润色 连忙找不到 新老 这人只是偶尔帮我一次 这篇论文 可是您老手 把手叫 我改出来的 我可记着您的好呢 新老解释道 我是说真的 这人的水准 不在我之下 你要多和这人交好关系 这人 在心脏搭桥方面的见解很高 要不是 我现在一心都在制药上 我都想见他一面了 你这篇论文 改好这几处 完全可以直接发表了 马月亭脑袋里翁的一下 等马月亭回到康达医院 脑子里还晕乎乎的 能得到新老的肯定 今天的功臣 自然是沈浪 这沈浪 理论水平竟然这么高 新老竟然给了不亚于他的评价 马月亭仿佛第一次认识了 这个刚转正的新医生 一回到办公室 马月亭就打电话 把沈浪叫了过来 沈浪医生 这张纸上的批注见解 都是你写的 沈浪一看其神色 心中便是一喜 脸上不动声色道 马主任 我以前很喜欢钻研理论 看过大量的生辟文献和论文资料 正好看过这方面的 不过 我也就是理论稍强点 眼高手低 实际操作上 还很欠缺 需要在实际操作上 和主任你多多学习呢 还请主任多给我机会 沈浪一方面谦虚地承认了功劳 指出了自己的不足 另一方面也是在暗示 希望马月亭多给他实操的机会 果然 马月亭很快接受了这个说辞 露出笑容 点头道 行 从明天开始 你就回住院部 跟着我进手术室吧 第十章 医学会成员资格 关于沈浪重返的消息 很快传遍各个科室 只在门诊待了三天 就回到了住院部 更是有资格进手术室 这种速度 相比起其他实习转正的医生 简直是做了火箭 哪个刚入职的新手 不得在基层磨练个半年以上 才能有机会跟着主任进手术室的 沈浪这么快 实在是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 人们纷纷猜测 这背后的原因 甚至有谣传 说沈浪是医院投资老板的小舅子 沈浪没理会这些 他发现 今天还是双喜临门 就在刚才下班 谭靖雅就给他打电话 让沈浪去找他一下 说是他的医学会成员资格证书下来了 这本证书 能让沈浪的资历厚实许多 沈浪当即就表示 要请谭靖雅吃顿饭 以表示谢意 当沈浪来到谭靖雅的小区 这里是一处高档小区 能住在这里的非富即贵 车库里停的都是百万级别的豪车 按了门铃 从浴室里传来谭靖雅的声音 沈浪来了吧 给你留门了 快进来吧 沈浪关上门 打量了一下屋子里的陈设 拖鞋就一双 牙刷等很多日用品 也都是单数 看来 谭靖雅还是单身啊 浴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谭靖雅正在洗澡 沈浪 你先坐一会儿 稍等姐一下 姐喜欢走 就和你出去吃饭 行 你慢慢洗吧 不着急 沈浪透过厕所的门缝 看到里面浴室是毛边玻璃 隐约能看到 里面有个高挑的 白花花的身体在动 看得沈浪一阵欲望冲动 不能再看了 谭姐是领导 我好不容易遇到这个贵人 要是谭姐生气就不好了 沈浪连忙退出来 干坐着 百无聊赖 沈浪打开冰箱看了眼 各种菜品还挺丰富 反正也是干等 干脆就在家做菜吧 沈浪的做饭手力不错 当下就打开煤气灶 炒了个蒜苔肉丝 耗油性爆菇 拍了个黄瓜 拌了个香辣银耳 最后煮了道上汤娃娃菜 四菜一汤做好 谭静雅擦着湿漉漉头发 穿着睡衣 从浴室走了出来 家里这么香 沈浪你做菜了 沈浪笑道 谭姐 我闲着也是闲着 简单做了几道菜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谭静雅温柔地笑道 没想到你还有做菜的手艺 在家吃也不错 比在外面吃放心 行 闻着挺香呀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吗 我很早就学会做菜了 谭姐快尝尝我手艺怎么样 沈浪顺手加了一筷子香辣银耳 就要喂谭静雅 突然一想 这样不对啊 谭姐可是她的领导 要注意影响的 正要抽手回来 谭静雅却是红唇凑上来 背齿轻起 一口将银耳咬掉 连连点头 不错 味道真好 比我的手艺也不差 谭姐也会做菜啊 谭静雅笑道 不信啊 改天给你做 沈浪美滋滋点头 心中忽然生起一个荒唐的念头 她和谭姐 有点像两口子过日子的味道 沈浪 你电话里说 今天是双喜临门 怎么 你还有其他喜事没告诉我呀 沈浪连忙道 我有资格进手术室了 以后就是一名正式的临床手术医生了 谭静雅也微微一惊 这么快 我当时都在住院部 寻整了三四个月 这才有进手术室的机会呢 沈浪得意道 我帮了我们主任一个忙 他挺看重我的 这才愿意提前带我进手术室 谭姐 你信不信 我很快就能成为 我们心胸外科的科室主任了 谭静雅道 沈浪 姐知道你是个上进的人 但也不能心急好高骛远 脚踏实地的 一步步来 多治好一些病人 有了拿得出手的治疗案例 职位自然就能升上去了 听解的 好不好 我知道的 沈浪心里暗道 要做出一些成绩来 证明证明咱的实力 沈浪今天上班 到住院部心胸外科报道 早会 科室的三大主任 和三个副主任都到了 难得的整齐 领导齐刷刷的出席 沈浪这些普通住院医生 更是一个都不能少 资格最老的吴主任 主持会议 今早把大家都叫来 是说两件事 第一件 经过马主任批准 沈浪医生从今天起 就能跟着一位主任医师 进手术室了 沈浪医生 接下来 就是你的选择机会 我们三个主任 分别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 我擅长肺部疾病的诊治 马主任擅长心脏方面疾病的诊治 创方面的诊治 你看你选择跟随哪位 这头一次的选择 非常重要 往往会决定一名医生 今后终身的钻研方向 心胸外科下的每一个细分领域 都足以耗费一名医生毕生的经历 但沈浪却不同 对他来说 跟随谁都一样 沈浪又不需要和谁学习经验 他只是需要一个 进手术室的资格 那跟别人还不如继续跟 已经打好关系的马月亭 刘主任笑道 我知道小沈在急救科的时候 对于胸部外创 有些亮眼的表现 要不就跟我吧 沈浪抱歉道 不好意思啊刘主任 我对心脏病方面的治疗 也非常感兴趣 我想继续跟着马主任学习 将来有机会 再多多和您讨教 可以吗 刘主任呵呵笑道 无妨 马主任在各方面都很不错 是咱们科拿得出手的名医 你跟着他多学多做 沈浪连连点头 沈浪这件事 只是件小事 很快就过去了 吴主任道 第二件事 最近我们科的病人激增 病床都快要满了 这意味着 再做各位的任务都要加重了 大家最近辛苦一点 多在病房寻诊 尤其是方大夫 现在是咱们科年轻一辈的中流砥柱 多给你分配一些病人 没问题吧 方妙医生站起来表态 自信满满道 请吴主任和各位领导放心 只要是科室需要 我肯定要担负起来 脏活累活都不怕 吴主任笑道 我们都知道你能干 其他年轻人 方医生就是你们的榜样 多向他学习 行了 大家各回岗位 散会 等领导们都走了 沈浪悄悄拉住护士长宁燕 宁姐 这个方妙医生 怎么这么被吴主任看中 宁燕是科里的老人了 知道许多是 方妙医生 是咱们科重点培养的医生啊 是吴主任跟前的红人 据说是下一次 科里副主任的内定人选呢 有人私下里 都喊上方主任了 沈浪了解过 这心胸外科 平均两三年 才能控出一个副主任的名额 这下一个名额 都已经被方妙给内定了 如果沈浪不加紧表现 那他想再次等晋升副主任的机会 恐怕得等四五年往后了 第十一章 病情加剧 既然决定要好好表现 那沈浪就得珍惜 接下来的每次机会 将每次治疗都做到完美 让别人挑不出次来 第二天 轮到沈浪值班寻诊 宁姐 给我分配的这五个病房 十张病床 之前都是哪位医生的病人 沈浪刚入职 还没有自己的病人 只能是接手之前 值班医生的病人 宁燕道 这边四个病房 都是小王的 这最后一个 是方妙医生的病人 今天小王和方医生都轮休 这五房十床的病人 就都暂时交给你了 沈浪道 拿之前开的医嘱 我看一下 很快 沈浪将这些病人的病情 了然于凶 然后一个个病房寻诊过去 沈浪发现 小王医生的用药 比较趋于保守 只要病人不出大问题就行 慢慢养伤 用时间来疗养 方妙医生负责的这两床病人 用药量则都比较大 这样的好处是 病人恢复较快 但如果有副作用 抗药性也会提前显露 沈浪着重观察了 下方妙医生病房的这两床病人 其中一位 让沈浪为之驻足 这位病患 名叫徐向前 是方妙重点关照的病患 其身份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高层 这家公司 和康达医院是重要合作伙伴 所以 全院上下都很关照徐向前 可沈浪越看这个病人的病况 眉头就皱得越高 徐向前先生是吧 病例卡上写着 你的病情是心脚痛 采用的是保守治疗 沈浪边翻看病人资料 边和病人聊天 徐向前点点头 都是些老毛病了 以前也经常这样 都是输几天夜就好了 医生们都说 不值得开刀手术 沈浪看了方妙医生给开的医嘱 也都是缓解心脚痛的常用药 可沈浪敏锐的目光 却发觉病患这次的情况 有些不同 他的眼光 是以脑海里庞大的经验为基础的 再上次就得到了证实 徐先生 我带你去做个检查吧 检查 不用吧 我大前天刚入院的时候 就做过全套检查了呀 你是新来的大夫吧 知道我是谁吗 不会是想多收病人的钱吧 徐向前半开玩笑 神色也古怪起来 虽然他不缺钱 但也不会让一个无良医生摆布 沈浪神色严肃 徐先生 我不是和你开玩笑 你最近几天 有没有感觉 后背 头皮 手心 或者脚掌会大量出汗 徐向前愣了下 你怎么知道 我后背和手心脚掌 最近经常无缘无故的大出汗 沈浪脸色越发的凝重 还有 这两天明明住院 躺在病床上 没有进行过激烈运动 还是出现极度疲劳 伴有焦虑 失眠 无症状惊醒等症状 徐向前的难道 没错 我还以为是我前段时间工作劳累 没休息过来呢 沈浪就没道 这些状况 你和方医生都反应了吗 徐向前道 没和他说过这些 我以为这些都不重要呢 怎么了沈医生 我这病难道很严重吗 沈浪没有说话 用手点在徐向前的肩膀 颈部 手臂等部位 这些地方疼吗 死 疼 别按 你按着更疼 沈浪面沉似水 这些地方疼 是心肌缺血的信号 因为心肌缺血疼痛 在传递之大脑中枢神经时 会同时反映在水平相同的脊髓断区域 这意味着 徐向前有心猝死的危险 怪不得 沈浪看到这徐向前 总有种不妙的预感 沈浪立即对旁边的随意小护士道 去通知您验检 带九号床徐向前 去做心电图检查 另外 把马主任叫来 沈浪刚说完话 回头就看到 徐向前面容一紧 身体也勾搂成虾状 似乎是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沈浪连忙把手贴在徐向前胸口位置 发现他心跳突然加剧 猛烈的跳动 甚至能用耳朵听到砰砰的跳动声 世上信心勃过速 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死亡 沈浪脑海里 闪过可怕的念头 并发了 来不及去做检查了 先推一只利多卡因 然后直接推到手术室 通知马主任 立即进行手术病患有心猝死的风险 是 小护士经历的少 遇见这种急性情况 有点慌张的跑出去叫人了 下一刻 宁艳手拿注射用利多卡因冲了进来 惊艳老道的他 看到病患的突发情况 也是脸色严肃 立即挥手叫来几个护士 你们几个推并床上手术室 在途中推着利多卡因 上心电监护随车设备 另外 立即通知病人家属过来 沈医生 马主任已经通知过了 他正往手术室赶 说是让你也一并上去 沈浪心头一动 这是马主任再给他机会了 好 沈浪立即就去做数前准备 片刻后 沈浪来到了手术室 马月亭已经带着两个副主任 两个住院医生 换好了手术衣服 正在观察病人情况 讨论待会的手术细节 马月亭看到沈浪来 点头表扬道 沈浪 你做得很不错 推药和送手术室的处理 都很及时 其他人也都对沈浪点点头 几个住院医生 更是羡慕地看向沈浪 都知道沈浪这次的救人发现 肯定让主任们更重视他了 病人先心性防缺 阵发性是上性心动过速 需要开胸 断肋骨手术 马月亭为主刀医生 两个副主任为助理医师 沈浪和那几个普通住院医生 则只有旁观和打下手递东西的资格 这台手术 时间并不太长 大约进行了六个小时 期间沈浪全程观摩 过程中 他发现了好几处主刀医生处理的 不够完美的地方 如果让沈浪来操作 他可以进行得更快更好 让手术更加高效 终于 手术进展到了最后的观胸阶段 一个副主任道 马主任 您休息一下吧 手术很成功 剩下的观胸缝合 让年轻人来就行了 这话一说 一众年轻人的心思 都是活跃起来 这是个练手的好机会 观胸缝合 是整台手术的最后一步 也是最简单的一步 对于年轻医生来说 则是第一次练手的最佳机会 这种珍贵的机会 是所有助手医生 都想抢的练手活 第十二章 同事请教 马月亭恩了一声 那就让沈浪医生来试试吧 沈浪 你在急救科 也进行过简单缝合 这次的观胸缝合 涉及多层缝合 你别紧张 一步步来 几个年轻人 都是羡慕地看向沈浪 这么好的机会 竟然让这个新人给抢了 不过他们也不嫉妒 这位病患能及时送来手术室 抢回一条命 还是多亏了沈浪 这个功劳 足以让沈浪得到这次练手的机会了 沈浪点点头 站在手术台前 手术灯下 仿佛只剩下了他和病患两人 一拿起缝合针 沈浪就不自觉地进入了专注状态 几名手术护士 也以他为主 开始配合 进行最后的观胸缝合 这一幕 看得两个副主任连连点头 光是这份心境 足够沉稳 就超过大多数新手了 马月亭站在旁边 也没直接走 似乎是打算随时指点沈浪 这让别人看得又是一阵眼热 要是换了其他主治医生 这个时候会让副主任盯着 自己回去休息 或者赶去下一台手术了 哪会轻力轻微地 在这里指导一个新手 这沈浪 能得到主任的垂青 真是运气好啊 所有人都注视着沈浪 看他要怎么缝合 进入状态的沈浪 在外人看来 仿佛变了个人 病人皮下脂肪厚度不超过三厘米 并且没有明显潜在感染因素 因此 我打算使用皮肤及皮下脂肪 贯穿间断全层缝合法 几个年轻人一愣 竟然不是四层常规缝合法 马月亭赞许的点点头 由于常规四层缝合法 缝合时间长 组织暴露时间长 影响伤口愈合 沈浪采用的贯穿间断全层缝合法 能明显缩短手术时间 减少义务刺激 伤口对合整齐 符合组织解剖层次 便于伤口的愈合 而这种缝合 难点则在于缝合手法的难度更高 你们几个年轻人多看多学 两名副主任心中也是有点唏嘘 他们从常规缝合到贯穿全层缝合 至少走了一年时间 才渐渐熟练掌握 这沈浪 上手直接就是贯穿全层间断缝合 看来是深藏不落 是在之前急诊科磨练出来的吗 在众人的注视下 沈浪道给我原真和七号丝线 话音一落 护士就将工具递来 沈浪下手很稳 仿佛是多年的老手术医生 他连续缝完胸膜后 从切口一侧顶部开始进行连续缝合 缝合时针距零 三到零 四厘米 净针距切口边缘零 三厘米 将线拉紧 使之见不到丝线 缝合四到五厘米打结一次 直至另一顶端 台下巡回护士 打算给沈浪擦一下额头的汗 赫然发现 沈浪额头根本没汗 眼神更是专注沉稳 说明此刻 沈浪完全没有心慌 更进入了极为专注沉浸的状态 马月亭和两个副主任对视一眼 都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讶 一个新手 竟然能做到这个地步 难得呀 难道沈浪 天生就是做临床手术 医生的材料 再给我棱针 和四号丝线 沈浪接着缝合皮肤 及皮下脂肪 缝合时 兜底得很漂亮 一点都没留死腔和空腔 马月亭眼眸中 不住地流露出赞赏之色 那两名副主任 则是不住地点头 几个旁观的年轻人 心思已经从刚开始的羡慕极度 变成了惊叹佩服 他们扪心自问 如果换了他们自己来做 绝对做不到这么好 马月亭笑夸道 不错 小沈这第一次缝合 就颇有惊艳的样子 我记得 有些新人第一次缝合 有凤错层的 有缝出空腔的 第一次能做到小沈这种程度的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不只是马月亭表扬 那两名副主任 也是止不住地点头 他们回想 自己第一次登上手术台缝合 那时比病人还要紧张 能步双腿打仗就不错了 这台手术 终于是完美地做完了 病患徐向前 被转入重症监护 ICU病房 观察两天 如果没事 就能转回普通病房了 完整地跟随 做完一台手术 沈浪的收获也是良多 这种把脑海里的经验 化作实际操作的感觉 让沈浪感觉很爽 仿佛将别人灌输的知识 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对于脑海里经验果的吸收 也是更近了一步 沈浪预感 这样的手术多做上几十台 他就能吸收下一颗经验果了 届时 如果能吸收到神经内科 和神经外科的经验果 就可以着手给姐姐治病了 正想着 一只手掌 轻轻落在沈浪肩膀上 主任马月亭笑道 沈浪 你这一手缝合术 很熟练吗 沈浪谦虚道 我也是学习各位前辈的 别人在操作的时候 我就很注意观察 沈浪这话的意思是 起码他从各位前辈那里 知道了很多低效的 错误的方式 以后就能引以为见 马月亭眼眸中露出满意之色 挺好 既然你在这方面有天赋 下次手术 开胸的机会我也给你 小伙子 加油 好好干 那几个年轻医生听到这话 眼眸中满是羡慕 但再想想 刚才沈浪完美的表现 只能在心中感叹 人家实在太优秀了 在这方面的天赋太强了 没法比啊 刚回到医生值班室 一个年轻医生 就探头探脑的进来 沈浪医生 你忙吗 这个年轻医生 沈浪记得叫小鱼 刚才也是在手术室里观摩 不忙 有什么事 那个 中午能请你吃个饭吗 我们几个 想和你请教一下 全层缝合的技术手法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沈浪笑道 行啊 没问题 走的时候 叫我医生就行 得嘞 小鱼出来后 几个年轻医生 一股脑都围过来 怎么样小鱼 沈浪医生答应了吗 小鱼也没想到这么顺利 到 直接就答应了 啊 这么简单就答应了 好像比方妙医生好说话 是啊 方妙医生都不愿意 多和我们待在一起 一心走上层路线 一点人情味也没有 话先别说得那么早 这个沈浪医生 愿不愿意传授给我们经验 还另说呢 说不定 人家只是这第一次 抹不开面子拒绝呢 对 等中午看看 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第十三章 首个病人 中午 沈浪和一群年轻医生 来到了一家烤肉店 席间 这几个年轻医生 不停地给沈浪烤肉 加菜 拿饮料 献殷勤献得特勤快 吃得差不多了 沈浪笑呵呵道 你们不是要和我 讨论关凶风合法吗 几个年轻医生脸一红 小于腼腆地开口道 我们 不好意思开口啊 这种专业经验 大家都视若珍宝 乃会轻易告诉别人 另一个年轻医生 也说道 是啊 上次我们请教方妙医生 他就不愿意说 我们现在都不好意思问别人了 沈浪笑道 大家都是同事 互相探讨而已 说不定我还能从你们的经验中 得到启发呢 沈浪不是个闭门自争的人 况且他脑海里的经验果 及其海量 关凶全层缝合法 只是其中的沧海一宿 冰山一脚罢了 对沈浪来说不值一提 话一说开 众人愈发感觉 沈浪是个好说话 容易相处的人 当即就有好几个人 轮番地询问 手术时 他们都观摩了沈浪的缝合 同时心中也产生了许多疑问 沈浪笑道 我把大家的疑问 统一回复一下吧 你们所说的 四层缝合肠规观腹法 是最简单 也是以前最多使用的 但由于这种方式的手术 缝合时间长 组织暴露时间长 直接影响伤口愈合 像上午的手术 如果采用常规缝合 光是皮肤就要缝合 15至20针才能缝完 而且丝线结较多 作为异物刺激较大 皮下脂肪缝合时 针聚过密 影响血液循环 多异物刺激 也会引起脂肪液化 而我采用的全层快速缝合法 能缩短手术时间 减少异物刺激 腹部伤口对合整齐 也更便于腹部伤口的愈合 沈浪讲解的深入浅出 众人纷纷恍然 又对更深层次 更细节的东西 向沈浪请教 沈浪也知无不言 一点一滴的给这些人上课 一日 方妙大早上一上班 就被科室大主任 吴主任叫过去询话 方妙 你到底怎么回事 九号床的徐向前 在你的观察监护下 竟然还出了心猝死的风险 你不知道 徐先生对我们医院有多重要吗 方妙也是一阵头大 这是 他也是刚弄清楚 出了这种事 绝对是他的失责 没得跑 况且徐向前所代表的医疗器械公司 还是医院的重要合作伙伴 整个康达医院70%的医疗器械 可都是从徐向前那边拿的 方妙硬着头皮道 吴主任 徐先生没和我说过那些症状 这才导致了我的误判 吴主任砰的一拍桌子 怒道 这是病人的问题吗 这是你的问题 病患难道会事无巨细 把任何情况全部告诉你吗 你要负责引导询问相关症状 这本就是你的职责 方妙头皮发麻 只能点头 吴主任消了消气 道 幸好 沈浪医生发现的及时 这才没有酿成大错 你看看人家 为什么就能发现的那么及时 为什么就能发现 你没发现的症状 你要多反思反思 现在 徐先生已经提出了 更换负责医生的要求 鉴于徐先生的特殊重要身份 院里已经批准了 接下来 徐先生就是沈浪医生的病人了 你不要再过问 方妙低着头 眼角一抽 失去了这么重要的病人 对他的声望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可千万不要影响到他 影响到不久后的副主任竞选啊 自己多反省 以后不要再犯这种重大失误了 你方妙 可还是我们科的重点培养医生呢 别丢我的脸 出去吧 离开主任办公室的方妙 松了口气 吴主任的语气虽然严厉 但恰恰说明 还没对他失望 他依然是科里的重点培养人选 方妙抬头看了眼墙上 科室团队介绍宣传版面 那上面 沈浪的名字和照片 已经添加了上去 很刺眼 沈浪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病人 来到重症监护室 病床上躺着的徐向前 已经能睁开眼 但还很虚弱的样子 看到沈浪进来 感激的冲沈浪点点头 他心里也明白 多亏当时沈浪发现了及时 某种程度来说 沈浪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以前就听说过 有病人心猝死在病床上的 就是发现的不及时 等抢就已经来不及了 沈浪看了看监护数据 微微点头 对旁边护士道 心率平稳 现在可以用吸管喂水了 今天下午就转回普通病房吧 然后去拍个胸腔的片 看看有没有胸腔基验 把结果告诉我 重症护士点头记下 这个护士坐视利落 是重症监护科室 近几年的优秀模范 专门派来看护徐向前 看来徐向前的特别身份 让院里很是重视 到了下午 沈浪就拿到了徐向前的胸腔拍片 沈浪来到普通病房 九号床前 徐向前的脸色已经好了许多 能稍微下床活动 上厕所了 恢复得不错吗 沈浪笑道 徐向前一眼就看到了 沈浪手里的片子 问道 沈医生 我的手术成功吗 沈浪笑道 挺成功 胸腔也没有基验 明后天再做几个常规检查 确认没事的话 你后天下午就能出院了 徐向前心中一松 脸上终于露出笑容来 沈医生 这次多亏是你 我发觉啊 你的专业素质比其他医生强多了 这才强烈要求 划分到你负责 沈浪笑笑没说话 徐向前道 沈医生 我这种先天性心脏病 虽然做了手术 但终归是个需要长期注意保养的病 以后我就专门找你了 你可别嫌麻烦 我这病就认准你了 沈浪心中一笑 这还得到了个长期忠实的病人 行 以后你感觉到不妥 就挂我的号 另外 我建议你每个月体检一次 到时来找我就行 徐向前点点头 其家属也都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感激的冲沈浪笑笑 沈医生 我出院后 家人会为我举办个小型的接风宴 也是你的感谢宴 你可一定要来 行不行 沈浪考虑了下 哦 如果到时不忙 我会去的 这徐向前身份特殊 他医疗器械公司高管的身份 教好的话 也是一种社会人脉 教好这种人 对沈浪个人来说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第十四章 私人保健医生 进入心胸外科住院部的这几天 沈浪和年轻医生们的关系 是越来越好了 只要是有人过来和沈浪请教 沈浪必然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每天进出时碰到 年轻医生们都热情的和沈浪打招呼 而当碰到方妙 这些年轻人们表现的就比较冷淡了 不知不觉间 在基层年轻医生中 沈浪的声望逐渐树立起来了 这些方妙都看在眼里 但他却并未在意 丝毫不担心 沈浪会影响到他的前程 不说沈浪资历太轻 进入心胸外科也就没几天的光景 就说到时的副主任选举 那是医院高层开会投票决定的 和这些基层的医生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方妙只要一门心思的 走上层路线就对了 在方妙眼里 沈浪强的只是人员好一点罢了 对他不构成实质上的威胁 沈浪也沉得住气 现在 他就是在等待马主任 给他的开胸机会 这些都会变成 他一步步变后的履历 履历越后 才能获得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 第二天下午 徐向前终于痊愈 可以出院了 他当天就邀请了沈浪 参加他的接风宴 也是对沈浪的感谢宴 沈浪一下班 徐向前就专门派了奥迪车 过来接沈浪 一路来到市中心 好远国际五星级酒店 这就是有钱人的圈子 沈浪在宴会大厅转了一圈 发现能参加徐向前宴会的 非富即贵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沈浪甚至看到了几个本事杰出的 经常上电视的人物 和这些人比起来 沈浪医生快来这边 徐向前一看到沈浪 神色就是一喜 连忙亲自跑来 将沈浪拉到了最上手的主桌上 这一桌做的 全部都是能和徐向前 相媲美的上层人士 没有点分量的 是做不到这一桌的 那个年轻人是谁 徐总竟然亲自去迎接了 竟然还带到主桌了 从来没见过呀 不知道 估计是哪个大公司老总家的公子吧 看着挺年轻啊 我知道 他就是徐总说的 救了他一命的医生 估计医术不错 不然徐总不会这么费心思的时候 竟然这么年轻啊 我以为 怎么也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医生呢 在众人心目中 医生这个职业 还是越老经验能力越强的 主桌上 徐向前热情的给沈浪介绍 沈医生 这位 是是华康医药公司的主管 是我的好兄弟 这位是我公司的总经理 徐向前给沈浪一个个介绍过去 被介绍的人 看在徐向前的面子上 也都笑盈盈的 举杯和沈浪隔空碰了一下 众人看徐向前对沈浪如此热情 从史之中说话都是 围着捧着沈浪说话 他们对沈浪的态度 也变得客气 沈浪将这些人的名字记下来 有的递过来名片的 沈浪也都接下 这些上层人脉 将来在职场中 或许再某一天就能用到 整场 徐向前都照顾着沈浪 不让他受一点冷落和难堪 到了后半场 快结束的时候 沈医生 你跟我来 徐向前把沈浪单独叫到了一个小包间 沈浪发现 这里坐着吃饭的是徐向前的妻子 一儿一女 可以说是徐向前最亲近的 无需避讳的人 徐向前从怀里 掏出一个红包来 里面是一张卡 沈医生 这里面是20万 你先别拒绝嘛 我知道你们医院有规定 不能收病人的红包 卫生系统 医学会也监管着你们 不能收受贿赂 但我这可不是贿赂你的红包 而是有求于你 徐向前诚恳的道 我这先天性心脏病 经常发病 老是让我老婆和孩子担心 虽然现在做了手术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有可能会复发 所以我想请你 做我的私人保健医生 每个季度 我出20万来聘请你 这张卡 就是第一个季度的薪资 这可以吗 旁边徐向前的妻子 也出声道 沈医生 我们很感激 你这次救了老徐 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老徐的病 你也知道 先天性缺陷 我们一家人经常提心吊胆的 如果你能答应下来 那样我们全家心里也踏实一点 徐向前插话道 从你能察觉到 我当时心猝死的症状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的医疗眼光和手段 绝对比其他人强很多 我有这种预感 有了你做私人医生 我的病就不会复发 我才能踏实 我家人才能放心 沈浪略一思索 最终点了点头 目前 私人保健医生 在国外和港台地区比较流行 20万每季度这个价位 在上层人士中也不算什么 别人能做 沈浪自然也能做 当然 以沈浪目前的资历 拿到的这个价 已经是天价了 这肯定也有徐向前 出于感激心理的原因 不过 沈浪真实的能力 绝对能让徐向前这20万 值回票价 那 我就答应了 既然我做你的私人医生 那我会给你 制定一个定期体检计划 每个月来医院 做一次完整的全身体检 每周至少见我一次 我会给你做出 及时的身体调理 看到沈浪答应 徐向前也是松了口气 其妻子的脸上 也露出了笑容 其实私人医生什么的 他们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事实上 两口子还是希望 沈浪能收了这20万 作为之前救命的报答 当以后的某天 真正用到沈浪的时候 他们才会无比庆幸 今天做出的这个决定 从酒店出来 沈浪也在考虑 给徐向前做私人医生 一下就多出了 每季度20万的收入 能把家里的条件 一下子改善很多 这是他踏踏实实做医生 三四年才能赚到的 我是否需要去注册 一个多点职业资格了 有了多点职业资格 沈浪就不用再局限于 在医院做医生 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收入来源 回去咨询一下谭姐 看怎么注册 这个多点职业资格证 第十五章 争抢开胸的机会 当天晚上 沈浪就给谭静雅 发了询问信息 关于多点职业 没多久 谭静雅就把相关的申请资料 和需要准备的手续要求 给她发了过来 这资格要求 对我来说并不难 沈浪看了一遍 她完全可以先申请着 然后等待批复就行 一日 沈浪到了岗位 她唯一的病人徐向前 也出院了 沈浪又成了光感司令 今天的工作 估计又是分配她值班寻诊 这时 马主任的电话打了过来 沈浪 你上会议室来一趟 沈浪眉头一挑 她早就等着呢 刚才她就听说 科室里的几个主任 要在下午联手 做一台大型手术 现在正在会议室 做数前细节商讨呢 沈浪听到这消息时 就有预感 这次的开胸 马主任估计会为她争取一下 果然来了 沈浪到了楼上会议室 发现里面人不熟 吴主任 刘主任 马主任三大主任都在 三名副主任医师 也全部在场 除此之外 方庙也赫然列席在下手位置 拥有了旁听数前细节的机会 见沈浪进来 马月亭对她微微点头 压低声音道 待会 问开胸的时候 积极点 沈浪用极地的声音道 好 沈浪落座 众主任继续讨论 这次手术的细节 沈浪听了话也明白了 这次要做一台体外循环的 冠状动脉心脏搭桥手术 会使用大型体外循环机 并采取动脉搭桥的方式 技术要求高 手术难度大 沈浪一下 就兴奋起来 这是沈浪加入新胸外科以来 经历的第一场大型手术 这么大的手术 怪不得新胸外科的领导 全部要上阵 一上午的讨论后 手术核心部分的细节和分工 全部讨论完毕 就剩下开胸和最后的关胸缝合 没有分配了 按照惯例 这两个部分较为简单 会留给资质好的年轻医生 来增加他们的经验和履历 吴主任出声道 手术第一步开胸 是个魔力人的机会 你们谁愿意做 我愿意 我愿意 同时有两个人 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声音 除了沈浪 就是方妙 沈浪看了旁边一眼 旁边的方妙也看过来 眼神中有些诧异 方妙有点没想到 沈浪这个新手 基础还没打牢 应该还在关胸缝合的练习阶段 怎么会和他抢更难的开胸的机会 方妙看向吴主任 眼眸中是询问之色 意思是 这种新人的要求 也能答应 沈浪则是十分淡定 吴主任则扭头 看向马月亭 方妙是他吴主任一手带的 他很清楚方妙的水平 是绝对够这次大型手术开胸的资格 沈浪是马月亭的人 他要看看 马月亭是什么说法 马月亭不疾不虚道 吴主任 沈浪这孩子 上次的关胸缝合 十分亮眼 几乎堪称完美 这点 两位副主任都能证明 吴主任的目光扫过去 只见参与上次手术的两个副主任 都是微微汗手 马月亭笑道 我觉得 应该给沈浪这种有天赋的年轻医生 多一些锻炼的机会 况且 我记得上次开胸 就是由方妙医生做的吧 这次换沈浪来做 两人也能相互对比一下 茶漏不缺 吴主任沉吟了一下 一直没开口说话的那名副主任 忽然道 可是据我所知 沈浪医生从未有过开胸手术经验吧 开胸可比关胸缝合复杂得多 这么重要的手术 我看还是换有点经验的为好 马月亭笑道 这没事 我们这么多老人坐镇 随时就能指点他 万一出什么纰漏 我们也能及时帮忙 吴主任 你说是吧 吴主任考虑了几秒 最终点了点头 心中则暗暗留意 马月亭从来都很淡然 一直不参与科室的争斗 一直都没有力推过年轻医生吗 这个沈浪 到底做了什么 能让马月亭如此大力推荐 不管如何 既然马月亭难得的在全员会议上提出来了 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好 那就这么定了 待会就由沈浪医生负责开胸 方妙医生吗 这次你就负责关胸缝合吧 方妙不甘心的点点头 深深的看了沈浪一眼 会议结束后 沈医生 你真有开胸的把握吗 如果手术时犯了错 影响可就大了 领导心中一旦对你形成坏印象 影响你的前途呢 方妙医生道 不如你把这开胸机会给我 沈浪看了他一眼 你小心自己的关胸缝合别出错吧 说完 沈浪就没理会他了 方妙脸上一片阴霾 沈浪的心思 则放在开胸的术前准备上 脑海里过了一遍手术器械的操作 复习了一下开胸手术的过程 终于到了手术时间 进入手术室 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 沈浪负责开胸 是守卫主刀医生 沈浪医生 准备开始吧 马月亭提醒到 马月亭的内心中也有些紧张 沈浪是他一力推荐的 这是沈浪人生中的第一次开胸 就在这么大型的手术上 待会可千万不要紧张啊 如果出的纰漏太大 他也会丢面子 不说能像上次表现的那么镇定完美 只要发挥出上次50%的沉稳来 就足够了 沈浪点点头 检查手术器械 剖腹包两个 体外敷料 胸骨锯 11号刀片 成人套针 4号和7号丝线 吸引器 皮肤保护膜 窗壳贴 电刀 鼓辣 输血器 冲洗器 胸银管 灯罩 胸骨针 各型号滑线 敌轮补片 粘片 6成以14敌轮线 支撑管 阻断带 主动脉插管 上下枪插管 转机管道 灌注针头 沈浪检查得很仔细 有条不紊 吴主任几人 看到沈浪这份沉稳 心中也对沈浪有了一丝好感 这个年轻人 不茅草 是个可造之才 病人现已经全身麻醉 采用仰卧位 可以开始手术 手术切口 胸骨正中切口 第一步 皮肤消毒 沈浪吩咐着护士 整个人已经进入了专注状态 递干杀 沈浪将胸骨刀 沿胸骨中线 对旁边护士道 走 护士立即配合 打开胸骨刀仪器 皮肤 胸骨前隔层组织 依此切开 到了这一步 吴主任 马主任等 都专注起来 很多新手在这一步 一见到血腥的鲜活的人体 难免会产生抗拒心理 无法再做到专注 此刻 旁观的那几名年轻的医生 眼神中都露出一丝异色 在努力地克服着心理状况 反观沈浪 眼神连躲闪都没有 用专业 冷静的目光 注视着切口 吴主任有点讶异地 看了马月亭一眼 他忽然有点明白 为何马月亭这么历见 沈浪这个年轻人了 第十六章 第二个重点人才 紧接着 沈浪以小直角 分离颈前肌肉 再用两个中弯夹夹剑突 使用弯茧剪开格集中心剑 再用长捏 游离胸骨 最后 用直茧剪开 未被完全聚开的胸骨 用鼓腊 再换双叶胸撑 一整套流程操作下来 动作流畅 不拖泥带水 丝毫不像一个 第一次做开胸手术的新手 随着沈浪动作的进行 吴主任眼眸中的赞赏之色 越来越浓 直到这最后一步 吴主任口罩后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他仿佛看到了 季方妙医生之后 科室里的第二名可造之才 甚至沈浪 在天赋核心理素质上 比方妙 还要好上一些 马月廷看到中途时 心中就松了一口气 知道沈浪这表现 足以对得起他的利剑了 等看到后面 心中更是有些激动 马月廷发觉 他上次对于沈浪的评价 其实还是有些低了 能如此完美地完成开胸手术 沈浪在心胸外科手术上的基础 可以说 已经非常扎实了 光论开胸和关胸缝合 甚至比科里的那几个副主任 谁准都要高上一件 手术室中 有一个人的眼神 却是有些阴沉 当方妙看到 吴主任眼眸中那一丝赞赏 他就感觉要糟 如果待会关胸缝合 他没有好好表现 出了纰漏 让吴主任失望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了 吴主任的看中 是他最为仪仗的东西 是绝对不能丢的 终于 沈浪做完最后一步 他也松了口气 开胸完毕 吴主任 一个肯定的眼神 没有再多说什么 吴主任抓紧时间 上了手术台 开始建立体外循环 手术当中 必须抓紧时间 病人一旦开胸 体内组织每多暴露一分钟 对病人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除了必要的交代 医生们之间 并不会多说无关手术的话语 能给沈浪一个肯定的眼神交流 已经很不错了 马月廷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冲着沈浪点点头 也没有多说 方妙心中郁闷无比 可还是努力积极地调动大脑 争取待会 把最后的观胸缝盒 给做到最完美 让吴主任刮目相看 接下来的手术 虽然和沈浪没什么关系了 但他并没有离开 而是全程参与 观摩 每次主导医师 做出什么判断 或者使用什么手法 沈浪都在脑海中 寻找更具优势的办法 最优解 沈浪发现 这种不断的实操对比 也能促进经验果的吸收 变成他自己的东西 就是会比亲自实操慢许多 整台手术 都做得相当成功 便是最后方妙医生的观胸缝盒 做得也很不错 得到了吴主任的称赞 这种人出了手术室 出了门 吴主任还拍了拍沈浪的肩膀 对他点头道 小沈 没想到你的基础 打得还挺扎实 沈浪谦虚道 主任过奖了 我也是和各位前辈学的 以后还得向各位主任多多学习啊 吴主任笑道 你就是太谦虚了 单说你开胸的水平 我敢说 这些年轻医生里 一个都比不上你 就是一些老资格医生 也不敢说一定就能超过你 年轻人 表现得不错 继续加油 咱们磕啊 就是缺乏你这种继承人 多谢吴主任夸奖 您再说 我都要飘起来了 沈浪笑道 两人都是大笑 远处 方妙换好衣服出来 正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幕 面沉似水 以前吴主任夸赞的对象 从来都是他方妙 这还是第一次 被别人抢走了机会 方妙感觉到了一丝威胁 如果他不采取点措施 风头 怕是都要让这沈浪抢了 接下来的时间 沈浪又回到了值班医生的状态 不过他发现 从上到下 不论是吴主任 刘主任 还是那几个副主任 对他的态度 悄然间 好了不少 这从平时路上遇到的态度 说话时的语气上 就能感觉到截然不同 这种气氛 自然也影响到了 下面的医生们和护士们 众人都隐隐约约感觉得出来 沈浪似乎受科里的领导们关注了 沈浪有可能成为了 除芳妙之外 科室里的第二个重点 培养人才了 不过 沈浪没飘 起码表面上没飘 马月亭忽然找到沈浪 跟我来 沈浪疑惑 怎么这么神秘 到了没人的拐角处 马月亭笑道 沈浪 我那篇论文 发表了 沈浪很快反应过来 是他给马月亭 批改过的那篇 非体外循环心脏搭桥手术 可行性论述的论文 恭喜啊 马主任 沈浪笑道 马月亭从钱包中 拿出三落钱前来 道 这篇论文 有你的一份功劳 我总共得到 稿费八万块钱 这里面 得有你三万块的功劳 沈浪没有接 连连摆手拒绝 主任 我就是修改了 两个小地方 不值一提 那篇论文 可全是你的功劳 不 你那两处地方 修改的很关键 如果没有你 帮我修改 论文能不能发表 还两说呢 沈浪坚定地推回去 道 主任 我那也是 对这个课题很感兴趣 这才改的 可不是为了你的钱 要不这样 你请我吃一顿 就行了 这三万块 沈浪是打定了 逐一不收的 如果真收了 那他只能得到 这三万块 不收的话 他能得到更多 放长线 钓大鱼 就是这么个意思 马月亭看沈浪 坚决不收 只能作罢 他内心是非常感谢沈浪的 论文发表后 得到的可不单单 是八万的稿费 这么简单 他更看重的是 论文带来的名望 和资历的增长 专业领域 对他的评估的提升 这篇论文的发表 意味着在 飞体外循环 心脏搭桥这个领域 马月亭在本市 也算是站稳脚跟了 行 那我就请客 来报答你吧 马月亭都做好 被沈浪大载一顿的打算了 结果 沈浪就选了医院旁边 一个小饭馆 人均消费 二十多块钱的那种 你这是 马月亭哭笑不得 沈浪笑道 马主任 这样就行了 马月亭不由得 多看了沈浪一眼 现在的年轻人 马月亭更看重沈浪了 心中再次产生了 提携后背的想法 第十七章 双刃剑 马月亭心中一动 将自己的一个想法 说了出来 沈浪 我打算在咱们医院 着手尝试开展 飞体外循环心脏搭桥手术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进我的小组 沈浪一听 眼睛猛然一亮 只有马主任 这个身份地位的人 才有资格开展 这个研究课题 这下 沈浪能搭上顺风船了 马主任 我当然愿意啊 马主任笑道 好 既然我的论文 你也有参与 说明你在这方面的理论体系 也不比我差 那么小组的骨干 就以你我二人为核心 有相关资料和数据的花 我会和你分享 咱们共同进步 沈浪心花怒放 这个机会来得太好了 之前没要那三万块钱 就是为了放肠限钓大鱼 现在 大鱼终于来了 这件事 暂时先不要声张 我还要做一些准备和筹划 再在院里和医学会那边 报备一下 沈浪点点头 开展一项新手术技术 不是那么容易的 光流程手续 就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由马主任出面 就比沈浪自己去搞 要简单很多 沈浪的手机响了起来 一看来电显示 谭静雅 沈浪连忙走到外面去接 谭姐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那边谭静雅道 还不是为了给你办事 沈浪心中一动 心情激动了一下 难道是 我的多点 职业资格正下来了 谭静雅温柔的笑道 还没下来 不过也差不多 谭姐 你就别卖关子了 沈浪抱怨道 谭静雅道 手续都办好了 下午你跟我去一趟 行政审批大厅就行 打印证件时 需要你本人在场 录入你的指纹和头像呢 沈浪心中大喜 好事啊 这多点职业资格正 终于下来了 以后 她就能合法的 再多出行医了 估计谭姐为她这事 这几天跑了不少地方 省了沈浪走 手续流程的事 她只要去领个县城的证就成 谭姐 太谢谢你了 沈浪由衷地感谢道 谭静雅非亲非故的 却是多次帮她 这份恩情 沈浪记下了 到了下午 沈浪迫不及待的 早早就来到了 行政审批大厅 没想到谭姐更早一步 已经在等着她了 两人结伴 走进行政审批大厅 里面卫生系统负责办证的人 显然认识谭静雅 谭会长 您来了 是来办多点职业资格证吧 我们主任和我说过您这事 没错 怎么样 现在能打证了吗 可以的 您稍等一下 那边坐 两人没等几分钟 工作人员就把沈浪叫过去 录入指纹 拍摄头像 很快 一张崭新的绿皮证书 就到了沈浪手里 谭姐 能拿到这张证 要多谢你 谭静雅笑道 光嘴上感谢啊 沈浪愣了下 难道以身相许 下意识地瞅了眼谭静雅的身体 嗯 高调挺拔 大家闺秀 很有气质 想什么呢 谭静雅笑眯眯的眼睛 微微一眯 沈浪吓了一跳 谭静雅笑道 那我可得宰你一顿 你最近赚了一笔大钱吧 做私人医生啊 以谭静雅的能力和位置 再加上今天这张多点职业资格证 不难知道沈浪的事 沈浪一咬牙 肉疼道 行 难得请谭姐一次 咱们就去豪远国际大酒店 谭静雅这次也没客气 这顿就让你知道疼 下次姐亲自下厨 让你尝尝手艺 沈浪觉得 谭静雅话里有话 不过 她没想那么多 打车来到了豪远国际大酒店 这还是上次 徐向前请客的那家饭店 沈浪带着谭静雅 熟门熟路的进到酒店里面 沈先生 您好 迎宾竟然在沈浪上次来过一次时 就记住了他这张脸 请两人到旋转餐厅就坐 沈浪悄悄打亮谭静雅 就见谭静雅优雅大方 言行举止 在这里丝毫不犯处 仿佛出入这种五星级豪华场所 像是家常便饭一样 沈浪在想想谭 静雅居住的高档小区 开的也是豪车 就知道谭静雅身后的家庭背景 恐怕也不一般 边吃饭 谭静雅道 沈浪 这多点职业 你别以为是好事 这是一把双刃剑 啊 沈浪一愣 这不是好事吗 谭静雅道 说是多点职业 但很多医生并不会主动去申请 因为还要顾及到本院领导的想法 一个医生去外面兼职了 那本院领导会怎么想呢 他把本院的工作做好了吗 病人安顿好了吗 科室计划任务都完成了吗 很多医生考虑到这个原因 也就不会去主动申请多点职业资格证 沈浪眉头微微一皱 确实是这个道理 谭静雅道 所以 姐劝你一句 如果你真想多点职业 给别人当私人医生 你先得处理好本院的工作 这需要你能力更高 做出更突出的成绩才行 这样 才没人在你背后嚼舌根子 简而言之 对你的要求更高了 你能做到吗 谭姐的话 说得很委婉 其实意思就是 沈浪有了这个多点职业资格证后 会出现各种对他不利的疯传 不论领导 自己这么想 还是这些疯传 进入领导耳朵里 都会对沈浪的前途 造成不好的影响 此刻 沈浪终于明白 谭静雅话里有话的意思了 今天谭静雅宰他一顿 原来就是想敲打他 让他顾及一下人言可畏 让他别有点成绩就膨胀 但沈浪担心这些吗 谭静雅不知道他的秘密 如果换做其他人 或许会不自信 在这方面有所顾虑 但沈浪不同 他有无与伦比的医术实力 他会做出成绩 做出别人无法撼动的 突出亮眼表现 让别人无话可说 沈浪有这个底气 接下来两天 沈浪轮休 这是沈浪成为正式住院医以来 第一次排休息 沈浪打算利用这个时间 回家里一趟 手握20万块钱 怎么也要把家里的条件改善一下 沈浪的家在郊区乡下 坐了的大巴 一个多小时才颠补回来 第18章 提名权 妈 在哪呢 村里平房 吴慧兰正在忙里忙外 突然听到儿子声音 吴慧兰连忙从厨房出来 沈浪回来了 今天你不上班啊 妈 这两天我轮休 你又在腌咸菜啊 吴慧兰笑道 妈可不就爱吃这一口吗 沈浪就没到 妈 别吃咸菜了 我可记得 解德病以前 你有多爱吃新鲜蔬菜的 你现在吃咸菜 纯粹就是为了省钱 妈 给 这是五万 你拿着买菜和日常花销用 吴慧兰吓了一跳 怎么有这么多钱 你工资没这么多吧 沈浪笑道 妈 我给一老总当私人医生 每季度挣二十万 妈 你何解也别住这村里平房了 我在镇上 给你们联系了租住公寓 条件好 冬天还有暖气呢 二十万啊 那老板可舍得花钱 吴慧兰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在他眼里 这就是天文数字了 竟然还有人愿意花二十万 请人当私人医生 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 这还是一个季度 也就是三个月的钱 这样一算 儿子这是赚大钱了呀 要是这样 吴慧兰听到儿子这么能赚钱 也有点犹豫了 村里环境确实不太好 自从姑娘得病成了植物人 村里的各种诋毁的传言就来了 更是有一些熊孩子 经常隔着院墙 往院子里扔碎砖头 而且到了冬天 一下雪降温 姑娘躺在床上不动 体温更低 手上脚上老是启动窗 把她心疼得不行 要是能住上楼房公寓 有了暖气 对姑娘身体恢复也好啊 妈 听我的就对了 我都已经预付了一年的租金 两万块 你不住都浪费了 再过一段时间 我存的钱再多点 直接在城里给你买套房 听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吴慧兰也接受了 听到儿子还要买房 吴慧兰脸上不自觉的有了效益 这辈子 没能给儿子攒个房 是吴慧兰最大的遗憾 现在这社会 没房 砸娶媳妇啊 这下子出去了 能自己买房了 两人收拾东西 把一些日用品 和姐姐抬到租来的车上 根本不用怎么收拾 咦 慧兰 这是出远门啊 还是给姑娘去看病啊 邻里一些大妈们 围了过来 吴慧兰自豪道 沈浪挣钱了 接我们去城里住 啊 以后都不在村里住了 那这院子 你们不回来打理了 有的人 心思就乱动起来 是不是能占了这个院子 做点什么用 沈浪眼神一动 他回到租的车上 从车后备箱里 拿下来五六个大编织袋子 每个编织袋里 都装着大包小包的洗衣液 牙膏 毛巾等各种日用品 沈浪大娘们 这送给你们 每人一袋 以后 我们不在的时候啊 还请你们帮忙 顺带照看一下我家 别让小拓光顾了 哎呦 这孩子 真是有心了 大娘怎么能收你的东西呢 哎 这可真不少啊 够我们半年 用了都 沈浪你放心 大妈帮你看家 谁都不能进你家院子 回来你放心吧 以后 我看哪个熊孩子 敢再往你家里丢十块 我饶不了他 一群大妈看到这些东西 眼睛都亮了 这每一袋的成本 连一百块都花不了 却能起到不小的作用 来到镇上 进入居民小区 环境焕然一新 吴慧兰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安顿好老妈和姐姐 沈浪又给买了些日常用到的物品 简易的家具 妈 你别像以前一样 老是省着花钱 儿子现在赚钱很快的 知道吗 挣着双份工资呢 医院还给我开工资呢 行 知道了 吴慧兰额头的皱纹 都展开了很多 今天恐怕是他近十年来 最高兴的一天 另外姐姐的病 我现在是正式医生了 也有点眉目了 慢慢来 我会治好姐姐的 嗯 妈知道了 吴慧兰眼眶里的眼泪 止不住的就流下来了 她心里剩下的遗憾 就是得病成植物人的沈兰心了 离开工寓后 沈浪独自盘算 前前后后花掉近八万 还剩十二万 这笔钱就先攒下来 别乱花 留着将来给姐姐治病用 沈浪心中有个计划 就看到时能不能实现了 安顿好家里 沈浪坐车 回到了市区 康达医院 屁股还没坐稳 那几个年轻医生 又来找沈浪了 沈医生 我们能请你吃饭吗 沈浪哑然失笑 估计这些人 是又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他了 最近这段时间 这些年轻医生 也和他混熟了 隔三差五的来上这么一出 行啊 沈浪和这群人出了医院 打了个车 朝着一家新开的火锅城而去 刚下车 沈浪目光落在远处 有道身影 似乎有点眼熟 年轻医生小鱼 像不像咱们医院的方庙医生 众人闻声看去 只见方庙症 是刚从另一出租车下车 踢着两手的离品带 朝着一小区走进去 是方庙 那种形态举止 肯定是他 那小区 不是咱们医院 王副院长的居住小区吗 那家伙 估计又是去给王副院长送礼了 我敢肯定 他是为了过段时间的副主任选举 谁让人家和王副院长有关系呢 咱们想送还没得送呢 沈浪心思一动 吃饭的时候 和王副院长有关系 小医孝道 也没什么硬关系 听说是方庙的叔叔 以前给王副院长开过车 当过司机 就这么一层薄弱的关系 主要还是靠方庙 经常去送礼为戏 这方庙送礼啊 不是一回两回了 除了给王副院长送礼 还经常给仓副主任送礼呢 谁让人家有提名权呢 仓副主任再过几个月 就要退休了 他空出来的副主任位置 方庙早就眼红很久了 原来如此 方庙为了这副主任的位置 最近又抓紧给领导们送礼了 沈浪还不知道 方庙正是因为最近感受到了 他带来的威胁 这才又加紧送礼的 第十九章 小组骨干 沈浪思索了下 首先 他要想竞争副主任 有提名权是第一步 除了仓副主任 还有谁有提名权 沈浪问道 小鱼仔细想了想 按照规定 除卸任的本人 有一个提名权以外 其所在科室的大科室主任 也就是咱们大外科的主任 也有提名权 沈浪脸色不太好了 刘长庚 不过 咱们大外科主任 是之前的刘长庚 已经让沈哥 你给搞下台去了 所以 众人都眼神古怪的看着沈浪 当初沈浪搞到刘长庚的事 确实引起过一阵子哗然 不过后来大家想想 刘长庚是自身犯错 身形太歪 这才被一个实习医生轻松搞倒 究其根本原因 还是刘长庚自身的问题 这样一来 估计得等新的大外科主任上任 才会进行提名了 也不知道 谁会是咱们大外科的新主任 沈浪心中莫道 看来 他的提名权 要落在这个新任大外科主任身上了 也不知道 倒是谁会接任 沈浪目前能做的 就是让他身上的成绩足够亮眼 倒是足够突出 马月亭这几天 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组建他的飞体外循环 心脏搭桥治疗方案小组 这期间 马月亭和沈浪的交流 尤其频繁 和沈浪进行了多次商量和探讨后 马月亭越发感觉到 沈浪在这方面的专业性 理论知识非常丰富 在很多细节上 马月亭焦头烂额 无所适从的时候 沈浪总是能恰到好处的 帮他提出非常合适的解决方案 这让马月亭欣喜不已的同时 对沈浪也是愈发的看重 终于 这天 马月亭的理论资料准备完毕 小组正式组建 会议室中 马月亭坐在首位 两个胸外科副主任 两名主治医生 坐在旁边 今天 是咱们小组正式成立第一天 其实在此之前 我和各位 已经有了很多接触 在理论建立阶段 和你们每个人都有取经 众人客气地笑 马主任你太谦虚了 在非体外循环这一款 你就是专家 我们就是悄悄编骨 配合配合你而已 没多大功劳 马主任现在啊 放眼全是 在不停跳飞 体外循环领域 那是数一数二的人才了 就说是医院 有像马主任一样 发表过相关论文的人吗 听着这些马屁 马主任虽连连摆手 但心中也是很受用 这些人说的 也却属实 他在康达医院建立这个小组 也算得上是 全市各大医院 在这个领域的 头一次尝试 如果真能成功 那绝对是轰动性的 甚至能超越市医院 在这个领域 成为全市最权威的医院 所以 马月亭要组建这个小组时 康达医院的院委会 给予了很高的重视 各方面都很配合 马主任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一名副主任道 马月亭看了看手表 大家再稍等一下 还有一位骨干成员没来 众人一愣 还有一个人 之前没听说 在座的各位 已经是康达医院里 心脏病方面 各个拔尖的了吧 难道吴主任和刘主任 也要加入进来 众人疑惑道 马月亭笑道 不是他俩 这次的不停跳飞体外循环 是我最擅长的主场 就是吴主任和刘主任 想插手 也是有心无力的 咱们这位骨干 另有其人 众人心中 都有所留意 能让马主任称为骨干的 恐怕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敲响 众人郑重的目光 都看向门口 想看看最后那位骨干 到底是谁 不好意思 来晚了 刚才寻诊值班 沈浪脸上带着欠然 走到里面坐下 马主任 我是不是耽误大家了 没事 快坐吧 马月亭热情道 众人一愣 沈浪 心转正的住院医生 那两个副主任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心中甚至有些不舒服 他俩比沈浪职位高 自立后 在马月亭成立这个小组时 也出力很多 连他们都没能得到 一个骨干的称谓 沈浪这个年轻人 凭什么 马月亭仿佛看到了 众人的疑惑 主动出声道 沈浪医生他 参与了我那篇论文的修改 和润色 什么 就他 众人皆是一惊 那篇大放一彩 在全市的心脏病 非体外循环领域 引起重大轰动的论文 竟然背后 还有沈浪的参与 马主任 那篇论文的润色 不是医药研究所的新老吗 马月亭道 在前半段 是新老 后来则是沈浪 新老对于沈浪的评价 比我还高 竟然连新老都知道沈浪 而且还评价颇高 众人仿佛做梦一般 马月亭还没说完 并且 在这次小组的医疗理论方案 筹备阶段 沈浪医生 也做出了不亚于我的贡献 在这个领域 你们都可以向沈浪医生 多探讨交流 这话说的表面客气 但翻译一下就是 在理论上 你们都不如沈浪 众人虽然压制下 心中的疑惑和不舒服 但时不时怀疑的目光 还是暴露了他们内心所想 马月亭也只能说这么多了 欠然地看了沈浪一眼 接下来 能否让众人甘愿折服 只能看沈浪自己的了 沈浪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下面正式讨论医疗方案 第一个 明确心脏不停跳的特点 和适宜人群 这由沈浪医生来主讲 沈浪点开 PPT 站在大屏幕上 徐徐到来 传统的手术方式 再来诸多缺陷 如创伤大 术后康复慢 术后并发症多 而我们小组宫间的心脏 不停跳搭桥 因为不使用体外循环机 避免了因心肌缺血导致的 在灌注损伤 使得我们手术风险降低 有创伤小 康复快的优点 能有效减少各种并发症 如心肌梗死 心率失常 与传统的体外循环手术方式相比 患者住院时间减少 也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会吸引更多的病患前来就诊 对于我们医院来说 单独患者的住院时间专家简短了 但因为全市 只有我们一家医院 有这座这项手术的能力 病患数量会大幅增多 总体而言 我们医院的营收会更多 这一块 众人虽然听得认可 但没几个人点头 这只是意义和优势 并不涉及专业理论 等一会儿 沈浪讲到专业内容时候 他们才要挑沈浪的次 第20章 专题宣传造势 下面 我讲一下适宜人群 心脏不停跳搭桥 适应左主肝病变 或三肢病变 急性心肌梗死 出现心律失常 内科救治无效的人群 也适合 另外 慢性完整闭塞的部分单肢 和双肢病变 也属于适宜人群 沈浪语气一转 然而 不停跳搭桥 也不是万能的 有很多不适应的人群 大家要注意 由于在全市 还没有一家医院有过尝试 没有经验跟我们学习 所以 我在这里点到 大家以后注意即可 一个副主任突然出生 沈医生 不停跳和飞体外循环 代表着更现代化 更先进的治疗方式 这怎么还不适用啊 难道传统的心脏停跳 才适用 马月亭扫了这人眼 知道这些人 不服沈浪做骨干和主讲 开始给沈浪挑刺了 这从其他人的表情中 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提问者一说 其他人 都等着看沈浪出丑 沈浪笑道 确实 有些病情 还真是更适合传统的 心脏停跳情况下治疗 比如 三肢病变中 病变的血管 如果较多 就不适用 因为不停跳治疗 属于介入性治疗 介入行治疗的 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 血管不能过于狭窄 如果狭窄 则得依靠血管支架 如果支架过多 导致本就狭窄的血管 再狭窄 会很容易引起血栓 而且 病人的经济负担 也会加剧 每个血管支架 可都要2-5万块钱呢 除了那个副主任之外 其他人不由的点点头 确实如此 因为这点原因 从医疗方案上 就得排除这种选择 沈浪徐徐道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 伴有新功能不全的患者 这种患者 需要完全性的血运重建 以促进缺血心肌的恢复 所以传统的体外循环机 反而会对病患有好处 这一点 介入性治疗很难做到 这一讲 沈浪从体外循环 和非体外循环的利弊 讲到介入性治疗 和传统性治疗的各自优点 以及心脏支架 和搭桥的互相关系影响 甚至是最后心脏搭桥树后的 护理注意方式 都罗列的清清楚楚 马月亭在旁边 露出欣赏称赞的眼神 其他人 眼眸中的那骨子不服气的目光 也渐渐的 简淡了很多 很多人 慢慢从心底承认了 这沈浪一声别看年轻 懂得确实多 而且讲课 也深入浅出 让他们听了一上午 都是受益良多 学到了不少 这么一会儿时间 沈浪在专业角度上上 让众人认可了下来 马月亭笑道 好了 关于医疗方案的论述 沈浪医生 其实专门总结了一份 200页的讲义资料 大家下去可以专门研习 众人一呆 200页 这都可以出书了吧 竟然整理了这么多的专业资料 沈浪医生的专业知识 到底是有多丰富期权 还有一个消息 要告诉大家 马月亭敲了敲桌子 暗示重点来了 接下来几天 我会在全医院 甚至全室的病人中 寻找最适合做肥体外循环 不停跳手术的病人 所以 大家要尽快学习 尽早做好准备 我们小组要打好 全是手力病人的第一枪 众人眼睛里都有点放光 那样的话 他们也予有荣烟 这些经历 在将来都会变成 拿得出手的成绩 等散会后 众人先行离开 马月亭把沈浪单独留下 沈浪 还有件事情 得拜托你 专门去跑一趟 沈浪看向马月亭 这手力心脏不停跳手术 需要的医疗器械 还得和器械公司的 徐向前先生联系好 让他为我们提供支持 现在徐先生 就卖你一个人的面子 我觉得 还是你出面联系他最好 这张纸上的 是我总结出来的清单 你查了补缺一下 沈浪点点头 这个任务 还真是非他莫属 那就我来联系吧 沈浪看了下 马月亭写的器械清单 确实没有什么遗漏的后 当即就联系了 在公司的徐向前 将这份清单发了过去 徐向前在电话里 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即便有些医疗器械 在本市没有 但以他的能力 还是能很快 在周边城市调过来 一切准备就绪后 马月亭也评估出了 一例合适的病人 各项身体机能和病变情况 都非常适合 做非体外循环 心脏不停跳搭桥手术 康达医院给这位病人 重新做了全方位的检查 检查结果 也印证了马月亭的判断 因为是首例 再加上数前准备 和医疗方案的确定 都需要时间 最终决定在五天后 正式做这台手术 时间一确定 在院委会的授意下 康达医院的宣传部 立即行动了起来 院方在公众号上 很快出了几篇文章 我是首例心脏 不停跳非体外循搭桥手术 将在我院进行 这是我是在医疗技术上的 重大突破 主任医师马月亭 有望带领攻坚小组 打破 我是在不停跳非 体外循环领域的空白 同时 康达医院还专门派出 一位副院长 去电视台和报社 做了一期专项采访报道 大肆地做了宣传造势 很快 在全市的医疗领域 大家都知道 康达医院 要进行心脏不停跳 手力手术了 是医院 这马月亭动作挺快啊 前几天才出了理论论文 这才多长时间 竟然有胆子搞实力手术了 估计是 请了省理的专家来吧 这项手术 虽然在我市还是手力 但在京城和省理 却是已经成熟的医疗技术了 不像 我看康达医院公布的专项小组里 并没有请专家 否则一定会大肆宣传的 我看了下名单 能拿得出手的 也就马月亭这个胸外科主任了 是三院院委会会议 这康达医院 最近几年的发展太迅速了 作为一家私立医院 最近的风头 更是快把我们这公立医院都盖下去了 大家有什么办法 众人都有些沉默 康达医院的马主任 本来就是我院的退休老医生 当初不满我们的反聘待遇 这才走的 这要是当初不留舍这里人才 现在开展手力不停跳心脏搭桥的医院 不就是我们了吗 院长气得用笔敲敲桌子 说点有用的 众人又沉默了 第二十一章 我的机会来了 无论如何 康达医院火了 就连很多老百姓都听说了 康达医院好像在心脏病医疗手段上 一下就异军突起了 技术比是医院还牛 到了这个时候 其他医院也有点坐不住了 只等着看康达医院这次手术的结果 如果康达医院这次出了什么岔子 那他们就可以大书特书来找回这岔了 各方的反应都给了马月亭小组的每个人 莫大的压力 他们也都是第一次做这种手术 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心中着实有些没底 咦 沈朗医生 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的样子 手术师的小护士 好奇地问道 沈朗淡淡一笑 没有作答 他是最有自信的 即便没有马月亭 他也能独立完成这台手术 手术师的护士 这次也都是争调最有经验 手脚最麻利的 以应付各种手术中的突发情况 这时 马月亭走了进来 病人的身体情况如何 沈朗道 可以进行手术 好 马月亭看了众人一眼 此刻 在手术师中的这些人 都是他小组的成员 是他的重要力量 沈朗 这次事关重大 每一步都不容有失 就由我来亲自开胸吧 等下次手术 再给你开胸锻炼的机会 马月亭道 虽然沈朗理论很强 但这手力的重大时刻 马月亭还是不敢完全放心地 交给沈朗来操作 因为马月亭承受的压力 也一点都不比众人小 这台手术 预计时长六到几个小时 马月亭决定 要一个人全部坐下来 不敢冒一丁点的风险 病人情况 单知病变 心肺肝肾功能进行测定 及时排除和纠正了贫血 缺水 电解质 酸碱平衡紊乱 低蛋白血症 及脏气功能损害 现在 可以进行手术 马月亭一站在手术台上 检查搭桥套盒 术前物品 护士将敷料 开胸器械 管脉搭桥器械 搭桥胸称 各类刀片 丝线的品类 数量 以及配置好的干素水 全部都检查了一遍 准确无误 好 准备开胸 马月亭深吸了口气 开始手术 先进行常规开胸 剪开剑突后 胸骨锯正中剔开 古辣涂骨源止血 致搭桥胸称 这些 马月亭熟门熟路 取乳内动脉 将电刀功率调至20 拔取桥涅给我 其他所有的小组成员 有的在配合马月亭 有的在记录着手术的各项细节 以形成经验 供将来使用 沈浪在旁边看着 看出马月亭这一步 是要取出乳内动脉 然后搭桥在心脏内 替代单支并变动脉 马月亭检查血工后 用纹饰前加臂远端 减下断动脉 再使用血管夹 加臂近断 用四号线结扎 喷灵温因素减水 小心翼翼 将乳内动脉的 放到托盘上 马月亭长吐了一口气 这第一步总算完成了 旁边的台下护士 看马月亭额头冒汗 连忙给他擦汗 取下这段动脉后 后面就要进行 核心的不停跳搭桥了 可以说 整台手术 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了 这台手术能否成功 就看接下来 这最核心的关键一步了 小组成员医生们 都紧张起来 手术护士们 内心也有点兴奋激动 他们是这台 全是手力手术的见证者 突然 马月亭的身形 晃悠了一下 怎么回事 马月亭下意识地愣了下 然后看向其他人 其他人也是皱了皱眉 感觉到马月亭的状态 有点不对劲 马主任 你没事吧 马主任 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一群人关心地问道 沈浪发现 马月亭的额头细寒密布 整个人有点虚脱的症状 我 我没事 就是有点累 有点累 又是一个晃悠 马月亭开始站不稳了 马主任的眼神 愈发开始迷离 前后也就五秒钟的时间 他的眼皮就不受控制地合上了 身体也像是没了控制能力一样 一下就摔倒在地 沈浪眼急手快 一把扶住马月亭 另一手连忙去托托盘 托盘里面的乳内动脉 是绝对不容有失的 旁边的手术护士 也是极富惊艳 和沈浪一齐 稳稳地将托盘托住 放在旁边 其中一名副主任吓了一跳 马主任这症状 像是脑梗了 快 送马主任到旁边手术室 另外叫神经科的主任过来 为马主任诊断抢救 众人心中焦急 脑梗必须尽快治疗 否则会落下严重的后遗症 立即就有两个年轻医生 推了一台手术车 将马月亭送了出去 但令众人更焦急的是 手术台上主刀医生出了问题 这台手术怎么办 还怎么进行下去 如果手术刚刚开始 刚开胸 那还能有退路 可现在连病人的乳内动脉 都已经取下来了 这时候再想回头 已经是晚了 更大的问题是 这是一台全是手力的新手术 除了马主任为主刀医生外 其他人虽然也是组员 但都只会这台手术的某一个细分的细节 根本就没有完整 做完这台手术主刀的能力 怎么办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焦急 一个副主任当机立断道 先去把事情告诉院领导 让院领导想办法 或许能找到省里的相关专家 我们先在这里 想方设法地 将病人的生命体 争保持住 看采用什么方案 来暂时中断这台手术 不行 手术不能中断 沈浪判断道 病人的身体很虚弱 承受不了中断手术的风险 那你说怎么办 那个副主任有点恼火了 现在的情况 有点超脱他们的控制了 心情有些烦躁 沈浪道 没事 接下来由我来主刀 虽然他也担忧马主任的安危 但现在 这台手术 也未尝不是他的一次机会 沈浪在脑梗疾病方面并不擅长 帮不上马主任的忙 但眼下这台手术 能力做好 你 你能行 副主任刚想在说什么 可是脑海里 一下就浮现出会议室里 沈浪将医疗方案 全部解答的那些场景 回想起来 就连马主任 讲课时间都没沈浪多 其他医生 心中也生起这个念头 或许 让沈浪医生来做手术 也是在这种危难关键时候 不得已的办法 起码他的理论很强 大不了在他遗漏的时候 我们来帮衬着点 这也是现在唯一有希望的办法 第二十二章 这简直是胡闹 沈浪则不由分说 直接站上了手术台 我要准备打开心包了 还请各位配合我 沈浪道 凭姐将胸称换为 普通双齿胸称 再给我一块折叠治疗精 当治疗精递过来 沈浪将其折叠 用来垫平胸称 然后切除胸线 打开心包 显露出心脏后 沈浪观察官脉走向 最终选用最长针 持双头夹 无损伤线 于下腔静脉 于左下肺静脉之间的 沈浪上缝纱带 用长套管纹饰前 固定纱带根部 纱带两端主刀 调整好位置 那几名医生 看到沈浪有条不紊的操作 心中也松了口气 看来 沈浪医生比他们想象的 还要靠谱得多 而且 他们隐隐有种感觉 沈浪医生 似乎比刚才马月亭主任 还要专业一些 是错觉吗 接下来 我要搭动脉桥了 沈浪一句话 将他们从胡思乱想中 拉回了现实 沈浪的动作 快不乱 将断下的乳内动脉 置于温阴素检大杀部上 明白 小圆刀片 镊子 护士配合飞快 立即将器械递了过来 沈浪用小圆刀片 剔除血管周围组织 检查动脉内膜 与此同时 康达医院院委会 也在紧急召开会议 院长 副院长和医务部等院方高层 听闻消息后 就心急如焚 急匆匆地赶来 马主任的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 已经由神经科的刘主任接手抢救 发现和抢救的都很及时 问题应该不大 现在最大的问题 在于马主任 留下的那台心脏手术 院长入宫后皱眉道 立即联系省里的相关方面专家 申请调派心脏搭桥专家 下来急诊 我们派急救车去接人 院长 从省里的医院往回请人 怕是有点来不及啊 这一来一回 怕是没有四五个小时 专家都无法抵达现场 如果耽误了病情 对我们医院的声誉 是个巨大的打击啊 他现在心情也是十分烦乱 这么重要的一台手术 关键时刻 主刀医生竟然出了岔子 尤其是前期还宣传造势 还都放话出去了 这下如果处理不好 那就让其他医院看了笑话了 你们还有什么想法 现在关键时刻 有什么想法就快说 录工后到这时候 也没有多少好脾气了 还有一个办法 我们和省里的专家 进行远程连线 申请远程技术支撑 我们这边再选出一名主刀医生来 配合省里专家 在远程指导下进行手术 录工后微微点头 这个方法 他也在考虑 优点是见效快 只要能联系到专家 能立即重新开始手术 问题是 本院的这个接手的主刀医生 选谁来做 据录工后所知 除了组长马月亭 是整台手术都能拿下一万 其他的那几个副主任 都没有完整做完这台手术的能力 不论选谁 都是半平促的状态 现在这种危急关头 只能是矮个子里拔高个了 好 王副院长 你去联系省里的专家 争取能早点建立远程协作 其他人 你们有配合专家 进行手术的主刀医生推选吗 录工后环视了一圈众人 发现众人也是和他一样 顾虑重重 手术室里剩下的几个副主任 在心脏病其他领域 或许能拿得出手 但在这手里 心脏不停跳方面 确实是各有短板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打到了录工后这里 什么 已经有人接手手术了 是谁 我知道了 立即把手术室里的情况 接到会议室里来 听到院长录工后的话语 众人愣了下 这种关键时候 谁都怕担责任 做不好这台手术 现在竟然还有人敢迎难而上 主动迎接这个众人 这人值得褒奖啊 勇气可嘉 不知道 是哪个副主任上手术台了 这下 主刀的副主任人选也定了 省得他们再开会讨论了 院长 不知是哪位副主任 开始主刀了 我们还得尽快通知他 让他先暂缓手术进度 等待省里的专家 进行远程指导 录工后脸色有些古怪 接手的医生 已经开始手术了 什么 已经开始了 难道除了马月亭主任 还有人能胜任这台手术 什么人这么有自信 录工后的脸色也有点怪 他似乎从电话里听到了什么 却没有当众说出来 终于 这时会议室里的显示屏量了 时时显示了 当下手术室里的同步情况 院方高层众人们 宁神看向显示屏 那站在手术台上的主刀医生时 一道年轻的人影 不是任何一个副主任 而是一个年轻的普通住院医生 胡闹 这简直是瞎胡闹 这名沈浪医生 是刚刚才实习 转正不久的吧 旁边站着的那几名副主任 也没有阻止他吗 这不是这病人的生命于不顾吗 院长 这合适吗 有的人气急败坏地看向录工后 要请他做出决定 录工后的脸色 却有点奇怪 反而目光炯炯 有神地看向显示屏 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众人心中疑惑 感觉有点怪异 院长的这副反应 难道众人看向显示屏里的沈浪 只见沈浪动作娴熟 麻利 一点都没有出上手术台 面对未知步骤的那种犹豫 而是动作行云流水 这么几分钟的时间 就完成了一项细分切割步骤 这个沈浪 倒也是个人才 起码沉得住气 一名副院长 出声肯定道 而且看其态度和动作 估计也是深得马月亭主任的真传 知道整台手术的完整治疗方案 也说不定 嗯 现在 就等省里的专家 远程连接协助了 到时候 让专家来指导沈浪手术 倒也是个办法 众人等待的这个空档 视频里的沈浪 却丝毫没有停下 或者暂缓手术的打算 手术进程 有条不紊的推进程 这时 王副院长终于带着好消息回来了 省里的专家 已经远程接近来了 省里对咱们这次的事情高度重视 竟然把省铁路医院的向副院长请动了 省铁路医院的向副院长 众人心中一惊 这可是一位牛人啊 在全国的心脏不停跳领域 都算得上是个中翘楚 省内首例心脏不停跳手术 就是这位向副院长做的 可以说 向医生是该领域 全省内首屈一指的专家 第23章 各方影响 他好了 竟然能请到省铁路医院的向副院长 那即便只是远程指导 应该也没问题了 众人心中一喜 录工后连忙吩咐道 快把手术室的远程交流打开 和省铁路医院建立连接 把两边的实时图传 都同步到会议室里来 片刻后 远程三方连接建立好 录工后简单的汇报后 道 向院长您好 我是康达医院的院长 录工后 情况就是这样 还希望您能指导我们 远程完成这台手术 那边的向副院长 脸色也有些郑重 道 远程指导手术 我也是第一次做 大家一起努力吧 手术台上的这位年轻医生 就是接任的主导医生吧 向副院长疑惑一声后 就没了下文 让人都有些疑惑 是不是网络卡了 向副院长的表情都不动了 像是有些惊讶的样子 仿佛图像定格了 也没有什么声音 好几秒后 视频上的向副院长 才出声道 你们这位手术台上的医生 明明做得很对 每一步都正确吗 陆院长 你要我远程连接指导 这不是化蛇添足吗 啊 录工后愣了下 众人也是一脸的呆滞猛逼 沈浪的手术专业技术 这要牛吗 向副院长竟然说 丝毫没错 刚才他们虽然也觉得 沈浪动作很流畅 做手术仿佛有条不紊 心有成竹的样子 但也没想到 竟然能得到省里 向院长的如此高的评价 包括陆工后在内 都有点发忙 陆工后心中一动 连忙道 向院长 我们这位年轻医生 确实有一些 心脏不停跳方面的经验 但真正完整地 做完一台大型搭桥手术 他还是第一次 我们生怕出什么错 这才请您远程指导一下 如果他有什么问题 还请您及时指出来 向副院长微微汗手 原来如此 不过 这位年轻医生 在这台手术上的造诣 可不低啊 康院长 这位年轻医生的名字叫什么 陆工后道 他叫沈浪 嗯 向副院长在心中 记下这个名字 然后将目光 放在显示屏上 只见沈浪依次 切开把血管外膜 使用关脉刀切开动脉 使用前向减延长切口 用镊子加好分流栓 主动脉端侧连续吻合 沈浪这话一说 手术室中的众人 都是齐齐送了一口气 吻合了 这就说明 搭桥吻合上了 那两名副主任 也是互相看了一眼 取出分流栓 收紧缝线 用温水 打湿我的双手 我在打劫时 需要保持双手湿润 沈浪吩咐完护士 左手接过缝线尾端 右手剪下缝针 低温水 检查吻合口是否有漏血 检查无漏血后 将桥血管固定在心脏表面 到了这一步 就连沈浪自己 都是暗中松了口气 这是沈浪自己 独立完成的第一台手术 也是他主刀的第一台大型手术 圆满 很成功 视频的那一端 铁路医院的向副院长 也是松了一口气 陆院长 手术完成得很不错 甚至对我也有一点启发 向副院长内心中则想着 用温水湿润双手吗 和低温水 来检查吻合口是否有漏血 有一曲同工之妙呢 省铁路医院做这种手术时 只会低温水 来检查是否有漏血 却从未想过 在主刀医生打劫时 其手上也用温水打湿 妙啊 他来铁路医院的医疗方案 也需要增加一个细节了 手术室中 最后再次检查一下 个吻合口 没问题了 现在可以常规关胸 放置心包 纵隔两根引流管 将最后的关胸缝合 也进行完毕后 沈浪彻底放下心来 接连进行了如此长时间的手术 对沈浪的精力消耗 也是相当的大 但他还不能休息 评解 下一主 手术室的护士长评解 连忙将沈浪接下来要说的话 记下来 进ICU后 在病患上比较粗质的血管 至20具红色流质针 注射用干素1.5毫克 采用平卧位 胸部垫高 双侧大腿外贴附脊板 注意体温保护 记下来了吗 平姐点点头 都记下了 沈浪有点疲劳的双眼 眨了眨 笑道 行了 大家也都辛苦了 回去休息吧 平姐 病人有什么体症异常变化 要随时告诉我 平姐深深地看了沈浪一眼 这个年轻人 在危急时候站了出来 挽救了一条生命 沈医生你也辛苦了 会议适中 省铁路医院的远程连接 已经断开了 入宫后脑海里 还回想着 最后向副院长说的话 沈浪医生的某些做法 甚至能对向副院长 都产生一些细节上的启发吗 再一回想 马月亭主任 在申请成立专项攻坚小组时 曾对他隐晦的提起过一次 这次小组的理论知识组件 几乎80% 都来源于沈浪 怪不得医学会的谭静雅会长 如此的推崇审浪 难道我们医院捡了个宝 其他副院长 医务部长等 也都松了口气 只要不出事 没出事 对他们而言 就是最好的结果 这次马主任临时出了岔子 无论如何 总算是补救回来了 手术结束后的当天 全市的其他医院 都在等待消息 想知道康达医院的这台手术 到底成功没有 完成度如何 左等右等 也不见康达医院 有什么消息传出来 直到当天傍晚 才从康达医院内部流传出相关消息 这台手术很成功 甚至堪称完美 这也让各家医院有些疑惑 要是完美的完成了手术 以康达医院的做派 肯定会大肆宣传啊 怎么会这么悄无声息的 市医院的人分析到 难道中间还出了什么岔子 随着时间的流失 终于还是只包不住火 更多的消息 从内部流传了出来 完整的过程 终于让各大医院挖掘到了 主刀医生马主任 竟然在手术台上突发脑梗 紧急联系省专家远程诊断 然后才远程指导 完成了这台手术 大部分人了解到的消息 直到这一步 还以为手术成功 是省专家的功劳 只有消息更灵通的各方高层 才听到了更详尽真实的版本 知道了沈浪这个名字 第24章 形势变了 第二天 谭靖雅把沈浪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这还是沈浪第一次来到医学会这个单位 医学会办公室处 一名女职员道 请问您找谁 你们谭副会长的办公室在哪 请问有什么事吗 办公室出于职责要求 是不会把任何人都带到领导处的 首先要了解你的诉求 如果是闲杂小事 他们就能处理了 如果是故意闹事的 就更不能往领导处带了 沈浪笑道 他叫我来的 啊 您就是沈医生吧 谭会长和我说过的 真不好意思 您请跟我来 女职员连忙在前面带路 到了三楼 女职员敲了敲门后 和沈浪报 以一个笑容 就自动退下去了 进来 沈浪进入谭敬雅的办公室 还挺朴素 只有一张办公桌 两把沙发 谭姐 坐吧 沈浪 昨天的手术 真是你全程做下来的 沈浪道 谭姐也听说了呀 没错 是我做的 谭敬雅道 我可听说 康达医院连线了省里的专家 省铁路医院的向阳副院长 来远程协助 但是没起到什么作用 你就独立完成手术了 是这样吗 沈浪点点头 远程连线的事 她也知道 不过后来专心做手术 也就没理会这事了 谭姐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就是没想到 你进步竟然这么快 都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 谭敬雅眼睛都有点亮了 显然这次沈浪的表现 给了她很大的惊喜 沈浪 跟姐说实话 如果再给你一台这样的手术 你还能圆满完成的概率有多大 沈浪笑了 看来谭姐 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她真正的实力 估计不只是她 即便到现在 很多人也认为 沈浪这手力手术 有着很大的运气成分在 小成功的 如果再来一次 就露线了 实在是沈浪的资历 着实是太薄了 薄到无法让人相信 她能独立撑起 一台这么大的手术 沈浪道 谭姐 在心脏不停跳领域 我敢说 我是肯定没问题的 接下来 我会申请院方 给我开设专科 到时手术数量多了 你就知道了 谭敬雅笑道 好 你要真能将心脏不停跳手术 在本市打出名声来 姐帮你申请医学会 理事成员的身份 好不好 真的 沈浪喜出望外 她现在只是医学会成员 如果成为理事 那就有了一定的表决权 这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地位 更是会成为 她职位 升迁上一定的助理 像是之前 康达医院的大外科主任 刘长庚 在医学会的最高职位 也就是一名理事而已 从医学会出来 沈浪先去拜访了一下 还在病床上躺着的马月亭 马月亭看起来 脸色好了很多 因为抢救及时 也没落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 只是今后的工作中 要更加注意了 马主任 我来看您了 沈浪将水果栏 放在床头 马月亭脸色 还有点病态的苍白 沈浪 我要先和你道个歉 我在关键时刻 临时出了问题 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沈浪连忙摆手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未尝不是成就了沈浪 事情我也都听说了 沈浪 当时多亏有你 不然我们就功亏一亏了 沈浪笑了笑 问道 马主任你也放心 估计院方很快就会让你重返岗位的 马月亭摇摇头 这就很难说了 出了这档子事 院方肯定会慎重考虑 着重评估的脑梗不是一个简单的病 随时是有可能复发的 院方即便愿意让我继续做诊 估计也多半不会让我进手术室了 沈浪沉默了下 这种可能性确实大 以后 咱们小组 就要全靠你了 沈浪 你要把咱们的名声 打出去 沈浪郑重道 马主任 我尽力 全是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的病人 彼此之间 也有很多个联络群 病友群 某微信 病友群里 你们听说了吗 咱们是 也能做心脏 不停跳体外循环的搭桥手术了 真的 不用去省城了 不知道 反正有人在康达医院做成功了 而且效果特别好 估计是请了省里的专家 来做的吧 肯定是需要预约 花大价钱的 要是康达医院 什么时候能日常开展这个专项手术 就好了 哎 再看看吧 如果本事真能做 而且做的效果好的话 谁愿意出门在外 人生地不熟的 去外面受罪啊 嗯 大家认识的朋友多 多收集这方面的消息 如果谁在康达医院认识朋友的话 多问问 然后在咱们群里分享一下最新消息 心胸外科 马月亭主任得病休养的这段时间 病房里心脏病方面的病人 有一名副主任接手 不会出什么问题 反正也没有需要 做不停跳搭桥手术的 副主任应对其普通心脏病来 游刃有余 唯独这新组建的心脏不停跳小组 少了马月亭这个组长后 不知该何去何从 院方专门就此事 开了一次讨论会 会议结果 入宫后院长主张 让成功做过一次完整手术的沈浪 来做接任组长 沈浪拥有一次完整手术的成绩 倒是也有足够的资历 没人能在明面上说什么 但那些在暗地里 觉得沈浪是靠一次运气的人 都等着看沈浪出错 等着看他的笑话 沈浪就曾听到 有人在他背后这样说 沈浪这次能成功 那是有种种巧合的 你看啊 病人是马月亭主任 选出来 最适合做这种手术的 完整的医疗方案 也是马主任制定的 可以说 整台手术各种因素 马主任都已经已经考虑好 不会出任何岔子了 这才让沈浪 白白捡了个大功劳 要是让他自己独立 再做一个病人 各种没考虑得到的突发状况 就能打得他措手不及 毕竟他可不像马主任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从医经历了 这种言论 背地里还真不少 直到马月亭康复回来 继续担任科室里的主任 并且院方和马月亭 共同做出决定 宣布接下来 马月亭将担任 心脏病方面的指导医师 指导科室里的年轻人 做心脏外科的手术 也就是说 以后马主任的手术 他自己虽然不会 再亲自上手术台了 但却会站在旁边 指点别人操作 谁都知道 这个年轻人 肯定是指沈浪了 经此一事 大家都知道 沈浪是马月亭罩着的人了 第二十五章 我也是领导了 即便马月亭回来 也没有拿回组长的位置 而是以特别顾问的方式 作为幕后人员 继续为小组出谋划策 院方也考虑到 将来病人 是冲着组长这个人来的 如果马月亭继续担任组长 却没有上手术台的能力 那确实会会有点不妥 在种种考虑下 沈浪算是坐稳了 这个组长的位置 马月亭找到沈浪 笑道 沈浪 我找院方高层商量过了 院方出于解轻了 你负担的考虑 你可以不必 在每日轮值寻诊 可以将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心脏 不停跳搭桥小组上 另外 作为组长 你的待遇 也提高了50% 沈浪眼睛一亮 这对于现阶段的他来说 确实不错 专精在小组上 更容易做出成绩 而且独立做过一次 大型搭桥手术后 沈浪察觉到 他脑海中的经验果中 细分的搭桥领域 吸收得更快了 或许再做几次 大型搭桥手术 用不了多久 就能完全吸收了 沈浪还隐有一种预感 等他将心脏搭桥 这个细分领域 彻底掌握后 还能促进加快 胸外科其他领域的 吸收速度 一样通 百样通 彼此之间都有促进作用 马月亭道 还有个好消息 院方还做出了许诺 如果小组 可以再有所作为 将为小组成立专科 届时 你的待遇还能翻倍 小沈 大跟一场的时机来了 虽然马月亭 不能再亲自上手术台了 但这毕竟是 他的希望和心血 沈浪延续了他的希望 马月亭 要比沈浪 更渴望成功 好 我知道了 马主任 我会努力的 马月亭满意的走了 他在人生的后半段 终于是在医疗领域 干出了一件大事 内心里 他也是很感激沈浪的 仿佛沈浪 就是冥冥中 上天安排来帮助他的 如果不是沈浪 马月亭深知 自己绝没有这么快 能走到今天实力操作这一步 沈浪将上次手术的经验 整理为资料 再闭上眼睛 和自己脑海里的 那海量的临床经验 结合对比了一下 发现了很多 值得改进的地方 理解是一回事 亲自操作 又是另外一回事 沈浪独自承接了一台 大型手术后 又是大有进步 如果再让他做一遍 上次的手术 他能将时间时间 缩短到四个小时做完 并且还能保证 手术的完美完成 咚咚 办公室门敲响 年轻医生小曾 探头探脑道 沈组长 进来说 有事 沈浪笑道 这小曾 也加入了专项小组 算是他的下属 组长 有个是三院的病人 想转院到咱们医院 来做心脏 不停跳搭桥手术 马主任看了下病人资料 给拦下了 说是岁数太大 不是合同手术了 不过 马主任还是说 让组长你看下 你来拿主意 沈浪笑道 行 把病人资料拿过来 小曾的头缩了回去 又探出来道 组长 你早上吃饭没 我出去帮你买点 沈浪愣了下 玄机道 不用了 我吃过了 小曾走了 沈浪一笑 我这也成领导了 多有人主动给我刨腿买饭了 这种刨腿的活 以前都是别人 使唤沈浪的 现在哥们终于翻身 农模做主任了呀 沈浪想 啥时候能做主任 就更好了 等拿到病人资料 一看其年龄 沈浪顿时 明白了马主任的顾虑 82岁的关心病病人 确实算高龄了 如果做手术 风险太大 不过 什么风险 危险 那都是对于金燕绍的大夫来说的 沈浪脑海中的临床病案中 更衰老的病人 情况更糟糕的病人 甚至是病死的病人 都有的是 这种高龄病患 他完全能应付 将病人的各项检查结果看了一遍 沈浪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能做成功这台手术 把小曾叫进来 告诉他可以同意转院申请 让他去通知病人家属 没多久 得到消息的马月亭就来了 沈浪 你怎么就同意那个82岁关心病病患了 马主任 快请坐 沈浪知道 他必须得说服马主任 这样才能把整个小组的军心安定下来 否则 即便马主任不来 那两名副主任也会来 只要能说服马月亭 其他人 自然有马月亭去说服镇压 马月亭道 我知道 你现在正是想出成绩的时候 但也得先从容易上手的开始嘛 其他情况更好的病人 全是多的是吗 沈浪笑道 马主任 我有把握 马月亭瞪了沈浪一眼 有多少把握 九成 死 马月亭倒吸一口凉气 即便是做之前那台首例手术 马月亭选了最适合的病患 也就只有六成的手术成功率 沈浪是自大 还是真有自信 沈浪徐序道 马主任 高龄病患 有高龄病患的做法 我这有一份医疗方案 你看看 沈浪将一份刚刚才写出来的医疗方案大纲 打印出来给了马月亭 马月亭一看 眉头就翘了起来 用大引进脉搭桥 沈浪点头道 对 用动脉搭桥 损伤大 手术时间长 虽然远气效果好一点 但对于高龄患者来说 损伤小 控制手术时间 才是最重要的 马月亭眼眸闪烁 已经有点被沈浪说动了 沈浪继续道 我打算制定一些判断规定标准 一般情况下 80岁以上的老人 可单独使用大引进脉搭桥 55岁到80岁之间 使用一根乳内动脉 加上大引进脉 55岁以下的病人 只使用一根乳内动脉 马月亭若有所思 最后不由得点点头 不错 你考虑得很周到 看了沈浪的治疗方案一会儿 马月亭不由得败下阵来 好吧 既然你已经考虑得很详尽 那我也不拦你了 手术时候 我要在旁边观摩 沈浪心中一暖 知道马月亭还是不放心他 打算在后面坐镇 给沈浪充当后盾 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 马月亭也能处理得当 虽然以沈浪的能力 根本用不到 但这也是马月亭的一份心意 第26章 又一次重大突破 果然 沈浪预料的没错 说服了马月亭后 其他那些人 虽然有些想法 但都被马月亭给压下去了 很快 沈浪当组长后的 第一个冠心病人 就到位了 82岁的老康 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时常的心脚痛 让他辗转难眠 沈医生 请您一定要给我制止 我这心脚痛疼起来 真是要了我的老命啊 老康抱着沈浪的胳膊 都不让他走 康大爷你放心 这一台手术 对老康来说 是治病救命的关键 对沈浪来说 也是他当上组长后 为自己证明的第一台手术 做好常规检查后 确定可以进行手术 老康听到这个消息 心情不错 以他的年龄 做心脏停跳体外循环 已经是不合适了 只能选择做步停跳搭桥 辗转全市 也就沈浪这里 愿意接受他 心中对沈浪 自然多了一份感激 很快 沈浪就安排了这次手术 这次 依然是全程由沈浪来主刀 马月亭带着组内的所有成员 在后面观摩 学习技术 把控风险 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沈浪选择在病人腿部 取大引颈脉 将取下的血管 置于干素水中浸泡备用 腿部伤口分层缝合 用盐水垫和弹力绷带 夹压包扎 常规开胸 显露心脏后 沈浪将大引颈脉开了四个孔 分别与几只冠状动脉 侧侧吻合 马月亭在后面 看得眼睛发亮 这又是沈浪从未展现过的 一项新技术 现场观看 和在医疗方案上看到 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看到了吗 沈浪操作的 就是虚惯搭桥 或者说蛇形搭桥的方法 你们都注意看 小组成员们渐渐发现 观摩沈浪医生做手术 似乎比观摩马主任 更有收获 不仅细节学到很多 甚至每次手术 沈浪都会使用他们 从未见过的新手段来进行 这让他们每次都能受益匪浅 记笔记 都能记下厚厚的一本 这段时间以来 提高得很快 或许 沈浪医生的能力 其实比马主任更强 这个念头 逐渐开始在几个人心中出现 意味着众人对于沈浪的认可 逐渐有超过马月亭的趋势了 这都是沈浪用两台手术 踏踏实实做过来 换回来的 吻合完成 开放测臂前 检查吻合口有无出血 检查完毕 没有出血 可以关凶 沈浪看了下时间 这次手术的时间 控制在了四个小时以内 和他计划的完全相符 等到手术做完 马主任心中 终于是松了口气 高龄患者的手术 又是一次突破了 这次他选择相信沈浪 也是顶住了来自院方高层 和组内成员的一些压力的 之前是沈浪的那份治疗方案 给了他信心 现在 则是沈浪在手术台上的表现 给了他更大的信心 马月亭有种错觉 或许 沈浪在心脏病搭桥领域 就没有他不会的 但这个念头 泛起的瞬间 就被他一笑而过了 怎么可能吗 世界上 哪有无所不能的人 这台手术做完后 院方得知 手术很圆满后 也是松了口气 高龄患者的手术 本来就难度很大 而且还能做到如此完美 不大肆宣传一遍 那岂是康达医院的作风 这次 不用录工后吩咐 医院的宣传部 就谋足了 劲得搞起了宣传 医院公众号上 率先登上了几篇文章 即完成我是首例 心脏不停跳搭桥手术后 我愿再次拿下一程 这次是高龄病患 我愿专项小组 在心脏不停跳手术上 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我愿新任专项组长 带领全组 完成了一次高龄病患的 不停跳搭桥手术 欢迎社会各界病人 前来就诊 我是又一例 在心脏不停跳领域的 重大突破 依然是在康达医院 一时间 室内日报 晚报 纷纷前来康达医院 进行采访了解 沈浪也接受了几次采访 这些报道一出 各大院方都有些猛逼 不是说上次的手术 能成功 是请了省铁路医院的 向院长 远程协助的吗 这次又是怎么回事 连高龄病患的手术 都能做了 说明康达医院的 医疗技术又高了呀 而且 这组长怎么还换了 不是马月亭了吗 这新的这个年轻人是谁 那些消息灵通的 各方高层 则是心知肚明 他们的反应是 康达医院赚到人才了 这沈浪 在心脏不停跳领域 绝对有着极大的天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于沈浪的更多消息 也被报了出来 医学会成员 仅有的两次心脏不停跳手术 都是他独立完成 据传康达医院 还打算为他的小组 专门开设心脏搭桥专科 将来 室内的病患 就可以直接到康达医院就诊了 这消息一出来 顿时让那些病友群沸腾了 这消息真的吗 我们真能在康达医院做手术了 你们谁认识康达医院的人 快去确认一下这个消息 只要是做心脏不停跳搭桥的病人 都全部接受吗 大家注意 我打听到消息了 兄弟的女朋友 就是康达医院的护士 她说康达医院的沈浪医生 就是做心脏不停跳搭桥的主刀医生 目前接受社会各界 需要做搭桥手术的病人 哇 那我得快去挂个毫了 赶紧去吧 康达医院的耗线再还好挂 但病床是有数量的 就那么多 等过几天 想去做手术都没病床了 对 大家赶紧去啊 施医院坐不住了 针对康达医院的心脏不停跳专项小组 院方特别召开了一次会议 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是否也有必要 开设对应的专科 施医院向来在老百姓眼中 是全市最好的医院 曾经是三院的骨科做得非常好 施医院就直接将是三院的骨科 里面几个重量级的医生 一锅端挖墙脚到市医院了 如果开设专科的话 我们要把马月亭和沈浪医生 两个人用特聘的方式挖过来吧 嗯 咱们医务科的卢主任 和马月亭私人关系不错 就先过去接触接触 那沈浪医生呢 听说沈浪就是马月亭的学生 这两次手术 沈浪都是在马月亭的指导下完成的 只要能把马月亭挖过来 沈浪自然就过来了 第27章 这些病人都是来求你的 一家生态饭庄 小包厢里 只有市医院的卢奎主任和马月亭两人 马主任 多吃点腰果 长寿菜 对你身体都有好处 你说你啊 怎么就得脑梗了 卢奎显得很是热情 马月亭笑着白白手 道 老卢 我还不了解你 你我多年的老交情了 你一决屁股 我就知道 你要拉什么屎 你是想挖我过去吧 市医院看到我们做出了成绩 坐不住了吧 卢奎看被说破 也是哈哈一笑 神秘道 不只是你 还有你那个小组 尤其是你 手下那个沈浪 你俩呀 都是我们重点挖的对象 还记得是三院的骨科吗 当时不也是做的有声有色的 还不是一锅端到我们是医院来了 马月亭笑着摇摇头 沈浪现在可不是我的手下了 他是组长 我只是特别顾问 嗨 这还不是一样 他不是你知道的学生吗 还不得卖你几分面子 是吧 你俩如果一起过来 是医院给你马主任的待遇 绝对之高不低 马月亭放下筷子 道 老卢 你还真是搞错了 沈浪可不是我的学生 他在心脏不停跳搭桥方面的造诣 绝不比我低 即便我想卖你老卢 这个面子 沈浪那边 我还得去问问他的意思 卢葵愣了一下 这才察觉到 马月亭是认真的 他第一次感觉 或许马月亭和沈浪之间 还真不是知道关系那么简单 行 有消息的话 给我个准话 康达医院 沈浪发现 科里接收的病人 明显开始增多 很多人 指名道姓的 是冲着专项小组来的 甚至有些人 都能叫出沈医生的名字了 看到这么多病患 火爆的场景 康达医院高层 也开始着手考虑 重点专科的建立 应该加快推动了 沈浪 忙呢 马月亭推门进来 马主任 沈浪笑道 快进来 沈浪 有个事 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沈浪看向马月亭 如果有别的医院 想挖咱俩 给的待遇更高 你愿意去吗 沈浪琢磨了一下 笑道 这么快就有人来挖了 马月亭道 试试医院的人 想用特聘的方式 把咱俩 甚至整个专项小组 挖过去 沈浪仔细想了下 如果我去了试医院 那么就只能局限在 心脏搭桥这个领域 还是那个道理 是特聘人员 就得专岗专职 其他领域的重要手术岗位 是不可能让沈浪上的 但这和沈浪的计划相悲 沈浪是注定要转科 以后 要当全科医学大师的 至少 也要先转到神经外科 和神经内科 将植物人的姐姐给治好 马主任 我还是不去了 将来或许我会考试医院的编制 但在此之前 还是私立医院的舞台 适合我的发挥 马月亭发现 沈浪很清楚明白 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这点 比年轻时候的自己要强 不说我了 马主任 道是你 完全可以带队过去的 我这边没事的 马月亭心中 还真是一动 不过 很快他就摇摇头 虽然道是医院 待遇是提了 但他自己不能做手术 手下那几个人 有谁是得了真传 能独自操持 一台完整的心脏搭桥手术的 没有 目前为止 也就沈浪一人 敢整台手术 全部包办下来 甚至 马主任都不敢保证 小组里 那些人会怎么选 是愿意去室医院 还是留下来 继续观摩沈浪 学习沈浪临床上的 那些新技术 新手段 别人或许不清楚 但马月亭心知肚明 虽然看起来是他在主事 实际上 这两次手术 沈浪在其中占的分量 更大 小组里那些人 还指不定会怎么选呢 这事 就当我没提过 马月亭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回去回复卢奎去了 最近沈浪的崛起 尤其当了专项组的组长 给了方妙莫大的压力 沈浪窜得这么快 会不会影响到 我的副主任位置 心中实在忐忑 方妙敲响了 王副院长的门 悄无声息地 将一个红包递上 紧张忐忑的说明来意后 王副院长笑道 方妙 我觉得你完全不用担心 沈浪那边就是办得再红火 他不也才做了两台手术 你的履历上 都参与过30台了吧 况且 医院也不会让他晋升太快的 给他的专项组组长 已经很够意思了 即将并退的仓妇主任 也是你的代教老师 肯定会提名你的 到时 我也会投你一票 王副院长摸了摸红包的厚度 金丝眼镜后面 露出一丝满意 得到王副院长的承诺 方妙心中踏实了一些 此刻 沈浪的办公室中 来了一尊大人物 不仅来头大 体型也大 足有200斤的体型 让他走两步路都在喘息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肉都挤在椅子外面搭拉着 陆院长小心翼翼地陪着 不仅陆院长在场 另外一位副院长 也随同伺候着 汪总 这位就是我们的沈浪医生 您的病到底能不能看 还得问他 沈浪 这位是汪副汪总 是大产公司的老板 沈浪恍然 怪不得来头这么大的样子 连院长入工后 都得小心翼翼地对待 大产房地产公司 旗下商业街地产众多 就是康达医院的地产 就是属于这汪总的 可以说汪副 就是康达医院 老板背后的老板 这么年轻 汪总有点惊讶 沈医生你好 我是康老前辈介绍来的 沈浪微微汗手 康老就是他刚做的那里 82岁高龄患者 不知道我这病 沈医生 你能不能治 沈浪看了他一眼 老 说说病情 五年前 我开始出现胸闷 气醋 近两年 症状逐渐加重 在省铁路医院 我也求诊过向阳院长 听说他是 左近几个省 最出名的心血管专家 检查有关心病 不稳定行心脚痛 陈旧性心肌梗死 管脉三肢病变 高血压病三级 很高危阻 高脂血症 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 负行肥胖 代谢综合征 二型糖尿病 这套说辞 显然他对很多医生 都说过无数次了 都能背下来了 陆宫后在旁边 都听得有点无语了 这么多遍 这汪富有钱是有钱 可没有一个好身体 沈浪也无奈道 这些病 大多是你太胖的原因 第28章 全省首例联合手术 汪富一脸郁闷 对 向阳医生 也是这么下诊断的 说我冠状动脉壁塞 需要进行搭桥手术 但我的体重太高 近200斤 重度肥胖 和二型糖尿病 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 这些问题 都会加重我 心血管的病变 归根结底 我太胖了 所以向阳院长 也拿不准怎么治 省里的其他医院 更是不敢收 连省铁路医院 最好的专家都拿不下 其他医院更不敢收了 沈浪看完了 汪富所有的检查报告 200斤的体型 再加上各种疾病 确实给长期育后 带来了很多问题 搭桥手术 不是不能给你做 但如果 不解决二型糖尿病 和重度肥胖 做了也等于白做 用不了多久 你还得二次手术 也难怪 连省铁路医院的专家 向阳院长 都确定不下来治疗方案 既然省里都没办法 原本 我是准备干脆去国外看看了 正好这时 康老推荐 我来你这 你看我这病 你有把握吗 汪富问道 沈浪闭上眼睛 略微思索了一两分钟 脑海里 沈浪很快找到了 几例类似的病案 细细琢磨了片刻 沈浪心中的把握 越来越大 看来 这次得和腹腔进科室 做一台联合手术了 恐怕 这又会创下一项新纪录了 不仅本是没有这种联合手术的先例 估计全省 甚至全国范围内 都极为罕见 在沈浪沉默思索的这几分钟里 汪富看了看陆公后院长 看来 我还是去国外看看吧 陆公后看了眼沉默的沈浪 心想 估计是年轻人 不好一牙拒绝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 汪富正艰难的 从椅子上抬屁股站起来 沈浪突然说话了 我这里有八成手术成功的把握 汪富抬起的屁股 又轰的坐回去 你说多少 八成 八成 嗯 汪富的表情很精彩 沈医生 你说的真的假的 我找人打听过了 国外都没这么高啊 沈浪淡笑道 你没听错 我打算做一台联合手术 如果合作人找得好 成功率还能提到九成 汪富彻底激动了 这还是第一次 有医生敢这么打包票的 给他吃定心丸 尤其是随着他身份越高 医生们更是不敢跟他说谎 对他爆出的成功率 都很保守 都很低 要不是沈浪有先前治好 高龄康老的原因 汪富都怀疑 沈浪是不是年轻人 在说大话了 行 那我全力配合你 是不是要我先减肥 沈浪笑道 不用 我这次的联合手术 就是和腹腔禁锈状 胃切除手术一起做 不仅能给你搭桥 还能给你减重 而且搭桥的血管 还会利用上你锈状胃 切除后闲置的动脉血管 说后 你的胃容量会变小 会限制你的长期饮食 达到控制体重的目的 同时 你的二型糖尿病 高血脂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脂肪肝 高血压等 都会在术后半年左右 有明显好转 你现在可以办理住院手续去了 最近五天内 我会给你安排手术 汪富听了沈浪这些话 心情瞬间好了不少 这可能是他近两年来 听到最好的消息 陆院长 你们医院 还真是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汪富哈哈一笑 然后对沈浪道 沈医生 如果你真能治好我 你这个人情 我记下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汪富 出力出钱帮忙的 尽管开口 等汪富走了 陆公后回来 问道 沈医生 你真有这么高的把握 连省铁路医院的向阳院长 这种专家都没折的病理 沈浪竟然能治 这太难让人相信了 同时 陆公后心中 也隐隐有些期待和兴奋 如果沈浪真的 治好了沈专家 都束手无策的病 那康达医院 沈浪的名声 就彻底打出去了 康达医院借此翻身 晋升二甲医院 也说不定 沈浪道 把握是有的 其实省铁路医院的向阳院长 并不是没有治好汪富的能力 只是没想到 我这种联合手术的治疗方案 只要有这种思路 对他来说 还是挺简单的 这就好像数学题 没思路的时候 如同看天书 可有了参考答案 知道了思路 就觉得容易了 沈浪的脑海里 拥有海量的医疗个案 就等于在看参考答案 所以 他最不怕的 就是遇到疑难杂症了 听到沈浪这么肯定的话 录工后也保证到 沈医生 这台手术 对你 对咱们康达医院 都非常重要 你需要什么支持 尽管开口 嗯 陆院长 咱们医院腹腔禁科室的水平 怎么样 康达医院的水平 还是让沈浪失望了 联合手术中的腹腔禁锈状 未切除手术 也不是谁都能做的 况且 还要配合沈浪的心脏搭桥手术 更是比常规手术难度更高 沈浪综合考虑了一下 全市也就是医院的腹腔禁科室 有这个综合实力 看来 得把市医院腹腔禁科的专家 请过来了 马主任在呢 沈浪来到了马月亭的办公室 打过招呼后 直接表明来意 我听说 你和市医院医务科的卢奎主任 关系不错 马月亭心中一动 难道沈浪回心转意了 愿意和他一起 特聘到市医院了 是啊 怎么了 沈浪将来意义说 我想请市医院的腹腔禁科的专家 联合做一台手术 马主任 你知道的 我也不认识市医院的人 啊 这样 好说 我这就联系卢奎 给你牵线搭桥 马月亭一口答应下来 旋即一愣 才反应过来 你要和腹腔禁科联合手术 他还从未听说 心脏搭桥手术 需要和腹腔禁科联合的 就是这个病案 沈浪将汪复的病案拿出来 这个病人有过度肥胖 二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汪复 难道是那个汪复 马月亭一看到上面的名字和相片 眼角抽了一下 这是本事首富啊 连这种大人物 都来找沈浪看病了吗 就是那个汪复 马月亭听了下沈浪的大致构思 眼睛都亮了 沈浪 你这奇思妙想 有时候 真的是让人不得不赞叹 我估计 这是领域内全省首例联合手术 要是这台手术做成了 你名气就大了 没问题 我这就给你找卢奎 你下午应该就能见到是医院的专家了 第29章 能载入医史的手术 马月亭对沈浪的事情很上心 立即就打了电话 和卢奎那边约好了时间 到了中午午饭时 两边总共四人 约了个生态饭庄 边吃饭边聊天 卢奎笑道 王马 你这顿饭 估计不是那么容易吃的吧 说吧 想求我办什么事 先说好啊 你上次拒绝我 我可还怀恨在心呢呀 马月亭哼道 你可拉倒吧 我们可不是找你 他转头看向旁边 这位就是腹腔进科的侯派侯主任吧 侯派笑着和众人打了个招呼 马月亭指着沈浪道 这位就是沈浪医生 如葵的眼睛 顿时就瞪直了 旁边侯派 也不由得多看了沈浪几眼 知道这就是市医院 最近想求 而不得的特聘医生 马月亭看了两人的表情 心里不由得得意洋洋 道 这次事情 是沈浪医生 想找侯派医生 谈一次合作 具体的 还是由沈浪医生亲自来说吧 沈浪道 侯派医生 你的医术 我也是久仰大名 所以这次才从全市的 腹腔镜方面专家中 选中了你 我打算做一例 过度肥胖病人的联合手术 初步治疗方案 是关脉搭桥手术 结合你的一期 微创减重手术 联合手术 一听到这四个字 卢葵和侯派的脸色就变了 收起刚才的笑意 两人脸色都变得认真 郑重 两人的反应 早在马月亭的预料之中 马月亭悠悠道 我知道 你们在想什么 这两种手术的联合 是在全省范围内 没有先例的 在全博范围内 都极为罕见 一旦做成 这将会是一次轰动性的新闻 对于康达医院 市医院 沈浪医生 乃至侯派医生的名气 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卢葵的眼睛 也亮了起来 这么好的机会 既然落到了市医院的头上 一定要牢牢抓住 侯派则仅慎了许多 沈浪医生 我敢问 手术预计成功率有多少 沈浪笑道 这就要看侯医生了 我这边 可以说没有问题 侯派想了想 沈浪虽然年轻 但刚刚做过的 一例82岁高龄病患手术 确实有资本说这种话 想了下 侯派道 我想看看病案情况 沈浪早就准备好了 将汪府的病案资料拿了出来 在侯派看资料的同时 沈浪也讲解道 侯医生 你的任务就是 做腹腔 禁锈状胃切除手术 由理取出胃网膜幼动脉 经过隔肌送至心包腔 接下来就是我的事了 我会将这段幼动脉 作为桥血管 进行下一步的 不停跳搭桥手术 侯派看了一会儿 也一动了 最终 他有些佩服 又有点难以置信的 看着沈浪 将手术后 闲置下来的动脉 当作桥血管 既减重 控制了血糖血脂 改善了肥胖 又治疗了关心病 保证了长期育后 沈医生 你这天才般的点子 到底怎么想出来的 沈浪笑了 他知道侯派这样说 等于是答应了 侯医生 那就预祝我们 手术工作顺利 侯派也伸出手来 精神振奋到 预祝一切顺利 如果能做成这台手术 那对于业内 治疗肥胖冠心病人的 长期育后 可以说 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经验 开拓了一种新的医疗思路 将来会被记载在医疗历史 甚至进入某些 医科大学的教科书当中 届时 自己的名字 或许也能随同这台手术 名垂医史了 侯派越想越兴奋 幸好 今天卢葵叫他出来的时候 他答应了 否则就错过大事了 双方一拍集合后 侯派也立即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用他专业内的知识 来丰富这份诊疗方案 沈浪看得微微点头 侯派在这方面的专业性 确实很高 完全不用他担心 随后的几天 双方进行了多次接触 多次讨论 将医疗方案不断完善 在这期间 不论是侯派带来的 腹腔进科的助手们 还是沈浪这边的 专项小组成员们 都感觉受益良多 进步很快 终于 预计的手术日子 如期来临 沈浪对身后专项小组内的人说道 这次病人的前降织 对脚织 回旋织和后降织 四根全动脉 都需要搭桥 所以 对我们的搭桥手术 也是一次大的考验 你们待会要注意观察 众人拼命点头 他们也意识到了 这次恐怕会见 正一次医学史的诞生 能吸收到更多知识 马月亭混迹在人群中 赞叹地点点头 看来 沈浪又要给他们展现新的技术了 看这些人眼睛发亮的样子 马月亭暗中庆幸 之前没跟他们说 是医院特邀的事 否则大部分人肯定会拒绝他 旁边 腹腔进科全员也做好了准备 侯派看了眼这边 心中有点疑惑 如葵主任不是说 沈浪是马月亭的学生吗 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而且从其他人 对沈浪的尊敬程度上来看 也压根不是冲着 马月亭的面子那样 沈浪可以开始了吗 这时 沈浪也看了过来 侯派点点头 旋即开始操作 在侯派做手术的时候 沈浪也在观察 和他做手术时 单打独斗不同 侯派身边的每个人 和他配合的都非常好 几个人同时干活 彼此之前毫不冲突 仿佛演练了几百遍一样 这就是医院深厚的底蕴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带出来 这样一只如臂食指 得心应手的团队 沈浪承认 团队配合好了 好处很多 能大大缩短手术时间 其实在前几次手术中 沈浪每次都是一边讲解一边做 再术后 也将一些难点点播给众人 有意识地在培养团队 其中就有几个年轻医生 进步飞快 比如小鱼 不过 距离真正能顶得上势 还差些火候 侯派团队的切除手术 很成功 沈浪精神一阵 轮到他了 接下来 我会利用侯派主任团队 游离出的胃网膜又动脉 加上患者左胸壳内动脉 左饶动脉 作为桥血管 专项小组的成员 都睁大了眼睛 仔细观摩沈浪的操作 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第三十章 来自是医院的再次邀请 侯派有点惊讶 沈浪竟然没有团队 只有助理医师和护士在配合 手术台上 完全是沈浪在独立主刀 他还发现 全程 马月亭都没有指点过沈浪 全部都是沈浪自己在发现问题 应对问题 解决问题 而且 沈浪的脑子转得很快 遇到什么突发状况 很快就能想到对策 就仿佛一个 做过上百台手术的老医生 难道 外界说 沈浪是马月亭学生的说法 根本就是错误的 侯派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回去后 得把这个情况 告诉卢奎 这次手术时间 总共持续了七个小时 作为一台联合手术 时间并不算长 在沈浪的预料范围内 手术很成功 把病患 送到血管外科重症监护中心观察 沈浪笑道 这次联合手术 大家都表现得相当不错 尤其是是医院的各位医生们 感谢你们 众人纷纷笑道 沈医生客气了 如果说 在进手术室之前 他们还觉得沈浪年轻 而轻看他一等 可只要是经历过整场手术的人 无意不是对沈浪佩服的不行 侯派也放下了主任的架子 和沈浪握了好久的手 都不舍得松开 完全把沈浪 当成了对等的地位 再看 沈医生 要不你就来我们是医院吧 以你的能力 过来后 待遇趾高不低和你合作 让我非常愉快 我很想和你再合作一次 沈浪顾左右而言他 侯主任愿意的话 我这随时欢迎你 再过来合作呀 侯派笑了笑 沈浪这边 前脚刚出手术室 康达医院宣传部就有动作了 似乎对他能做成功手术 极为有信心似的 下一秒就把早就准备好的新闻 从公众号发了出去 联合手术的再次重大突破 心脏搭桥 和减重微创手术的结合 我院的心脏搭桥手术 再创辉煌 和市医院的腹腔静科 联合完成一台高质量手术 肥胖冠心病患者的福音 联合手术 创下全省首例 为全国肥胖冠心病的诊断 提供宝贵参考经验 关注康达医院的人 这几天本来就很多 这些消息一出来 各大院方 几乎是同一时间就知晓了 瞬间就引起了一片哗然 所有人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康达医院 这是要起飞啊 有了这几次成功的案例 这个沈浪医生的名气 也肯定要大起来了 早知道 一开始就去 把沈浪挖过来了 这样的话 这几台化石带的手术 可不就发生在自家医院了吗 其实 各大院方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 知道是医院 曾经就试图高薪 挖过马月亭和沈浪 但没有成功 那次各大医院做住了 这次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甚至做出了全省首例 尤其是连省铁路医院 都没折的病 康达医院都吃下来了 这次 首先找上门来的 还是市医院的卢奎 侯派找了个机会 带上卢奎 请沈浪吃了顿饭 这次只请了沈浪一人 没有把马月亭带上 在手术室里的亲眼所见 侯派也跟卢奎说了很多 让卢奎意识到了 沈浪或许比他想象的还要重要 沈医生 我之前说过的那个条件 还请你再次考虑一下 卢奎诚恳地道 侯派也在旁边劝道 沈医生 咱俩合作过一次 所以我很清楚你的能力 你虽然年轻 但却是手术台上 他是可靠的伙伴 康达医院比起市医院 只是个小舞台 像你这样的人物 应该来诠释最好的医院 展现自己的才华 卢奎也适当地提出道 沈医生 如果你能来市医院 我们会给出你五倍 与你现在的工资 这是我们院方特聘人员中 最高的工资了 足以表示我们的诚意 五倍工资 那光工资都有两万了 再加上提成 福利什么的 舞台大 工资多 看似很吸引人 如果换了其他人 肯定就去了 可沈浪是缺钱的人吗 他给徐向前做私人医生 每个季度有二十万 足以满足沈浪 现在的花销了 他也不缺钱 逃出掉钱的因素 其实康达医院 对沈浪来说 才是真正的大舞台 去了市医院 只会局限在心脏搭桥 这一块上 甚至到时 心胸外科的其他疾病 都没有他的份了 沈浪笑道 卢主任 我也不是非要拒绝你 如果让我去市医院 得答应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快说 卢奎兴奋起来 这是沈浪第一次松口 如果把沈浪请过来 那他绝对是大功一见 我想进神经外科 从头学起 卢奎愣了一下 看了旁边侯派一眼 发现侯派也是一脸猛逼 沈医生 你不是心胸外科出身吗 难道你来了市医院 就不再做心脏搭桥手术了 卢奎一脸的便秘 市医院特聘沈浪 不就是冲着他的心脏 不停跳搭桥手术来的吗 也会做吧 但我将来专攻的方向 还是想放在神经外科上 沈浪笑着 但很认真道 我的兴趣点在神经外科上 而且我要求以后 有资格进神经外科的手术室主刀 答应了 我这个条件再说 卢奎想了想 这个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吧 沈浪心中暗暗摇头 知道市医院多半不会答应的 是医院想要的 和他想要的 完全不同 市医院的领导 听到这个理由 也是眼角一抽 沈浪怎么会提这种古怪的要求 他在心血管上的造诣这么高了 靠这一种手术 就能一辈子吃喝不愁 一事无忧了 却要转科去神经外科 卢奎也苦笑道 我也想不明白 院长笑道 也罢 我估计 沈浪上次拒绝我们 就是没想着来市医院 这次提出这种古怪的要求 多半就是在委婉地拒绝我们了 卢奎也只能点点头 实话说 他也实在是想不明白 沈浪都站在心脏不停跳的高点了 却抛弃了自己的优势 去神经外科干什么呀 想不通 行了 不强求了 接下来 顺点培养自己医院的不停跳搭桥人才就是了 第31章 很抢手 是医院想挖沈浪的消息 不知怎么 就被康达医院的高层知道了 高层连夜开会讨论 必须得提高沈浪医生的待遇了 沈浪如今表现的是 越来越抢眼 这次手术后 可预料的 沈浪的名气将会再次迎来上涨 如果这个时候不留住沈浪 那康达医院的损失就太大了 计划中 建立重点专科的计划 也会泡汤 第二天 入工后就找到了沈浪 亲自跟他说 要提高三倍的工资 再加上比例分成 表面看 这三倍工资 没有是医院开得多 其实重点在于 后面的比例分成 如果沈浪看的病人多 做的手术多 那比例分成将会比工资还多 综合下来 康达医院的诚意 比是医院还大 对这个结果 沈浪倒是挺满意 工资 终于又涨了 医学会 常务副会长办公室 谭靖雅看着桌子上的一份文件 关于举荐亮眼项目 打造城市十张名片的通知文件 这份文件 全是各个部门 协会组织都收到了 要求各部门 各系统推举亮眼项目或工程 打造十张城市名片 谭靖雅一瞬间 就想到了沈浪的心脏 不停跳搭桥专项小组 沈浪的这几次手术 都突破了室内医疗领域的记录 给市里争了光 尤其是最近一次的联合手术 更是撑得上亮眼 连省铁路医院 都被小压了一头 这样的成绩 在谭靖雅看来 正是最适合推举的 如果能凭上城市十大名片 那对于沈浪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是领导办公室 白市长 这是打造 我是十张名片 所有部门提交的项目 初选结果 白市长N了一声 翻到其中一页 这个名字 很耳熟吗 沈浪 办公室主任凑上去一看 笑道 白市长 这位沈浪医生 就是之前抢救救火 英雄消防员的那位医生 原来是他 那次事件 给白市长的印象 还是挺深的 不错 他带领的专项小组 在医疗领域 也给我是蒸了不少光吗 玄机 白市长将这个提案 第一个批了通过 今年的最美医生 不是也快要平了 这位沈浪医生 能挽救救火英雄性命 能在医疗领域大放光彩 我看 这就很符合 最美医生的精神吗 办公室主任顿时明白了 连连点头 我这就让医学会 通知这位沈浪医生 术后观察 来到病房 沈浪先看了下汪福的心率 心率 血压等数据 然后观察了树区和肾血情况 沈浪微微点头 都没什么问题 怎么样 感觉好点没有 沈浪笑问道 汪福心情明显不错 现在我的呼吸顺畅多了 胸也不闷了 护士们跟我说了 我手术后 什么肠胃积素还少了 还能控制饮食 糖尿病都好了 沈浪医生 我是真心要感谢你 一下给我治好了好几种病 沈浪笑道 嗯 你身体恢复的不错 但接下来六周内 你还得控制少量饮酒 严禁吸烟 多吃蛋白质高的食物 和不饱和脂肪酸高的食物 少吃脂肪酸含量高的 这样六周后 你就能逐步开始 回归正常生活了 行 汪福一口答应下来 我听你的 沈浪也不知 汪福做的保证 能保证几天 反正他的提醒已经到了 沈浪正要走 汪福给了病床旁边的女人 一个眼神 这女人立即送公文包中 拿出一张黑色的卡片来 沈浪原本还以为 这女人是汪福的家属 现在看来 更像是女秘书 这是 沈浪直接就要摇头拒绝了 汪福连忙道 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沈医生你务必要收下 就是一张打折卡 打折卡 沈浪接过来看看 上面也没写哪家商场 汪福咧嘴笑道 我旗下有多条商业间 这张黑卡 在我旗下的所有店里 都能打折 你尽管用 能同时在多家商城打折 这倒是挺方便的 省得一起带那么多卡了 只是打折卡的话 那我就收下了 看沈浪收下 汪福这才满意 寻诊完毕 医务科给沈浪传话 说院方高层 很快就会建立一个 心脏不停跳搭桥的重点专科 就是这两三天的事 让沈浪稍等几天 这个重点专科 总算是要建起来了 医务科考虑到 沈浪连做三台重大手术 因此特意批了几天休假 让沈浪可以休息放松两天 沈浪也没什么事 就去给徐向前提前诊断了一下 每季度拿人20万 沈浪还是要负责的 找到徐向前做了例行检查 确认没什么大的异常 给出了一份饮食建议后 沈浪这才离开 从高档小区出来 外面就是一片商业街 徐向前真会买房子 直接买到市中心 沈浪想着 等以后自己有钱了 也可以考虑在市中心买套房子 起码上下班 出门买东西方便啊 顺路 沈浪就在商业街闲逛了一会儿 嗯 那道身影挺眼熟 前面出现了个美女 身材不错 越看越看越眼熟 尤其是她的胸 沈浪还摸过 沈浪一声 对方也认出了沈浪 魏彤彤啊 你好 在逛街啊 魏彤彤是小诺的班主任老师 上次去医院检查乳腺结块 结果让沈浪给检查了一遍 对啊 真巧呀 魏彤彤跟沈浪说话的同时 眼神在不停地眺望远处 神色还有点焦急 某一瞬间 魏彤彤神色一变 那个 沈医生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求你了 什么忙 看对方焦急的神色 如果不是什么过分的请求 沈浪也不会拒绝的 做男朋友 这么直接 沈浪一愣神的功夫 对面就出现了一对情侣 魏彤彤挽住沈浪的胳膊 低声道 求你了 假装是我男友 那边是我前男友 甩了我找了个土豪千金 然后还老是期盼我过得不好 今天我就要让他知道 我过得很好 沈浪瞬间懂了 这魏彤彤 是要打肿脸充胖子 说话间 那对情侣就过来了 第32章 一元够黑卡 沈浪打量了下 魏彤彤的前男友 还是有点小帅的 咦 你也在啊 小帅男也发现了魏彤彤 立即就看向了旁边的沈浪 看到沈浪的穿着 也就一般 顿时嗤之以鼻 眼神中有些不屑 和得意 魏彤彤 看来你过得很一般吗 魏彤彤瞥了他一眼 狗眼看人低 我这叫低调 老娘怎么可能比不上你 小帅男和旁边女伴低声道 他就是我那个前女友 穷酸老是一个 土豪千金 浑身穿金 带银顶白金 看都懒得看两人 道 走 我们进去购物 说完 转身就进了专卖店 走 咱们也进去买 魏彤彤一咬牙 沈医生 待会购物购物 你就装作掏钱的样子 这是我的信用卡 沈浪无语一笑 你这攀比心 还真重啊 魏彤彤气到 就是不能被他比下去 沈医生 求你帮我这次吧 那 行吧 就这一次啊 沈浪无奈 和魏彤彤也进了专卖店 里面 小帅男和土豪千金 正在挑挑选选 看到两人进来 压抑了一眼 然后就看别的去了 魏彤彤气得不行 今天他是大出血 都要把对方比下去了 把信用卡 悄悄交给沈浪 然后 就开始大肆购物 什么衣服贵买什么 什么好看 华贵买什么 这种豪质千金的快感 让沈医俭用惯了的魏彤彤 还是非常爽的 唯一可惜的 就是不断透支干瘪的钱包 惯了一圈下来 沈浪手里 已经多出了四五套衣服 最终 在魏彤彤的刻意下 两方人 在结账台 又再次碰面了 咦 买了这么多 小帅男也有点惊讶 这次 他多看了沈浪一眼 难道沈浪真是个 不露声色的有钱人 多半是挑便宜的买吧 小帅男心中这么一想 顿时好受多了 您好 您总共消费 两万四千元 小帅男刷了卡 却是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边慢走到门口处 边听这边的动静 魏彤彤把账一算 失算了呀 魏彤彤暗自付费 早知道对方只买了两万多 那他挑个三万的东西 只要把对方压下去就行了 多花了五万块钱 肉疼啊 心里苦啊 魏彤彤差点泪都流出来了 这可是 他好长时间存的钱 不过 一想到能让那个渣男不爽 魏彤彤心中就好受了一些 您是付现金 还是刷卡 还是扫码 收银台笑银银道 魏彤彤暗暗一咬牙 表面上对沈浪笑道 亲爱的 帮我刷卡买下来吧 暗暗指了指信用卡 沈浪心中有点无语 不过 还是帮魏彤彤演好这场戏 他拿出信用卡 正要刷 对了 这是富丽堂皇旗下产业吧 对的 沈浪拿出那汪富 给的黑卡来 这张卡 应该能打折 沈浪笑着 将黑卡递过去 这次 连魏彤彤都有点好奇 沈浪怎么连这种品牌店的打折卡都有 难道他平时经常来这里消费 小帅男不屑一顾 低声道 哪有这种黑色的打折卡 这是假的吧 收音台看到这张卡 也是一愣 他从来没见过这种类型的打折卡 店里使用的都是金卡 银卡 和钻石贵宾卡 黑色的 还是他第一次见到 领班 您看这种卡 您见过吧 小帅男冷笑一声 假卡吧 到这招摇撞骗来了 土豪千金 则是神色有点凝重 他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这种卡 一个大唐领班 快速走来 一看到 这张黑色卡片 脸色就是猛的一变 他们中层培训时 专门重点强调过这种黑卡 这种卡有另一个名字 一元购 人情卡 尊贵的先生您好 怠慢了 领班眼神尊敬慌乱 连忙深深的鞠了一躬 您是我们富丽堂皇集团 最尊贵的客人 您可以使用这张卡 一元购买任何产品 每月可以使用三十次 一元购 人情卡 领班尽可能把自己这辈子 最好看的笑容拿出来 他深深知道 这种人情卡 有多么稀缺 集团总老板汪富 总共也发出了不到十张这种卡 根本不是打折卡 而是用来还人情 拉拢关系的人情卡 一次收费一元 就是一个象征罢了 其目的 纯粹是为了拉拢人脉 收拢人心 富丽堂皇集团家大业大 也不怕只收一元会赔本 因为他们赚了人情 比赚钱更值 领班还记得 上一个接待这种黑卡用户的 是隔壁电影院的经理 因为那次给黑卡用户服务的好 被汪富老总得知后 直接提升成了电影院的店长 如果今天自己把这位黑卡用户服务号了 那说不定 自己也能晋升店长 机会啊 您一共够买五件套装 总共收您五元 请问 还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如果店里没有您需要的 您有什么私人事情需要办理的话 也可以吩咐我们 我们全店24名员工 结成为您服务 后面一大群服务员 连忙站过来 拍成一排 整整齐齐 这正是 把魏彤彤都吓了一跳 转头再悄悄看看沈浪 这位不声不响的 原来才是真低调啊 小帅男也被震慑住了 土豪千金终于想起了这种黑卡 每一个拥有黑卡的人 都是首富汪府的座上宾 传闻中那些黑卡用户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每个比比 他老爹的面子都要大 两人灰溜溜的走了 沈浪也没想到 汪府送了他这么大一个人情 请问 您还有什么要求 我们会竭尽所能的帮您做到 魏彤彤看看领班 再看看沈浪 感觉自己对沈浪的了解 一无所知 我还真有点要求 您请说 领班听到沈浪有要求 笑容更灿烂了 帮我也搭配两身衣服吧 我不太会挑 沈浪深知人靠衣装 等以后他去参加重要场合 也得穿点有头有脸的衣服 您请这边来 我们会让最好的搭配师为您服务 七八个店员 围着沈浪转 给他搭配出 最匹配他身型样貌气质的衣服来 魏彤彤在旁边 看得眼睛貌猩猩 第33章 十大最美医生 片刻后 再次出现在魏彤彤面前的沈浪 就仿佛换了个人似的 本来沈浪的身材底子就不算差 这一穿上精心搭配出来的名牌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魏彤彤小心脏如同小鹿乱跳 他突然发觉 沈浪比他之前那个小帅的前男友 帅多了 请问 还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 您尽管说 不用跟我们客气 沈浪摆摆手 笑道 不用了 我挺满意 你们忙自己的吧 沈浪出了店 那领班还恋恋不舍的 想上来帮忙提东西 帮忙订餐 送货上门什么的 都被沈浪拒绝了 沈哥 我发现 你才是牛儿啊 魏彤彤不无羡慕道 对了 我应该把钱给你 总共得七万多块钱呢 沈浪道 不用 不是一元够的吗 就当我买来送你了 那 那我请你吃饭吧 价值七万多的东西 说送就送 让魏彤彤脸都没地方割了 必须要报答沈浪 他挑了一家比较贵的西餐厅 这是魏彤彤所能知道的 最昂贵的地方了 他一心想着 能尽量多的报答沈浪 进门的时候 沈浪瞅了一眼 嗯 店门下面有个小小的标志 又是一家富丽 堂皇集团名下的店 沈浪心中暗自嘀咕 汪富不愧是全市首富啊 这片市区最繁华地区 竟然大部分都是汪富名下的店铺 甚至有的街区 一整条街都是属于他的 有钱人啊 高档消费场所 卖的就是服务和食材 食材据说都是全球各地 24小时内空运过来的新鲜食材 当结账的时候 魏彤彤正要付钱 沈浪拿出黑卡来 这里能用黑卡消费吧 服务员的脸色 一下就变了 连忙露出比刚才好十倍的态度 满脸笑容道 当然可以 您是我们店最尊贵的贵宾 请您稍候 服务员回来的时候 又送了几样水果沙拉和甜点 这些都是免费送给您的 请您慢慢品尝 沈浪和魏彤彤 离开品牌服装店不久后 黑卡消费的记录 就上传到了 富丽堂皇集团下的 服装品牌总部 服装总部总裁 立即调取了监控 并且把那名直接服务沈浪的领班 叫了过去 当监控上 出现沈浪最后的那句话 我很满意时 服装品牌的总裁笑道 不错 你把汪老总的朋友服务得很好 既然得到了他的一句满意 那么 从今天开始 你就晋升店主吧 我给你三个店店主的位置 任你挑选 领班心花怒放 心中也更是感激 沈浪今天能出现 否则以他按部就班的熬资历 至少还得五年以上 才能做到店主的位置 沈浪一句满意 让他少奋斗了五年 在魏彤彤 渴求对沈浪了解更多的眼神中 沈浪还是和魏彤彤分开了 对于魏彤彤这款 沈浪隐隐感觉 他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女朋友类型 做个普通朋友就好了 无需更进一步 至于理想女朋友是什么类型 沈浪脑海中 不知怎么的 就出现了谭静雅气质女的影子 对于黑卡 沈浪也就今天消费一下 他打算 这种黑卡 还是少用为妙 虽然一元购 听起来很爽 但其实用一次 就是再消费一次人情 人情嘛 总有消费完的时候 正想着 手机响了 是谭静雅 能接到谭静雅电话 沈浪心中是有点开心的 谭姐 啥事 谭静雅打句道 行啊 沈浪 你是不是上面有人 沈浪一愣 我上面哪有人 我上面的 不就是你吗 他说的这是实话 领导阶层 沈浪还真就 只认识谭静雅一个 听到这有点奇异的话 谭静雅那边白了一眼 道 姐这边 收到上面一句话 说让你申请 全是十大最美医生 你可得好好填资料 我有种预感 只要你申请 上面肯定就会给你通过 真的假的 不可能吧 沈浪一愣 据他所知 十大最美医生这种荣誉 通常只有公立医院 像是是医院 是三院的医生 才会当选 私立医院的医生 能成为最美医生的 少之又少 上面竟然有人 直接点名字解 沈浪想半天 也想不出 是谁会提携自己 他家族上三代 贫下中农 哪里有达官贵人啊 谭静雅看沈浪也不知道 只能道 这样 我把申请表格发给你 你尽快填了 别夜长梦多 把这个机会给错过去了 明白 姐 我会用最快的时间 办好这事的 沈浪心中也一动 这是好事啊 如果能拿到这个荣誉 那他的名气 将会再一步上升 一拿到表格 沈浪就第一时间填好 给谭姐发了过去 如果我能同时拿到 谭姐说的城市名片 和最美医生 那我竞争副主任 岂不是妥妥的了 有了这些资历加成 即便是沈浪还年轻 正是工作时间还太短 也应该是没问题了 休息完后 沈浪回到医院 刚回来 就听到了好消息 康达医院的心脏 不停跳搭桥重点专科 终于成立了 沈浪依然被任命为 专项小组的小组长 组员几乎没变 并且 医院专门从胸外科的楼层中 划分出了一半的楼层 作为重点专科的病房 和办公区 这下 沈浪也是有自己地盘的人了 但当沈浪以为 一切顺利的时候 沈哥 小组里的心秀小玉一声 鬼鬼祟祟的进来 沈哥 咱们专科的科长 我听说好像不是你 这是咋回事 沈浪皱眉道 科长不是我 怎么可能 这是陆院长跟我保证的呀 成立这个专科 是陆工后拍胸脯保证的 说沈浪即是专项组组长 也是重点专科的科长 因为沈浪的特殊性 全科几乎是靠他一个人支撑 所以 这两个重要的职位 都是由他一个人来担任 这时候 怎么又变卦了 那院方高层 打算让谁做这个科长 沈浪皱眉问道 我听说 是咱们的林副院长 小于神秘兮兮 我听说的 不知道真假 沈浪脸色沉了下来 科室里 所有位置早都已经定下来了 只有这个科长 却迟迟没有定下来 说明院方确实是在犹豫 我去找一趟陆院长 沈浪正要出门 就看到林副院长走了过来 第34章 副院长也想跟我争 沈浪早就听说过 康达医院 总共有四名副院长 其他三个副院长 手里都是有些实权的 只有这个林副院长 一直没有具体分管的工作 似乎是看什么都不满意 只想要最好的 难道 他是看上沈浪这个专科了 林副院长龙行虎步的 来到了胸外科 沈浪医生 正好 我正要找你 林副院长大跨步的 进到沈浪的办公室 一屁股 就坐到了刚才沈浪所坐的主位上 然后示意了一下 让沈浪坐在客人坐的沙发上 小于医生一看情况不对 连忙退出去了 沈浪面无表情坐下 沈医生 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 估计你也听说了吧 我和陆院长说了 我打算亲自挂名 这个重点专科的科长 沈浪皱眉不语 他看着林副院长 怎么开始他的表演 你在心脏不停跳搭桥方面 做出的亮眼成绩 大家有目共睹 我也非常佩服你 但正因为此 才更需要我来挂名 你看 有我挂名 对专科是件好事 全医院还没有一个专科 能让一名副院长 亲自挂名了吧 这恰恰说明了 咱们专科的重要性 以后其他科室 还拿什么来和我们专科争 往后只要有什么好处 我也全能帮专科争取回来 林副院长看沈浪不说话 笑道 总而言之 由我来做这个专科科长 对专科 对医院 都是好事 要说唯独一点不好的 就是抢了你的位子 不过 出于大局考虑 我想你不会介意的吧 沈浪心中冷笑 林副院长 这是 陆院长他同意吗 林副院长笑道 他能不同意吗 当然 他现在还在犹豫 应该也很快 就能做出决定了 沈浪估计 这林副院长 是和陆院长之间 达成了某种交易 行了 我希望你自己也想想 多从大局考虑问题 我就先走了 林副院长起身走了 沈浪看林副院长 这副胸有成竹的做派 心中有种不妙的预感 看来 林副院长拿出的筹码 足够让陆院长心动 这才把早就许诺 给他的专科科长送出 沈浪是坐以待毙的人吗 沈浪打算 现在就去探探陆院长的口风 刚出门 玩手机呢 小护士在护士台 在刷着手机 被沈浪给看见了 沈医生 您快看 今天大消息啊 小护士把手机 高高的 举到沈浪的跟前 并且 眼眸中满是激动和惊喜 啥事啊 这么高兴 沈浪看了眼手机屏幕 这是本市新闻日报的公众号 最上面的新闻 本市十大城市名片 首批三张已经出炉 康达医院 心脏不停跳搭桥专项小组 拔的头筹 城市十张名片 每一项都代表着 我是近两年来打造的亮点成绩 是我是对外打造的宣传重点 城市名片项目 成功了 沈浪心中也是一喜 谭姐给力啊 竟然真棒 我给申请下来了 沈浪还以为是谭靖雅出力了 沈医生 您太牛了 哎呀 这下 我们课要出名了 其他课的同事 要羡慕死我了 小护士也予有荣烟 此刻兴奋的不行 这时 谭靖雅也给沈浪打电话来恭喜 沈浪 恭喜啊 沈浪道 别恭喜我了谭姐 这个专项科长 都快不是我的了 怎么回事 那边 谭靖雅语气一缓 沈浪把事情前前后后一说 谭靖雅道 这是我帮你解决 我给你们院长打电话 有了谭姐这话 沈浪顿时信心大增 沈浪快不上楼 来到陆院长的办公室 进来 沈浪一进门 好吗 林高副院长也在场 忙着呢 沈浪故意装作 打扰到两人谈话的样子 陆宫后 眼角闪过一丝尴尬 不见外道 是沈浪医生啊 正好 进来吧 正说着你的事呢 沈浪观察了一下两人神色 心中暗暗冷笑 看来他猜得没错 两人之间不仅有问题 而且问题还很大 沈浪啊 快坐 有个事 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有个心理准备 陆宫后琢磨了一下语气 考虑该怎么和沈浪说这件事情 旁边的林高副院长 也是淡定的笑着 显得气定神闲 沈浪也气定神闲 等着谭姐的电话 估计也快到了 沈浪啊 我是这么考虑的 你做专科组长 这专科科长 暂时让出来 如何 沈浪看陆宫后 真厚着脸皮 舔着脸说出了这话 他也不客气了 想啊 要不 我这组长也让出来吧 林高脸色一沉 陆宫后虚伪的笑道 沈医生说的 这是哪里话 这组长 还是得你做吗 不然谁能扛得住重点专科这杆大棋 沈浪心中冷笑 亏你还知道这点 现在这重点专科 核心就是沈浪 少了沈浪 直接就会运转不下去 这时 陆宫后正要说话 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他打算先挂掉 说完这事再说 可一看 上面显示的名称 连忙就接了电话 喂 谭会长您好 我是陆宫后 手机里 谭静雅的声音 清晰的传了出来 陆院长 恭喜啊 贵院新成立的专项小组 可是凭上我市的十大城 是名片之一了 陆宫后还不知道这个新闻 文言立即就惊得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真的 哎呀 谭会长这个消息来的 真是太令人惊喜了 谭静雅的语气 却有点冷淡 到 过几天 市里宣传部 还会主办一场颁奖晚会 到时候 市里的分管市长 还会为获得名片的 名片代表人颁奖 贵院的名片代表人 就是沈浪医生 陆院长 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一点 到时 颁奖晚会上 分管市长眼里 只有沈浪这个专科科长 没有其他人 明白吗 陆宫后听到谭静雅的语气不对 心中就是咯噔一下 惶惶不安 再听下去 冷汗从脖子上 就流下来了 他看了一眼沈浪 又看了眼旁边坐着的林高 只感觉后背湿了一片 差点就犯错误了 上次他就隐隐察觉到了 谭会长和沈浪的关系不一般 没想到 竟然到了分管市长那一层 这件事 他如果处理不好 以后没他好果子吃了 相比较起来 得罪沈浪和他背后的人 林高那点好处 算个屁啊 第35章 有一闹 挂掉电话 陆宫后调整了一下心态 陆院长 请问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沈浪悠然地问道 他自然知道 是谭解给陆宫后打了电话 看陆宫后刚才变密思的表情 沈浪不由地暗爽 谭解给力 霸气侧漏啊 陆宫后也是个人物 很快就把心态调整过来 换上了一副笑脸 沈医生 我刚才是想跟你说 这个重点专科科长的位置 别人还真是无法胜任 还得是你 才能做得住阵 沈浪笑道 是吗 陆院长过奖了 我就知道 陆院长不会食言的 什么 林高副院长愣了一下 身体一下坐直了 眼睛瞪向陆宫后 意思是 等他给一个解释 陆宫后隐晦的白白手 让他稍安勿躁 待会再给他解释 沈浪道 我就知道 陆院长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放心了 他转过头 看向林高 林副院长 不恭喜我一下吗 林高嘴角微微一抽 非常不乐意的道 那就恭喜沈医生了 客气 沈浪说完 就悠然地离开了 他前脚一走 后面林高就发难了 陆院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咱俩之间的交易 你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陆宫后一脸的苦笑 道 老林啊 咱俩都失算了 沈浪背后有人啊 林高眉头皱得老高 气得一摔椅子 站起身来 道 他背后有人 我上面就没人了 他上面的人 手倒是伸得够长的 林高说完 直接就走了 陆宫后心道 人背后的是 市里领导 你能比吗 看来 以后关于沈浪的事情 都得谨慎一些了 沈浪回到科室后 没多久 他成为科长的消息 就传下来了 所有专项小组成员 都过来恭喜沈浪 马月亭也和众人在一起 给沈浪鼓掌 在小组成员心里 沈浪做这个科长 是当之无愧的 尤其是 经过这三台重分量的手术后 众人对沈浪的 临床手术能力 是发自内心的佩服 越了解深入 越心惊沈浪的深藏不露 他们自然愿意 继续跟着沈浪学技术 另外 沈浪还收获了忠诚人心 小于医生等年轻一辈的 是沈浪一手带出来 提拔起来的 成了沈浪的忠实用笨 经常和沈浪吃饭请教 也让他们和沈浪的关系 比其他人都要好 沈浪预计 如果有一天他要考走 去公立医院的话 这几个年轻人 多半也会选择跟他一起离开 小于 沈哥 恭喜你哈 终于是咱们科长了 我还生怕是林副院长空降呢 看来咱们院方高层 还是很开明的 沈浪按道 开明什么 要不是我出手干预 这科室早就成林高的了 沈哥 我还听说 咱们新大外科主任 快要上任了 沈浪心中一动 是谁 他将来的副主任提名权 可就在这个新大外科主任手里了 小于摸摸后脑勺 听说不是咱们医院的 院方想从外面高薪聘请一个 公立医院的退休老医生 沈浪就打算去套套近乎 让对方把提名权留给自己 重点专科一成立 原先小组里的很多工作 就能正常展开了 除了重点搭桥手术 需要沈浪亲自主持以外 其他事情 都有下面的组员们操持 实在不行 还有马月亭这个老手作证 沈浪这个专科科长 反而当得相当轻松 所以 沈浪的心思 也更多的放在了 将来副主任的竞选上 如果能成为副主任 那沈浪就不光做心脏 不停跳搭桥手术了 胸外科射击的肺部 使管 胸部外创等各种手术 沈浪就都能有资格主刀了 届时 涉猎的广了 对于脑海里的经验果的吸收 也能更快 能完全用上胸外科经验果的 所有内容 为此 沈浪还特意去了解了一下 提名是第一步 提名之后 院方高层会投票 只有半数通过 才能当选 要想得到高层的投票 沈浪还得多表现才行 这时 沈浪经过了尔科的走廊 前面不小的动静 引起了沈浪的注意 你这护士怎么当的 给我儿子输液 接连两天 都是扎了四五次才扎上的 一个男家长 带不到一岁的儿子来看病 小孩的血管都很小 很难扎针 给尔科小孩扎针 是很多护士的噩梦 甚至不少护士 在分配科室时 都不太想去尔科 就是怕遇上家长不乐意 这种情况 小护士不停地道歉 不停地弯腰鞠躬 他也有点委屈 这个小孩的血管 实在太细小 长得也又黑又胖 更是加大了寻找血管的难度 导致扎了四五下 都没扎准吸血管 你道歉有什么用 你以为说个对不起 就能让我儿子好受吗 把你们领导叫来 涉及到孩子的问题 家长有时候会丧失理智 尤其看着孩子在自己眼前 被扎得哇哇大哭 这位家长火气一下就窜上来了 甚至都想打人了 这时 医生值班室里 一个老医生听到动静 走了出来 就没道 怎么回事 小护士一看 顿时找到了主心骨 于院长 我跟他道好多便歉了 他还是不依不饶的 什么不依不饶 这针扎你身上试试 那男家长 一看到于副院长出来了 仿佛找到了生气的宣泄口 你就是领导是吧 来来来 我给你身上扎一下试试 看看你疼不疼 说着 男家长随手拿起旁边推车上 要扔掉的废弃的针头 就要往于副院长身上扎 沈浪在旁边看的 眉头也是高高皱起 心疼孩子的心情 谁都能理解 但这个家长 也有点太过激了吧 那推车 是整理医疗垃圾用的 谁知道那废弃的针头 是从什么病人身上拔下来的 有潜在危险 看到于副院长出现 沈浪心中则多想了一层 于副院长是分管儿科的领导 也兼职儿科的主任 关键是 于副院长有高层投票权啊 沈浪心中一动 机会来了 第36章 新任大外科主任来了 于副院长本来就老了 身体不便 哪是这丧失了理智的家长的对手 他不停地狼狈后退 眼看就要被那废弃针头扎上了 于副院长不停地喊着 这位家长 你快停下 快停下 旁边小护士也被吓住了 这废弃针头 谁知道是给什么人扎过的 万一有血液传染病 再扎入常人身上 那就有几率感染上传染病 我就要让你试试 疼不疼 那家长哪里懂医疗传染常识 他只想让别人 也感同身受他儿子的疼痛 让开 就在这时 沈浪奋不顾身 突然出现 一下就用年轻的体魄 硬抗开了这位家长 同时将于副院长护在身后 看到突然出现的年轻医生 于副院长心中大大的松了口气 得救了 要是刚才真被不明针头扎了 那就糟了 这是可大可小 虽然绝大部分情况 是被扎了没什么事 但就怕万一 医护工作者在这方面都很注意 生怕被传染病人病人的血液感染 于院长 您没事吧 沈浪关切地问道 没事没事 多亏了你 哎 真是老胳膊老腿了 于副院长年龄大了 动作不变 要是没有沈浪 刚才就糟了 这时 医务科的人也闻讯而来 处理医闹这种事情 就是医务科的责任 他们匆忙过来 看到于副院长没事 也是暗松了口气 连忙和那位家长好言相劝 带到医务科去处理了 没事就好 于院长 以后要是还有这种事 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们专科就在你们楼下呢 我上的楼很快的 于副院长心有余悸地点点头 而科竟是女医生 还真是缺少沈浪这种年轻力壮的 遇上这种事还得靠男人解决 于敏红心中 不由得对沈浪生起一丝好感 两天后 在众人的期盼下 在沈浪的等待中 大外科的新任主任终于到位了 新任主任上任的第一天 先去找了院领导报到 然后就吓到外科下设的各个科室 和众人见面 烧伤科 神经外科 普通外科 终于轮到了新凶外科 吴主任带队 迎接新任大外科领导的第一次会议 沈浪抬头看去 这新任外科领导约莫六十来岁了 头发还没全白 眼睛里仿佛有光 很是睿智的样子 大家好 我叫杭成 之前逝世医院的大外科副主任 很高兴 能在将来的一段日子 和大家一起共事 虽然这是第一次见面 但你们的名声 我早已经是如雷贯耳了 吴主任等人皆哗然 连忙称不敢 众人心中也暗自嘀咕 这新大外科主任 也太谦虚了吧 姿态 也摆得太低了吧 逝医院本来就是全市最牛的医院 里面的医生也多半自觉高人一等 没有瞧不起私立医院就不错了 竟然还说这么谦虚的话 只听杭成笑道 尤其是你们心胸外科的重点专科 我在市医院的时候 每天是想不听到都难啊 众人脸色古怪 看向沈浪 原来人家是在夸专项小组啊 不过话说回来 最近这段时间 专项小组却实火 都成十大城市名片了 吴主任等人脸色有点黑 刚才本来还以为是夸他们 结果人家就是夸沈浪来的 跟他们没关系 杭成笑呵呵地扫了众人一圈 道 哪位是沈浪科长 沈浪站起来笑道 我就是 杭成点点头 不错 真是年轻有为啊 我在市医院的时候 除了听过你的心脏 不停跳搭桥的大名 还在急诊科 听过你的传闻 据说 你的出血点结杂止血 很有一套吗 沈浪很快明白过来 对方是在说就谈解朋友那次 车祸送到了市医院急救科 沈浪不好意思一笑 行主认真是过奖了 沈浪也没想到 新来的大外科主任 对他了解这么多 开头的第一印象这么好 看来 提名权有戏啊 杭成又和新凶外科的众人聊了一会儿 更多的重心 还是放在沈浪身上 显得对沈浪比较看重 吴主任的脸 都有点搭了 以前 沈浪只是和年轻人们竞争 这次 却是把科室第一主任 吴主任的风头 都有点给抢去了 沈浪也顾不了那么多 他连副院长都得罪了 还怕一个主任不高兴 只要能对自己晋升有利 沈浪就乐意 躲在大外科主任面前露露脸 到了下午 沈浪趁没事的空档 溜达出了医院 得找个机会 给杭主任说一下 我提名权的事 沈浪隐约听说 科室里的昌副主任 下个月就要病退了 也就没几天的时间了 这说明 最近几天 院方肯定会提名 选拔出一个新的副主任来 方妙 沈浪或者其他科室出色的医生 都有竞争这个副主任的可能 不知道还有谁 在暗中盯着这个位置 沈浪出了医院 来到了商业间 要是跟行主任直接提 有点不好意思 行主任和我又没有多熟 虽然对方对沈浪的印象不错 但那也只是首次印象不错罢了 直接提 就太胜硬了 沈浪的面子还没那么大 沈浪逛了逛 来到了一家名贵手表店 选了一块档次还不错的手表 装在小小的礼品盒里 也不知道行主任喜不喜欢 沈浪忐忑地藏起手表小礼品盒 回到医院 上到七楼 来到大外科 沈浪就发现 来找大外科主任的人 还真不熟 看样子 都是大外科下设各个细分科室的第一主任 都是吴主任那个级别的 说了我不熟 你们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吧 就在这时 行主任的办公室门开了 把烧伤外科大主任推了出来 你这名贵手表是不错 不过我老头子了 对这些早就没兴趣了 快拿回去吧 沈浪瞟了一眼 烧伤外科主任手里那礼品盒 上面的品牌名字 嗯 好像的四五万呢 这都不熟 自己那块价值一万的 就更拿不出手了 是沈浪啊 第37章 大号小猪佩奇 被赶出来烧伤科的主任 也是有点尴尬 看到沈浪 有点自嘲的笑道 你不会也是来送礼的吧 沈浪尴尬的笑笑 没说话 烧伤科主任道 早就听说咱们这个新来的大主任 对任何收礼都没兴趣 我还不信来着 这一下是真信了 沈浪暗暗将自己那块一万块的手表礼品盒 网多的深处塞了色 人四五万的都不收 怎么可能收自己这一万的 问题是 这提名权咋办 沈浪愁出不前 不知道该怎么开这个口 这时 沈浪突然听到 行主任在办公室里 说起话来 不对啊 刚才烧伤科主任出来后 就没人进去了 难道行主任是在打电话 沈浪往墙那边靠了靠 装作路过的样子 里面行程主任 嗓门也有点大 乖孙女的生日 爷爷当然记得了 爷爷怎么会忘记 乖孙女的生日呢 放心 爷爷今天下班早 保证早点回去 给乖孙女过生日 好不好啊 生日礼物 怎么会忘记呢 大号的小猪佩奇 好好好 越大越好 爷爷记住了 沈浪心头一动 紧接着 就听到航程继续讲话 电话的那头的人 似乎换成了他儿子 今天还不知道 能不能早走 刚来新单位 就接手了一台手术 手术时间不能确定 不知道能不能及时赶回去 给摇摇过生日 礼物都还没买呢 嗯 我尽量吧 沈浪立马就奔了出去 把那块手表退了 然后去了旁边的毛绒玩具店 你好 请问您要买点什么 沈浪的目光 在众多的毛绒玩具中扫过 有小猪佩奇吗 有的 请问您是送给女朋友吗 沈浪笑道 给家里小孩过生日用的 有吗 越大越好 服务员立马从最高的货架上 把一人多高的粉红色小猪佩奇 给抱了下来 这个420 是我们店里最大的小猪佩奇了 行 就这个了 沈浪接过来 别看体型大 里面都是填充的絮状物 轻巧的很 就是这玩意太大 藏也不好藏 沈浪只能就这么抱着走 进了医院 不少人都跟沈浪打招呼 呦 沈医生 这是给女朋友买的礼物吧 沈医生真宠 自己女友啊 买这么大的毛绒玩具 沈浪也不好意思辩驳 他总不能说 这粉丝的佩奇 是用来送礼的吧 估计说出来 也没人会相信 哪有拿这玩意送礼的 再次来到航程的办公室前 沈浪的信心就大了很多 敲门 进来 嗯 沈浪啊 你这是 航程看到沈浪抱着 这么大一个毛绒娃娃 也是有点发愣 沈浪笑道 航主任 我这不是听说了 您要给孙女准备礼物 怕您忙 没时间买吗 所以就擅自提前 给准备了一个 也不知道 您孙女喜不喜欢 航程压抑的 看了沈浪一眼 我跟你说过 孙女生日这回事吗 沈浪连忙道 对 上午您来我们心胸外科 和我聊了话 提过您孙女今天生日来着 航程想了想 上午和沈浪聊的时间最长 聊得最多 都忘了些什么 估计那时就是随口一句吧 没想到 小沈心思这么细 都给记下来了 小沈 你还真是有心了 你还别说 这个小猪佩奇 恰恰是我孙女最喜欢的 你还真是选对了 那我就代表我孙女 多谢你来啊 航程心情大好 这下就省得 自己下班再去买了 关键他今天这台手术 还不知道会耗费多长时间 等做完手术后 估计商店也都得关门了 想买都买不到了 沈浪心中一喜 谁说便宜礼物不能送的 这四百多的礼物 就比四五万的礼物 还要给力呢 估计一整个下午 航程也就收了 沈浪这个礼物 其他的都退回去了 对了 小沈 你下午忙不忙 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 沈浪道 我下午不忙的 手术室那边没有安排手术 专科里也有马主任张罗着 他心中想着 航主要用我干嘛 航程看样子 也有点犹豫 不知道这是 该不该用沈浪 我听我们是医院 急诊科的同事说过 你再快速寻找出血点 及时大出血的止血上 很有一套 要不你下午跟我做个手术 沈浪心中一动 刚想在这杭主任面前 表现表现 机会就这么来了 没问题啊 杭主任 不知道是什么手术 有个上腹部撞击伤入的病人 要进行全麻插管下行 剖腹探查术 你也知道 这种手术 最怕的就是术中大出血 一旦大出血 就会很麻烦 不仅病人安危风险增大 还会延长手术时间 我怕担待的太久了 沈浪顿时懂了 杭成找他 就是看中 他的迅速止血能力了 如果万一在数中 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沈浪就负责快速止血 这样就能压缩手术时间 不仅能把病人的安全风险 降到最低 还能让杭成早点回家 腹部的吗 沈浪略微犹豫了一下 他擅长的是心胸部位 也不知道换到腹部 他那滋身的经验 还能不能触类旁通 发挥作用 怎么样 杭成期待的看向沈浪 那我就试一下吧 杭主任 我只敢说尽全力 但不敢说保证什么 杭成笑道 放心 你是心胸外科医生 本来就无关你的责任 手术团队里 也不会有你的名字 就当是帮我私人一个忙了 杭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沈浪值得点头 只要这是做好了 那这就是私人勤奋了 沈浪再提提名权 就好提了 到了手术时间 沈浪和杭成 换了衣服 进了手术室 众人对杭成点了点头 看到杭成身后 多跟了一个医生 也有点诧异 他们都是普通外科的 从来没在普外 见过这么一人 沈浪戴着口罩 光看体型 还真没人认出沈浪 杭成道 这是咱们院心胸外科的 沈浪医生 我借过来 临时让他观摩一下 大家依然按照 讨论的手术方案来就行 众人恍然 原来是把院里的 明星重点科室 专科里的沈浪医生 给叫来了 第38章 提名了 普外科众人 其实是都听过沈浪名字的 不过因为 不是一个科室 平时见面也不多 纷纷友好的对沈浪点头 沈浪也一一回应 手术台周围围了一圈人 麻醉医师 手术医师 巡回护士 气泄护士 杭成把这些人 安排得井井有条 让众人各司其职 手术开始后 沈浪就在旁边静静地观摩 手术刀剖腹 皮下组织 腹膜 一层层剖开 一切有条不稳地进展着 沈浪也观摩着 汲取着普通外科的经验 忽然 一阵急促的滴滴滴声响起 手术室中的空气一紧 航程忙 而不乱到 皮多处破裂 腹腔内大量出血 检查公养 口腔内是否有分泌物 确保呼吸道通畅 麻醉医师过来 两个巡回护士 一个调整手术床 使患者头和躯干 抬高15度 双下肢抬高25度 另一个查看静脉通道是否通畅 并快速补充液体 沈浪看得连连点头 以后还是要和这种 有经验的老医生多学学 沈浪在专业能力上是足够了 但指挥能力上还差得远 航程试试医院老医生 在这方面则强得多 浦外手术室中 这些医护人员们 被安排的各司其职 仅仅有条 就能说明这一点 沈浪 你过来看看 航程把沈浪叫过去 让他最担心的树中大出血 还是发生了 而且 还是皮多处破裂 出血点不止一个 很棘手 沈浪深吸了口气 站到手术台上 看了一会儿后 沈浪道 给我弯指血前两把 纹是指血前一把 虽然心胸部位和腹部 有些不同 但沈浪脑海里 那些丰富的经验 多多少少 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 沈浪预估 有五个比较有可能的出血点 他都一一进行了查看 最终 五个里面 有两个确认为出血点 而此时 腹部依然在出血 显然出血点还没找全 没有腹部外科经验 果的支撑 沈浪只能靠自己积累的经验 杭成和沈浪两人又仔细讨论 翻找了一会儿 最终 才把最后一个出血点 也给找了出来 杭成松了口气 吴军清理好后官妇 继续输液 先快后慢 固定好患者 上好约束带防止坠床 抽取血液样本 送去化验检查就好了 安排好了手术的后续后 杭成这才带着沈浪 出了手术室 看来 今天能早点回去了 杭成哈哈一笑 看起来心情很不错 没耽误今年孙女的生日 就是她最大的欣慰 一看时间 才刚到下班的点 一点都不晚 今天带你进手术室 真是个明智的选择呀 沈浪连忙道 杭主任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后面一个出血点 还是您找到的呢 沈浪说的是实话 他之前能及时止血 完全是依靠的经验果 带来的老道眼光 今天换成腹部 没有了经验果的支撑 沈浪就没那种超能力了 不能这么说 你那么快就找到了两个出血点 要不是你 不可能那么快的 你就别谦虚了 杭成看样子 还是成沈浪这个人情的 沈浪也笑了笑 道 杭主任 我们重点专科 往后的几台重要手术 能不能请你过去指导一下 杭成笑道 你和马月亭主任两人 在这方面 就已经是全市的专家了 找我干嘛 沈浪诚心道 杭主任 今天我看了您的手术 才发现 在流程规范 和人员调配指挥上 我还得多多和您请教 杭成笑了笑 点点头 没问题 到时候叫我就行 那个 我还有个请求 嗯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刚才做手术的时候 不是很果断的吗 杭成笑道 杭主任 过两天 不是要选拔我们 心胸外科的副主任了吗 您手里有提名权 杭主任一听就懂了 啊 就是这事啊 可以啊 我也正看好你 到时候给你提名 真的 沈浪一喜 看来今天这些努力 没有白费 已经给杭成心里 留下好印象了 杭成笑道 当然真的 你这么优秀 不提你提谁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也得给我孙女去过生日了 杭成果然说话算话 很快 他就向院方高层 行使了提名权 将沈浪的名字报了上去 与此同时 打算并退的昌副主任 也提名了方妙医生 拥有了提名后 沈浪感觉 每天受到的关注都多了 不少人都知道了 沈浪有意竞争科室副主任 暗中私下里也在讨论 到底谁会竞争 年轻医生们 很是支持沈浪 觉得沈浪 肯定能拿到副主任人选 但资深医生们 则觉得 方妙医生 在胸外科的时间更长 资历更厚实 能拿得出手的成绩也更多 相比起沈浪 只会心脏不停跳搭桥 独一门的手艺 方妙医生表现出来会得更多 当然 众人也就是查钱放后当的谈资 他们说了又不算 最终决定的 还是院方七名高层 组成的投票组 接下来几天 沈浪还是如常过着 方妙就显得有点焦躁了 明明只有他一个人 竞争副主任来着 十拿九稳的事情 科室里的大主任 吴主任也捧着他 现在突然冒出来个沈浪 一下就摊平了他晋升的概率 这沈浪 虽然进来的时间短 但窜得太快了 而且开了专科 这几点上 确实比我优秀 即便汇入了王副院长 对方也明确表示 很给他投票 但方妙 还是感觉有点拿不准 我得做点什么 沈浪啊 沈浪 你身上 难道就没有缺点吗 方妙的眼睛里 闪过一抹金光 他要好好调查 一下什么 一转眼 就到月底了 明天 院方高层就会举行 心胸外科副主任的投票 最终结果 会在沈浪和方妙 两个人之间产生 但一大早 沈浪一来上班 就感觉 众人看他的眼神不太对 有的人甚至巧声嘀咕着什么 看到沈浪走过去 又连忙若无其事地避开 等沈浪到了自己专科的办公室 小鱼等几个年轻医生 早就着急地等在他门外了 沈哥 糟了 有人匿名举报你了 小鱼等人急得不行 这种关键时刻 沈浪被举报了 负面影响太大了 第39章 匿名举报信 我被人举报了 沈浪问道 是什么人知道吗 小鱼气道 是一封匿名举报信 今天早上 有人分别给院长 四名副院长和医务部 人事部都塞了同一份匿名信 沈浪顿时明白了 被塞匿名信的这些人 都是有投票权的高层 这是有人故意想搞我呀 小鱼巧声道 沈哥 我猜肯定是方妙干的 其他人也道 对 就是他的嫌疑最大 他怕你和他抢副主任的位置 就拉你下水呢 这些人能旗帜鲜明的这样说 无疑 已经彻底的变成沈浪的自己人了 敢公开的 站在沈浪的这一边了 虽然沈浪也怀疑是方妙 但他还是道 没证据之前 先别乱说 知道匿名信上 是什么内容吗 举报你多点职业 说是 你把精力耗费在了院外 挣着院外的钱 不干本院的事 说你在本院偷懒 这段时间都顾不上好好上班了 说是你负责的那些病人 他多点职业的事 早就有了 对方去这种关键时候 才捅出来 就是让院方来不及仔细调查 看来对方选择 在这个时间点发难 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动动 这时 有人敲门 沈浪刚说了声进来 六个人就鱼贯而入 沈浪医生 有匿名信举报你 我们受院方高层指派 前来调查 请你配合一下 为首的人说了这么一句后 就分出五个人 让他们去病房调查了 剩下一人 坐在客座沙发上 沈浪看这情况 让小鱼医生等人先出去 沈浪医生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郑伟婷 在医务部上班 沈浪感觉 这郑伟婷说话 倒是和颜悦色 沈浪医生 我和我老师交流过 觉得匿名信 就是为了抹黑你 毕竟是在这 关键的选举前夕 对吧 沈浪愈发惊讶了 你老实是 郑伟婷笑道 余副院长是我的老师 沈浪恍然 原来这是余敏红的人 上次帮了余敏红 阻止了医闹 看来他还记在心里 这人情关系 有时还是挺有用的 沈浪医生 你真的在多点职业吗 沈浪点头道 没错 但我已经多点职业 挺久了 郑伟婷无奈一笑 对方还真是会跳时候 沈浪医生 虽然我和老师 都相信你是被人抹黑的 但这必要的程序 还是得走一走 我的那几个同事 会去病房里 调查对你的满意度 不过你放心 我都跟他们打过招呼了 不会乱编造的 沈浪微微点头 皱眉沉思 想着怎么应付这个难关 虽然郑伟婷的人 不会乱编造 但难保这件事 在高层眼里 不会留下坏印象 沈浪正想着办法 郑伟婷的人都回来了 郑组长 病人们都调查了 对沈医生的满意度 都是百分之百 并没有不满意的 郑伟婷笑道 那就行了 沈医生 我们的工作也完成了 能得到病人百分之百的满意 说明你在本院的工作 做得很好 我们会如实上报的 沈浪送走了这些人 脸色阴沉下来 等度过这次难关后 他要给方庙上点眼药了 与此同时 院长办公室 三个人夹着公文包的人 走了进来 录工后一看来人 连忙哀压一声站了起来 牛局长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来了也不电话告诉我一声 我应该下去迎接你的 牛局长是区卫生局的领导 属于康达医院的 行政分管上级部门 牛局长脸上都是笑容 我是来给陆院长恭贺的 有件好事的告诉你 怎么了 什么好事 陆院长心中一动 什么喜事能轮到他们私立医院 往常 牛局长都是往公立医院跑的 很少亲自来私立医院 都是父职们下来的 牛局长笑道 今年的十大最美医生 咱们县区也分到了一个名额 就是你们康达的审浪医生 陆工后惊喜道 最美医生 也有我们的份 去年 咱们县区可是一个名额都没有 没想到今年 还是康达医院 帮我争了这份光啊 这恰恰说明 康达医院的工作做得好啊 陆工后连忙客气道 这都是牛局长带领有工 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嘛 牛局长一挥手 别说那些虚的了 总之这次 这位沈浪医生 是给咱们区里大大的长脸了 我听说 今年沈浪医生 不仅是十大最美医生 还是城市名片的名片长 真是年轻有为啊 我都迫不及待的 想见见这位医生了 陆工后连忙道 我这就打个电话 把他叫上来 不用 牛局长摆摆手 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都有正事要办 我就不打扰了 改天吧 我一定要好好和沈浪医生 多聊聊 另外 明天晚上的颁奖晚会上 市委领导会给获奖人员颁奖 这是二十张晚会的票 到时候 陆院长一定要去看啊 陆工后连忙点头 心中也是喜滋滋的 难道今年是康达医院的 腾飞年吗 一下来了这么多荣誉 这两项荣誉 沈浪都是关键人物啊 陆工后心中暗暗决定 这个人 将来一定要稳在医院里 成为医院的骨干力量 送走了牛局长 陆工后回到办公室 这时 他想起了早上的匿名信 桌子上摆着的 还有调查结果 上面显示 病人百分之百的满意度 这么优秀的医生 多点职业 也未尝不可吗 况且 沈浪也有多点职业资格证 完全符合规定流程 陆工后拿起桌子上的固化 拨给了办公室 通知所有医院高层和中层领导 明天晚上 都去参加市里的颁奖晚会 谁都不能请假 方妙寄出匿名信后 就在窃喜地等待着 他想着 院方高层知道 沈浪在多点职业 没有一心一意 放在康达医院后 肯定会在心里有所芥蒂的 在他看来 这样一心二用的人 怎么能当选科师的副主任 院方怎么会放心 用这种人 可一天等待下来 方妙的心越来越冷 院方 一点反应都没有 尤其是高层 似乎还隐隐故意地 压下了这件事情 方妙越来越焦急 第四十章 提拔副主任 一日 上午 沈浪和方妙两人 到了院委会会议室 两人心知肚明 这是要选拔副主任了 估计 此刻院方高层投票组 都已经就位 就等两人上去了 两人在楼道口碰到了 方医生 你好像没休息好啊 怎么脸色这么苍白呢 沈浪笑问道 此刻方妙眼眶发黑 脸色发白 不知道一晚上干什么去了 方妙勉强挤出个客气的笑容 没有多说话 显得有点没精神 昨晚 他又等了一晚上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他越想越不对劲 或许这次 院方是要彻底的包庇神浪了 方妙无法理解 他一门心思都放在医院 院方怎么会包庇一个多点职业 三心二意的人 想不通啊 方妙甚至隐隐的 有种不祥的预感 今天的这副主任选举 怕是要凶多吉少了 两人进了院委会会议室 果然 里面的会议掌桌上 已经坐满了七人 旁边 还有办公室的两人 做着会议记录 和端茶倒水的工作 坐在首位的是院长陆工后 两旁则是王副院长 林副院长 于副院长 还有一位沈浪 从未见过的图红副院长 长桌两侧 则是医务部主任 何人事部主任 这总共七个人 组成了院委会高层 既然沈医生和方医生都来了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会议吧 沈浪和方妙两人 并排坐在长桌的下手位置 录工后先开始讲话 说了一堆官面上的话 勉励了一下两人 把沈浪听得昏昏欲睡 沈浪瞥了眼旁边的方妙 情况更差 差点都要听得睡着了 估计昨晚是真熬夜了 好 那下面就进行投票表决 这话一说 沈浪和方妙都精神起来 职位 新凶外科副主任 候选人 沈浪医生和方妙医生 医务部何人事部的两位主任 先表个态吧 医务部主任何人事部主任 两人对视了一眼 仿佛早就商量好似的 我投方妙医生 那我就投沈浪医生 两人一人一票 谁都没偏袒 录工后笑呵呵的 似乎是早就预料到这种结果 这两人 每次都是户头一票 谁都不偏袒 很是懂得明哲保身 实则是把难题 甩给了剩下的院长高层们 在这院委会高层 他俩的职位职权最低 每次都这样做 也不外乎是能将位置做得长久 录工后瞅了一眼众人 道 各位副院长 也都表个态吧 另外 我补充一句 昨天的匿名性事件 我已经将调查结果发给各位了 希望各位不要因此而受到影响 方妙心里咯噔一下 感觉有点不妙啊 王副院长率先笑道 对 林信简直是无中生有 是故意摸黑沈浪医生的名声 不过 我还是更看好方妙医生 他资历更厚实 能当大任 我投他一票 王副院长声音刚落 林副院长也出声了 我也投方妙医生一票 理由和王副院长相同 沈浪眼睛一眯 心到你相同的屁 你还不是因为 没当上我重点专科的科长 这位置被我夺了回来 你心里记恨我 才投了方妙一票 这一开场 方妙就已经三票了 反观沈浪 才只有一票 开局形势有点不利 陆公后的眼神 也有点不对了 这总共才七个人 一开始 方妙就三票了 这意味着 只要再有人投方妙一票 这个副主任 就是方妙的了 方妙自己 都是愣了一下 连他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这么得人心 这就是人脉的力量啊 他心中忍不住 都狂笑了三声 神了啊 神了 谁让你把林副院长招惹下的 这下后悔了吧 陆公后道 于副院长 你呢 众人都看向于敏洪 于敏洪向来 最忌讳派系之争 从来都是两不相帮 甚至有的时候 还会投气全票 众人都想看看 他今天的表态 于敏洪这次 果觉到 我投沈浪医生 说完 他还友好的 对沈浪笑了笑 沈浪也友好回应一笑 心中也是一松 看来那次医闹帮忙 真是帮队了 于敏洪的投票 倒是引起了 不少人的惊讶 不过 也就起了个小波澜 毕竟 目前方妙仍然是领先 图老哥 你呢 陆公后笑呵呵道 图洪副院长 在院里很少露面 但谁都知道 他的分量之重 明眼人都知道 图洪是康达医院 背后投资老板的表哥 院里谁都不愿意招惹他 就连陆公后这个院长 对图洪的称呼 都和别人不同 图洪沉吟了一下 道 我也投沈浪医生吧 陆公后 似乎早知如此的样子 图洪代表的 就是医院背后 投资老板的意思 现在沈浪 和徐向前关系那么好 老板当然希望能 稳住沈浪 稳住沈浪 就是稳住徐向前背后的 医疗器械公司 方妙眼睛微亮 现在已经六个人投票了 其中方妙三票 都是最开始得的 后面的三票 则都是他沈浪的 也就是说 两人目前打平了 现在 只剩下院长陆公后没投了 方妙也紧张起来 陆公后看了眼沈浪和方妙 想到了沈浪背后 站着的谭静雅 甚至是 市委高层都在给沈浪发声 毫不犹豫的 陆公后道 我投沈浪医生 这句话一说 等于是尘埃落定 方妙一屁股跌坐回了椅子上 整个人失神了一下 刚开始的希望越大 现在的失望就越大 办公室主任最终唱票道 沈浪医生四票 方妙医生三票 副主任由沈浪医生当选 陆公后率先鼓掌 笑道 恭喜沈浪医生了 众人不管乐意的不乐意的 都笑着给沈浪鼓掌 甚至是方妙 此刻都不得不装作出 一副大度的样子来 满脸堆笑 实则内心凄苦无比 陆公后又发表了一番官话 我们康达医院 在不断有新鲜血液的补充下 必然能焕发生机 蒸蒸日上 办公室主任 将这次投票的结果 记录在会议记录里面 也友好的对沈浪笑了笑 从今天开始 沈浪在医院里 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领导了 临散会了 陆公后竟然又抛出一个重磅消息